第601章 一千纪元 过了好一会 张通才冷静了下来 虽然目前的状况前所未有的糟糕 但对于他而言 其实并不致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仅仅是 他的未来太原神 及时陨落了 虽然影响了他的战力 但最多也就少了一张厉害的底牌 不危及生命 而实际上 别的超级天才 都没有稳定的未来太原神 何况 自己的未来太原神 未必就真会陨落 只要意识和记忆还在 不模糊不被抹去 就有机会就回 他开始仔细地观察自己的状态 元神变成了宇宙树的一部分 确切地说 就是成了宇宙树的枝丫 甚至长出了叶片 而这枝丫和叶片的颜色 和宇宙树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仿佛他真就是宇宙树的一部分 似乎就是宇宙树 把他的元神和元神血 当成了养料 吸收炼化 变成了枝丫一样 但若真的是这样的话 元神就会失去记忆和意识 而情况却不是这样 意思也记忆清清楚楚 也没有丝毫要被抹去 宇宙树正在缓缓地长高长大 三只怪兽和斧子 似乎也都获得了好处 气势和威压也在缓缓地增加 张通也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元神变得越来越强 远古之中多出了好多种特殊的符文 散发出特殊的气息 天哪 浩强的生命和木属性符文 还有不死不灭符文 甚至还有大属性符文 张通暗暗地惊叹 然后他发现 自己似乎可以感应到 宇宙树的别的枝丫和树叶 甚至树干和根系内部的情况 竟然也密布着密密麻麻的符文 也都是生命 木 不死 不灭 大等等符文 这九年的努力修炼 张通对于三千大道 当然也有了较多的了解 知道了很多不凡的三千大道 生命 不死 不灭 都是最顶级的大道 不亚于时间和空间真理 等等大道 生命大道张通 还有着较好的天赋 应该达到了A级 至于不死不灭他的天赋 就很一般了 所以他的体内孕育出来的道文很低级 也很稀少 让他的防御能力 很难提升到超级恐怖的地步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的天赋 似乎提升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甚至可能超过了S级天赋 道文在快速的衍生 麻烦的是 自己的元神 没办法脱离宇宙树了 无论如何都做不到 但张通也确定了一件事 那就是 自己的元神的意识和记忆 是不会消散了 既然如此 将来等自己强大起来 可以想办法拯救未来太元神 麻烦的是 三只怪兽和斧子 太过恐怖和强大 一定会阻止他的 自己是死在非生途中 也就是说 自己没有未来 倒霉的是 现在失去了未来太元神 自己的战力下降了很多 改变命运也就越发艰难了 怎么办呢 他还在苦思冥想 但神秘通道 却是抛弃了他 直接就消失了 显然是离去了 知道他没救了 神秘通道 快出来 未来太元神惊慌失措 紧张的再打 但他发现 自己竟然发不出声音来了 最多只能让枝鸭微微颤动 树叶微微飘动 而神秘通道 也没如同他期待的一样 能和他心意相通 没再出现 甚至 他感应不到自己的过去 和现在太元神了 彻底的失去了联系 或许是因为相距太过遥远 甚至可能不在同一时代的缘故 未来太元神 彻底绝望了 也彻底的认命了 不再挣扎 也不再悲伤 而是全力的观察 这个诡异的白雾世界 根据宇宙术的本能 吸收炼化日月精华 天地神秘能量 炼化道运 让身躯缓缓的长大 同时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道文 除了木 生命 不死 不灭 大只道道文之外 别的大道的道文 也慢慢的衍生出来 密密麻麻 一年又一年 百年 千年 万年 一个纪元 又是一个纪元 百个纪元 千个纪元 岁月流逝的无比的快速 宇宙树早就长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树干的直径 至少也达到了几百光年 树干的高度 更是无可估量 矗立在这诡异的大地上 枝丫覆盖了天地 遮挡了一切 这无数年来 有无数的恐怖存在 来打宇宙树的主意 但都被三只怪兽和斧子打退 因为他们也都在变强 一个个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就是宇宙树本身 也强大到可怕的地步 张通的未来太元神的意思 和记忆还在 甚至还强大了 不知道多少倍 可惜还是和以前一样 正脱不出去 他的元神和宇宙树 彻底的融合在一起了 甚至他还是没办法说话 也没办法和三只怪兽 外加斧子沟通 他一直在疯狂地修炼着 期待有一日能化行 那就可以移动了 就可以去找自己的本尊了 他真的不知道 自己的本尊怎么样了 但既然自己还没在 那本尊应该也还在 否则 过去和现在元神陨落 未来太元神也会陨落的 为什么本尊没来找我 张通的过去太 元神无比的郁闷和疑惑 难道 这是在无比遥远的过去 自己其实还远远没出生 也就没办法来找我 靠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没有办法 他继续疯狂地修炼 把无数自己掌握的功法 都修炼了一遍 甚至他创出了不少 更牛逼的功法 吸收炼化天地精华的速度加快 但结果还是不能化行 不能说话 不能发出意念 而是他的身躯继续膨胀 继续变大变高 散发出无比恐怖的 威压和气势 之后越来越多的生灵出现 大部分都是恐怖的飞禽 天鹏 凤凰 孔雀 都来到他的枝丫上作窝 三只怪兽和斧子 也没驱赶他们 因为他们不是 来打宇宙术的主意的 第602章 在于裂结者 我终于修炼到炼气一层了 不容易啊 张通的未来太原神 在心中大喊 是的 发现自己和宇宙术合二为一 成了宇宙术的灵魂 他就开始重修了 但宇宙术这个身躯太过古怪 以前可能就是幼儿期 修炼也仅仅就是让身躯长大 进展几乎没有 直到一千纪元过去 修炼才有了一次效果 让他踏入了炼气一层 算是真正的修士了 一千纪元晋级炼气一层 这速度简直慢得令人发指 张通自己都想要流泪 小九 大熊 大武 乱天 你们都给我滚过来 爷爷要戳你们的屁股 张通操控神通 终于发出了声音 而这四个名字 当然就是九头鸟 巨熊 巨龟 斧子的名字 卧槽 终于出了意识 天哪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太好了 宇宙术终于长大了 宇宙术 你什么时候结果啊 九头鸟 巨熊 巨龟 斧子从枝丫上脱落 身躯一摇 就变成了四个巨人 他们早在一千纪元前 就可以划行了 结果 你们保护我 就是想等着我结果 张通的鼻子都差点气歪 若是他有鼻子的话 嘿嘿嘿 我们守护你这么长时间 当然想要有收获啊 你不结果 那怎么行 巨熊怪笑道 你们可是从我这里 获得了巨大好处 比以前强大了太多 还给予我的国子 张通黑着脸 这一千纪元来 他一直都控制着 宇宙术不开花不结果 不想外泄任何的精华 但现在晋级了练气期 似乎有点控制不住了 有要开花的架势 可么的 这到底是什么鬼术 宇宙术 你可知道 若没我们守护你 你早就被人杀死了 夺取了你的一切 至于我们 从你这里获得的好处 其实不值一提 九头鸟说 我吞噬过来无数的道运 和天地精华 被你们夺取了很多 若靠你们自己 修炼进展 哪里可能如此快速 张通说 我们夺取的 和你自己练花的一笔 也就是沧海一速 九牛一毛 巨龟也摇头晃脑的说 所以 你最好尽快的结果 报答我们 让我们再次快速的变强 乱天 你有什么话说吗 张通问斧子 斧子那可是有主人的 那个巨汉太过强大 下令斧子守护宇宙术 斧子就守护了一千纪元 但大汉也一直没在出现 这是非常诡异的事 我也一样啊 等着你结果报答我们 斧子变成了大汉笑道 这是你的主人的意思吗 张通冷冷的问 你 怎么知道我有主人 斧子大惊失色 难道你那么小的时候 就有意识了 我虽然小 但还真有意识和记忆 张通谎言道 你主人让你守护我 我才能成长到 今天这样的地步 我很感激你 我想报答你的主人 能说说你的主人吗 我和主人分开一千纪元了 也根本不知他的近况 斧子化成了大汉说 显然 不想泄露主人的秘密 你主人叫什么名字 张通又问 横红 斧子迟疑了一下 还是回答了 毕竟也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不算什么秘密 一千纪元前 他就很强啊 应该是先帝境界吧 张通问 先帝 那是什么境界 斧子恶然 满脸猛逼 三只怪兽也都一样 显然是一点也不知道 先帝是啥 靠 看来真的无比遥远的过去啊 距离本尊所在的现在 可能还无限遥远 张通在心中破口大骂 郁闷无比 怪不得本尊没找过来 而十有八九 即使是神秘通道 也没办法随意连通到这个时代 当时之所以能做到 是因为宇宙术 出现在自己的修炼幻觉之中 本身就已经构成了通道 后来幻觉退去 神秘通道也一起离去了 张通又和他们闲聊了好几天 才有权力的修炼起来 进展还是慢得令人发指 但吸收道运 构成道文的速度 却是无比的快速 三千大道的道文 都在躯体之中衍生 只是宇宙术太过庞大了 衍生的道文要密布全身 太难太难了 倒霉的是 宇宙术的修炼 和繁介的功法完全不一样 就是靠吸收天地日月精华 吸收炼化道运 在体内构成道文 一层道文就是炼气一层 二层道文就是炼气二层 前者用了一千纪元 炼气二层同样用了一千纪元 而树干又庞大了一节 也坚固了很多 现在就是斧子全力劈砍 也很难斩破它的主树干 即使张通全力控制和阻止 宇宙术叶终于是开花了 不过要等结出果子 估计还有几千纪元 至于成熟 那就更漫长了 所以张通也是不着急了 默默地修炼着 感悟着 元神却是和宇宙术不一样的 可以修炼众多人类的功法 但现在也不伦不类了 因为元神早就庞大了无数倍 巨大到可怕的地步 远古的道文也多了无数倍 元神也衍生出了第二层道文 同样密密麻麻 三千大道的道文都有 若是元神能挣脱开去 那定然无比强大 绝对不会畏惧斧子和三只怪兽 可惜的是 根本做不到 终有一天 我会修炼到日游的地步 那就能去找本尊了 张通的未来太元神 暗暗嘀咕着 那个时候 也不知道果子成熟了没有 也不知是不是到了本尊所在的年代 倒霉啊 损失了一个未来太元神 张通的本尊盘 吸坐在鼠山剑派的练武场上 满脸的郁闷 他早就尝试过了 想要让神秘通道 再次连同那个神秘的时空 但却是没有任何反应 显然实力有未来 拯救都做不到了 自己彻底失去了未来太元神了 轰轰轰 天结还在继续 恐怖的仙雷 一波波的轰击下来 全部都是二合一的仙雷 而且是紫蓝仙雷 威力恐怖至极 虽然张通失去了未来太元神 但他却是六魄了 六魄天结是很恐怖的 张通在天结的轰击下 死去活来 极限当然也就打破 他的身躯和元神都在瑞边 天结终于渐渐的消失 张通终于度过了天结 但却是遭受了重创 身躯都崩溃了 头盖骨都破碎了 看上去就如同一堆碎肉 死吧 猎劫者终于出现 仅仅一人 赫然就是神医 人间合一 如同流光一样的射向张通 第603章 九次具现 蜀之节 尽管神医这一击块的不可思议 也凶残到极致 简直就是万无一失 但还是落空了 那一堆碎肉化成了虚无 消逝的无影无踪 这一剑斩在大地上 把大的都切开了一条深深的缝隙 无边的杀气也是凝结 让这里变成了一个阴冷的世界 人呢 神医满脸疑惑 施展各种神通仔细地寻找 甚至施展了命运神通 但还是没能发现张通 甚至发现张通不在命运之中 仿佛世上没有这么一个人 若不是他亲眼看到张通度过了天劫 他都会怀疑 先前的天劫是幻觉 一个大活人 怎么可能就突然无影无踪了呢 不是隐身神通 不是空间神通 不是时间神通 不对 是虚无神通 难道是化虚圣法 但也不可能啊 自己的神识如此强 对方化成虚无逃跑 逃到一定的地方 就会重新具现出来 自己是能感应到的 难道逃出了我神识感应的范围 so 神医跳了起来 化成了流光疯狂地兜圈 一个瞬间几千万公里 寻找张通 可惜 还是没能找到 神医绝对是收到了神秘门弟子的禀报 说有超级天才再度遛破天劫 于是就从大象星赶过来 猎杀我 他有没有认出我来 张通其实就是施展虚无神通 躲进了神秘通道之中 现在不是自己最好的状态 不适合和神医生死大战 他一边盘息疗伤 一边在心中疑惑地嘀咕着 他的躯体和两个元神 都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那时骨头在发光 几乎所有的道文都在亮起 一层层领域出现 叠加在一起 构成了一片特殊的区域 向四面八方扩展 天地灵气 日月精华都受到了吸引 滚滚而来 如同长江大河 又如同大海涨潮 波涛汹涌 但却是全部涌入了张通的躯体 和元神之中 伤势在愈合 破碎的骨头在重组 破破烂烂的元神 也在快速地修复 用了足足三个小时 才彻底地恢复了过来 然后他就感觉到了 自己的强大 力量暴涨 法力滔天 两个元神也脱胎换骨 骨头之中 都是密密麻麻的道文 星面一动 所有的道文都能点亮 构成一个超级厉害的领域 时间 空间 虚无 力量 雷霆 火焰 这六种道的道文格外的多 但别的道的道文也不少 精美玄傲 完全符合天地规律 So 张通出现在宇宙中 一片死心地带 这里密密麻麻 都是荒凉星球 给我破 张通隔空一拳 轰在一个比地球 还要大上几倍的星球上 巨大的拳光瞬间爆发 轰隆 天崩地裂 一声巨响 这个星球瞬间化成了碎片 向四面八方积尸而去 一朵巨大的不可思议的蘑菇云 冉冉升起 遮天蔽日 再现 张通的手猛然一抓 骨头发光 众多特殊的道文启动 特殊的神通也是施展开来 崩溃了的星球碎片 全部倒飞而回 再次凝聚在一起 组合成了一个庞大的星球 和先前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甚至连体积也一样 这神通不错 张通暗暗欢喜 现在即使自己被打爆 也能再次轻松地巨线 只是会消耗一些法力而已 自己能巨线六次 因为六破了 等于有了六条命 但杜杰进之前的境界 却是没有这样的神通 所以杜杰大佬是很难杀死的 因为他们都能巨线几次 毕竟能修炼道杜杰的 都是很厉害的天才 他们都多次打破了极限 一次到六次不等 不过 张通是不是真能巨线六次 还要测试 所以张通再次隔空一拳 打爆了这个星球 又将支巨线出来 彻底复原了 很快 星球就被他打爆了六次 又巨线了六次 不对劲啊 我似乎还有余力 还能继续巨线 张通满脸疑惑 再次一拳打爆了星球 果然他又将支巨线出来了 没有任何艰难 继续测试 很快就有了结果 他能九次巨线 第十次就立有未待了 卧槽 我这要牛逼 能九次巨线 张通目瞪口呆 惊喜莫名 又疑惑无比 古天确早就告诉过他 六破后的特征和重要意义 六破后能六次巨线 等于能复活六次 六破后的法力暴涨一倍 战力当然就要暴涨多倍了 因为道文能同时点亮 众多领域叠加 战力会无比恐怖 我为什么比别的超级天才 多出三次 张通苦苦思存和分析原因 难道是因为自己的天赋 出类拔萃 这可是很了不起啊 能巨线九次 说明我的法力 比别人强了很多 战力也是同样 就是不知道 现在的我能不能打败神医 可惜了 我没能捞到幻觉中的宝物 宇宙树 三只怪兽 斧子 其实都是可以捞取的超级宝物 但都太强大 太可怕了 即使是一株小树 自己不仅没能练化 反而被小树把元神吞噬了 当然 若不是那斧子 斩杀了自己的未来太元神 是不会落到那么凄惨的地步的 终有一天 那可是他最大的底牌之一 不亚于神秘通道 因为一旦出动 就是隐身的 别人也看不到 更感应不到 能发出致命的攻击 还能一心三用 即使是神医 估计也抵挡不住 但那恐怖的斧子太凶残了 竟然可以斩到未来 斩了未来太元神 我能不能再次修炼出 未来太元神 张同时再是不能接受 没有未来太元神 突发奇想 盘西坐在荒凉星球上 内视自己的元神空间 确切的说 就是在关注向日葵 这一株神秘的天药 这可是他昔日突破极限 从修炼幻觉之中 得到的天药种子 培育出来的 自己能有三个元神 也是向日葵的功劳 如今的向日葵 已经长大了 高九米 核爆粗细 顶端分成了三个花关 三朵向日葵开的阵望 花盘足足有一米的直径 色泽金黄 仿佛三个偏平的太阳 现在和过去太元神 就分别盘西 坐在一个花盘上 悠闲自得地修炼着 另外一个花盘 本来是未来太元神的地盘 但现在却是空荡荡的 第604章 锤医兄顿足 张通开始了尝试 让过去太元神 和现在太元神 分出了一些元神能量 汇集在向日葵第三个花盘上 想要让这变成未来太元神 可惜根本就做不到 显然必须是特定的境界 从内势晋级巨魂的时候 才能做到的 难道我要转世重修不成 张通深深的醋眉 转世重修其实很危险 一个不好就会彻底陨落 而且转世重修 又如何能带着向日葵 转世重修 根本不可能啊 除非做出特殊的安排 还要等到向日葵成熟 接出种子 但现在看来 向日葵要成熟 每一个纪元是做不到的 这么说 我就不能有未来元神了 不对 我还可以有 过去和现在太元神融合 就可以得到未来太元神 只是因为 以前自己有未来太元神 就没融合过 试试看 想到这里 张通的眼睛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马上就按照元神宝典的秘法 开始尝试起来 就他如今的实力 融合两个元神 当然是非常轻松 很快 两个元神就彻底的融合在一起了 还真就变成了未来太元神 空蒙飘逸 仿佛处于未来时空 心念一动 就未来领域就散发出来 用眼睛和神识是感应不到了 但因为这就是张通的元神 才能发现他的存在 嗖的一声 未来太元神出窍了 悬浮在虚空之中 和张通的本体一样高大 容貌也一模一样 而心念一动 未来太元神就可以高耸云天 气势滔天 威压如海 张通测试了半天 发现这个融合的未来太元神 还真就和以前那个差不多 都有着超级厉害的战力 比单独的现在太 或者过去太元神强大太多了 但让张通郁闷的是 元神一旦出窍 本体就不能移动了 完全就变成了一个空壳 若是以前 未来太元神杀出去 体内还有两个元神 当然可以操控自如 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 虽然还能融合得到未来太元神 但和以前一比 差距太大了 更让他郁闷的是 这个未来太元神还真不稳定 最多施展一击 就会露出行迹 因为过去和现在太元神 开始分开了 当然 就没有未来时空的掩护了 对了 我还有未来剑 张通的眼睛亮起 虽然失去了未来太元神 但未来剑还在 这是一张很厉害的底牌 一旦遇见杀出 除了神仪 那样有预知神通的超级天才能抵挡 别人是抵挡不住的 除非他的防御能力无比恐怖 但如今的自己的遇见的话 威力是很厉害的 完全可以做到 无坚不摧 而实际上 昔日的自己 也很少让未来太元神出战 这么说 影响不大 他又仔细的测试和比较了一番 终于又发现了一个缺陷 若是用未来太元神 与未来剑袭击强敌 威力要大上进北 但只能发出一击 若用现在和过去元神遇见袭击 虽然能一直攻击 但威力却是降低一倍了 另外 若用未来太元神 操控各种神通攻击敌人 威力也同样大上一倍 甚至比一星二用施展两种神通要厉害 所以 没有稳定的未来太元神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除非 自己能融合出稳定的未来太元神 不用出窍 遇见沙敌就可以了 向日葵 希望你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张通期待的嘀咕着 控制着融合得到的未来太元神 回到了元神空间 盘西在第三个向日葵的花盘上 然后他的脸上浮出了狂喜 因为这个花盘真的很特殊 散发出神奇的药力 滋润着未来太元神 让本来不稳定的未来太元神 变得比较稳定下来 随着吸收炼化的药力越多 元神也是越发的稳定 去 融合的未来太元神大喊一声 未来剑就和寒冰剑融合了 无声无息的出了元神空间 瞬间变大了千万倍 狠狠一剑 斩在那个荒凉的星球上 没有任何的杀鸡 也没有任何的端倪 星球无声无息 就变成了两半 就如同切开了一个豆腐星球一样 去 张通再次遇见 把另外一个荒凉星球 斩成了两半 完全没有任何艰难 未来太元神也一直稳定 没有要分离的迹象 张通又遇见展报了十几个星球 发现未来太元神还是很稳定 就满脸狂喜了 这像日葵太神起来啊 竟然可以让融合得到的 未来太元神彻底稳定 能发出无数次恐怖攻击 那失去了未来太元神的影响 还真的不大 张通又继续测试 当然就是从花盘之中出来测试 结果当然就是不太稳定了 但也要比先前好一些 显然 若在花盘中多修炼一段时间 融合得到的未来太元神 就会更加稳定 或许将来真的能彻底稳定下来 张通又心念一动 未来太元神就分开了 变成了未来太和过去太元神 他继续训练 分分合合 直到娴熟自如才罢休 让元神融合在向日葵的 第三个花盘中修炼 这个花盘很特殊 朦胧遥远 仿佛位于未来时空 是很好分辨的 既然过去现在元神 能融合成未来太元神 甚至可以在向日葵的帮助下 趋于稳定 那我昔日的那个稳定的未来太元神 应该也可以分解成 过去太元神和现在太元神 张通又突发奇想 然后就垂胸顿足了 以前自己怎么就想不到呢 怎么就没测试一下呢 那自己就可以有两个过去太元神 和两个现在太元神 等于就是有四个元神 完全可以一心四用 也完全可以让未来太元神 修炼成一具强大的分身 比如杀死神医的元神 让那未来太元神入主 就变成一个自己的分身了 那即使本尊陨落在飞生路上 分身也还能活着呀 亏大了呀 真是亏大了呀 损失了那么神奇的一个未来太元神 哎 等将来向日葵结出种子 我再看看要不要转世重生 摇摇头 张通没再多想 再次回到了鼠山剑派 仔细地观察了一会 发现神医没出现了 别的裂结者也早就走了 看热闹的也一个也没有了 鼠山剑派风平浪静 没人找麻烦 其实是因为当时张通度六魄天结 虽然在鼠山剑派区域 但却不像是鼠山剑派的弟子 也没人将之联系在一起 毕竟这么恐怖的六个魄天骄 想在哪里六魄 根本毫无顾忌 进入了张通的原神空间 然后他又去了大象星 对付神医 或许要用到翻天翼 第605章 混沌初开的太古时代 六魄了 不错不错 古天鹊看着张通 满脸的欣慰之色 这弟子不仅仅天赋好 而且浮运也好 和神医打赌赢了 得到一个仙果 增加了五百年修为 在苦修九年就六魄了 现在的张通 绝对算是凡界最顶级的大佬了 哥 难道你六魄没得到宝握 张帆却是感觉到 张通很不高兴 就疑惑地问 对啊 你得到什么宝物 古天鹊 万古流年都非常好奇和期待 尤其是万古流年 他也才看看 修炼道度节中期 距离六魄 还有较远的距离 所以他对于六魄 能从修炼幻觉中捞取宝物 是很期待的 还真就没有 张通很郁闷 不仅没有 而且还损失了一个未来太原神 但这是自己的秘密 他还是没说出去 没得到也没关系 其实真正的强大 还是要强大本身 靠外物 终究只能靠一时 古天鹊安慰道 这话有道理 张通获得过那么多神奇的宝物 比如众多劲宝 天宝 天兽什么的 以前对张通的帮助很大 但现在对张通的帮助就不大了 比如青龙旗 比如钟不灭 现在张通自己 就要比他们强大很多了 根本就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了 哥 那你遇到了什么宝物 居然失手了 张帆疑惑地问 万古流年 也把耳朵高高地竖起来 遇到了一株诡异的小树 我连一片叶子也捞取不下来 就不用说小树了 何况 当时还有三只怪兽 和一把斧子在守护 张通郁闷地解释了一番 若是没那三只怪兽和斧子 张通还真就有很大的 可能把小树描弄回来 那小树一看就不烦 或许有无比神奇的作用 可惜啊 众人都很好奇 细细地追问了一番 然后就全部惊呆了 张通的修炼幻觉太怪了 竟然那么的复杂 有宇宙生灭 有巨人斩混沌气团 有怪兽 其实你们都知道 修炼幻觉 就是连通到了一个特殊的时空 古天却说 只是突破极限 和平日里的修炼幻觉不一样 后者是对你修仙的警示 连通到你将来陨落的时空 前者就是对你修炼 突破极限的奖励 连通得有宝物的时空 前面五次破线 连通到的时空 是一次彼此神奇 道果 精神圣土 天药种子 天药或者天兽 天气 但第六次破线 分外不同 宝物太过神奇和不可思议 即使是一片树叶 一粒泥土 都神奇至极 恐怖无比 那到底是什么时空 无数年来 无数的超级天才 都有讨论和分析 基本上都认定 那是宇宙起源的太古时期 那个年代 混沌初开 三千大道本源展现 道育浓郁 混沌气息更是浓郁至极 那个年代的动植物 都前所未有的强大和恐怖 所以 它们的皮毛 叶片 甚至大自然孕育出的任何东西 都是超级宝物 但绝大部分 都在时间长河之中 腐烂消失了 而六破天才 超级天才和强大 它们就可以在突破的时候 连通到那个时空 运气好的 甚至可以捞取到一些宝物 混沌初开的太古时期 张通满脸震撼 感觉还真有很大的可能 因为他看到了很多出生的宇宙 看到了恐怖的怪兽 强大至极的太古巨人 那斧子也强大到可怕的地步 能斩你的未来 我还以为那是仙界 结果竟然不是 张通愕然道 仙界已经出现在修炼幻觉之中过了 平日里的修炼就会出现 六破连接到的时空 当然就不可能是仙界了 古天却说 昔日我的运气好一些 看到的是一株高耸云天的大树 直径有几百米 有果子有叶片 但我都捞取不动 发现地上掉落了一片树叶 就捞取了回来 除了大树 还有别的什么 张通好奇地问 也有浓郁的白雾 还有无数的花花草草 但过于朦胧和遥远 看不太清楚 古天却说 应该是同一个世界 但不是同一个时代 我连通到的 可能是更遥远的过去 张通暗暗嘀咕着 也无比的郁闷和遗憾 既然是混沌初开的太古 可能是几千几万纪元之前 那想要去到 根本就不可能了 即使是神秘通道 现在也连通不到那个时空了 因为失去了定位 我认为连通的还是仙界 只不过是仙界的太古时代 万古流年说 有道理 张通欣赏的 看了万古流年一眼 心中也是微微的兴奋了 或许 去了仙界之后 还能遇到那斧子和三只怪兽 自己有报仇的机会 就怕无数纪元来 也不可能一粒沙尘重的 让我歌都难以撼动 还有比仙界更高级的事件 不可能吧 万古流年恶然 到底是什么事件 将来你们去了仙界就能知道 古天却说 现在你们就是要想办法 如何在宇宙大赛上取得好成绩 从而获得各种奖品 宇宙大赛再过一年 就要正式开始了 众多交流的超级天才 也都强大了很多很多 甚至有人完善了创出的功法 也有人创出了很可怕的神通 而获得奖品 对于张通而言 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那能让他变得更强 前十名的超级天才 都可以进三十的大门派的宝库中阅读 那你可以学到更多的功法 要知道 超级天才可能具备多种顶级天赋 只是自己没办法发现 而有功法 一修炼就能知道 比如S级功法 你能修炼就是S级天赋 那你体内就会多出一种主道文 战力当然就能暴涨 即使没有S级天赋 只有A级天赋得到对应的功法 修炼之后 也能让体内多出次道文 次道文种类多了 也能提升战力 至于B级或者以下的功法 修炼得到的就是细道文 这种道文 若能如同毛细血管遍布全身 也是能增加实力的 第606章 神奇残经 至于前五名 还有另外的奖品 都是最顶级的宝物 很多都是从修炼幻觉之中 捞取过来的 仙果 仙药 丹药 奇异的不知名的东西 但都对修炼有着巨大的好处 当然 这些宝物都是各大超级门派拿出来的 师父 具体有什么宝物 你建议我获得哪种 张通期待的问 其实这一次也就五个宝物 一个黑色的仙果 一枚绿色的仙丹 一株散发出恶臭的仙药 一叶残经 还有一块无字石碑 古天却说 前五名依次选取一个宝物 第一名先选 我建议你得到那一叶残经 为什么 张通问 因为那一叶残经是三百级元前 某个超级天才六魄的时候 从修炼幻觉中捞取到的 很可能来自太古时代 深奥难懂 但若能领悟出什么奥秘 或许就可以得到巨大好处 古天却说 至于别的宝物 其实不能改变你什么 仙丹呢 张通却是不以为然 一叶残经 估计是领悟不出什么来的 但仙丹就不一样了 仙丹只有一粒 独一无二 谁也不知道用法 就是得到仙丹的那个超级天才 也不敢服用 古天却笑道 从仙界得到的东西 尤其是丹药 是最恐怖的 有人不管不顾的服用了 当场暴毙 仙丹是仙人才能服用的 有一些丹药 即使是低级仙人 也未必能承受得住 毕竟 仙丹是仙人 用仙界的各种仙药炼制的 药力太过恐怖了 反而是仙药仙果 基本上都有特殊的属性和功用 炼化煤太大危险 那为何没带去仙界呢 张通恶然道 仙丹 到了仙界 或许就一钱不值了 还不如留在凡界 留待有缘 古天却说 门主 我可以一关这次的五个奖品吗 张通第一时间 就去找到了向蛮力 每一次的宇宙天才大赛的奖品 都是主办的超级大门派拿出来的 而他也算是向蛮力的徒弟 当然有这个便利 请 向蛮力当然没拒绝 带着张通去了宝库 让张通看着五个奖品 仙国果然是黑色的 一看就蕴含着浓郁的黑暗属性的道羽 仙药非常诡异 看上去如同一株大白菜 但竟然散发出恶臭 仙丹是青色的 豆子那么大 竟然散发出浓浓的威压 和恐怖的气势 无字石碑很秀真 只有一尺来高 肩不可摧 但不是法宝 也不是禁宝 不知用途 一叶残经是暗金色的 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古朴的文字 但根本不认识 安全 这残经上有着不少的破洞 经文当然也就不完全了 这仙果对黑暗属性的超级天才有巨大好处 可以让体内衍生出黑暗属性的主道文 而且是超级厉害的那种 这仙药是臭之道属性 对黄鼠狼一族有天大的好处 不适合你 这仙丹可能是很高级的那种 不知道用途 是我从一个古洞府得到的 知道是超级好宝物 但不敢服用 这叶残经是三百年前 我们中的一个超级天才六魄的时候 从修炼之中捞取到的 当时他的修炼幻觉非常的诡异 一个庞大的宇宙 在熊熊火焰之中崩溃 化为了一堆灰 这一叶残经就在灰烬之中 被他捞取了回来 但一直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向蛮力细细的介绍道 他为何不带去先见 张通疑惑的问 当时没研究出什么名堂 他就没在意了 扔到了门派的宝库 向蛮力说 反而是我仔细的研究过 发现这一叶残经的材料 非常的特殊 水火不清 刀枪不入 任何恐怖的神通 也伤害不到丝毫 但到底是什么攻击 让他残缺了呢 我研究一下 张通接过残经 盘息而坐 开始仔细的观察和感应 但不管是如何观察 也发现不了特么奥秘 于是他施展了佛同神通 进入入微的状态 然后他就看到了 一幅诡异的画面 一个庞大的宇宙 可能是因为到了生命的尽头 开始自然 崩溃 宇宙之中的无数文明 都在毁灭 无数高级生灵在死亡 火焰熊熊 铺天盖地 庞大的宇宙 无数的文明 无数的生命 都化成了灰烬 而一叶残 竟从远处飞来 落在了灰烬之中 残经上的一些破洞 竟然在消失 多出了一些文字 好宝贝 我一定要得到 张通的眼睛 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心中也是狂喜 一年的时间 快速地流逝而过 这一年 张通没研究残经 因为研究不出名堂 或许将来 让残经再去找几个毁灭的宇宙 吸收特殊的精华 或许能让经文完善 那或许经文有妙用 当然 他也没去找神异斯科 他就一直在感悟和修炼 巩固自己的境界和实力 现在他突破了渡截极限 按照道理 是很难提升战力了 但 能把目前的战力 全部开发出来 就需要很漫长的时间 各种道文的点亮 就是一门天大的学问 全部道文都点亮 或许战力不仅不会提升 反而会降低 因为有一些倒是互相克制的 比如水火 比如生死 比如阴阳 而如何组合 就要你对道解释 理解透彻 所以 现在张通就在全力地解道 他有神奇的浩天境 修炼速度是别人的三倍 所以 即使仅仅一年 也等于别人解道了三年 何况 他有无数的道果 用完就可以再去摘 这一年 张通的进步非常快速 而现在 张通也终于明白 原来道语 解道 通道 容道 遇到这五层境界 其实不是一层接一层的 解道 通道 容道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境界 因为你在解释到 容会贯通的同时 就有道文衍生 你越是深入 衍生的道文也越多 至于有了道文之后 其实也就可以遇到了 只是遇到也有高低 你的道文越多 遇到的威力也就越厉害 如今 张通的身躯和元神之中 已经有了两层道文 远远比不上神医 因为神医有七层 但张通也是有优势的 他有六种主道文 时间空间力量 虚无雷霆火焰 昔日和神医打赌的时候 发现神医掌握很多种神通 未必神医就具备很多种S级天赋 只是他有次道文而已 所以 到底谁更厉害 还是要打过才知道 宇宙天才大赛 正式开始 像蛮力站在练武场的擂台上 激昂的宣布 第607章 防御重要还是攻击重要 50名选手抽签 两两桌对比式 竟然是残酷的单场淘汰 一旦输了一场 人都已经修炼到了六破 事实上 这些超级天才 绝大部分都六破了 尤其是这九年来 没六破的 基本上都六破了 当然 万古流年 也仅仅修炼到了度节后期 距离六破 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怎么也要好几百年 当然 若是能得到一些特殊的仙果 增加修为 也是可以快速突破的 就如同张通一样 不过 这样的仙果 还是很稀少的 要从修炼幻觉之中捞去 而时空学院 就因为没这样的仙果 所以万古流年 才没能及时六破 想要取得好成绩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但参加大赛 还是很有意义的 交流切磋 也让他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虚九天和严长复在虚空之中 阵法启动 构筑出了特殊的结界 免得毁灭了大象星 沙沙 几乎同时 两人就大站在一起 他们体内的道文 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就如同身体在放光一样 都构成了特殊的领域 一种是虚无加速度 一种是阴阳 死亡 但这仅仅是主道文 构筑出的领域 还有次道文也在发光 各种各样的道 很难分辨清楚 就如同流星对轰一样 声音震天 火花飞剑 这是法力的对轰 也是领域的对抗 两人都超级强大 搏杀技能超级厉害 各种神通一一施展 虚无神通 死亡神通 阴阳变幻 生死转换 让人叹为观止 任何一个拿出去 都是无敌的存在 也都是这个纪元的顶级天才 虽然不说能碾压一个时代 但却是这个时代最顶级的天才 厉害 张通暗暗地赞叹 继续目不转睛地看着 这样的大战 对他有巨大的好处 能让他得到启敌 砰砰砰 轰轰轰 两人继续大战 旋角分不出胜负 终于是用出了武器 一个是一把剑 一个是一把镰刀 都是很厉害的天宝 杀得更加的疯狂 又大战了几百个回合 终于分出了胜负 虚九天凭借着恐怖的虚无神通 硬挨了对方三连刀 反击一剑 就洞穿了严长的心脏 又反手一剑 斩断了对方的头颅 我说了 严长再一次具现出来 满脸的郁闷 分出胜负的关键是什么 古天却询问带过来的众多弟子 是因为虚九天的防御能力超强 挨三刀也没遭受重创 可见防御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秋月公主说 我看是虚无神通 胜过阴阳杀戮等等神通 因为能降低伤害 也有弟子补充说 龙通 你有什么看法 古天却问 虚九天的防御更强 领域也更强 延长的攻击虽然很恐怖 甚至胜过虚九天 但还是打不过虚九天 可见防御胜过攻击 先立于不败之地 才有取得胜利的可能 张通沉吟着说 不错不错 防御比攻击重要 所以 练体是超级天才最重要的修炼方式 也是不可或缺的方式 古天却说 而练体 可不仅仅是说练躯体 还包括练元神 元神和身躯一样 若有超强的防御能力 保命能力也就提升很多 比赛继续 第二队选手 力神殿的向其天 对战五星门的甲后 大战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结束了 向其天取得了胜利 也就是轰击了三拳 一拳打飞了甲后的天宝 第二拳打爆了甲后的五星盔甲 第三拳打爆了甲后 简直就如同摧枯拉朽 这一次 你们有什么起跌 古天却严肃地问 攻击强于防御 秋月公主弱弱地说 因为这和第一队天才比赛 得出的起敌完全相反 向其天完全没有防御 就是疯狂攻击 一拳轰出 覆盖天地 遮挡一切 让你连躲避都做不到 对于他而言 根本就没有防御一说 万古流年 你呢 有什么起跌 古天却问 还是防御强于攻击 甲后就是因为防御不够 所以就被打败 万古流年说 向蛮力若是遇到速度型的天才 也要承受攻击 若防御不住 必败无疑 对 古天却赞赏道 攻击再强 虽然能无敌 但若是遭受暗袭 也就必然悲剧 我们这样的超级天才 生命无比的漫长 一生之中会遇到无数的强敌 若没有防御 是活不长的 原来如此 是我想错了 秋月公主摸着额头 有点尴尬 张通却是连连点头 对古天却的总结是无比的赞同 攻击只能让自己无敌 不能让自己不死 防御却不一样 能让自己度过一次次的危机 就比如神医 那一次被自己遇见攻击 他若是防御不强 也就必死无疑 因为他小看了张通 没做好防御的准备 靠的仅仅是躯体本身的防御 他的骨头肩不可摧 可以度过无数次死亡危机 比赛继续进行 很快轮到了万古流年 对上的是龙门的龙千寒 尽管万古流年擅长时空神通 是超级厉害的天才 但龙千寒却是六魄天才 空间和速度天赋 修炼出两层道纹 领域超级厉害 完全克制了万古流年的时空神通 所以大战了三分钟 万古流年就被打爆 一轮就被淘汰 但境界不如 这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万古流年也没气馁 继续观战 过了一会 终于轮到了张通 对手赫然是命运门的 超级天才龟洛 龟洛是龟族人 其实就是乌龟一族 算是强大的妖族 擅长推算 命运 你虽然非常天才 也非常强大 但我却是看到了 你悲催的未来 一上擂台 龟洛就放出了领域 两个眼睛 也是发出奇异的光芒 手指在弹明花一样的弹动 然后就叹息道 你看到了什么 张通很好奇 忍不住问 第608章 命运之河 我看到了黑色的火焰 你在火焰中化成了灰烬 龟洛叹息道 那应该是千年后的事情 命运神通如此神奇 竟然可以看到 别人的命运和未来 张通很惊讶 也很羡慕 若是自己也擅长命运神通 那或许可以避开很多的危险 忍不住问道 那你有没有办法破解 我可以试试 龟洛说 但你要付出代价 比如这一次比赛 你主动认输 若你成功的推算出办法 我认输又有何妨 张通微微一笑 这一次的宇宙天才大赛 自己固然想要取得好名次 得到那一叶残金 但得不到也无妨 因为收获本就足够大了 何况 将来还可以用神秘通道 去偷那一叶残金 因为十有八九 残金会被神意得到 这个不妥吧 我全力给你推算一条生路 不管成功性大不大 你都要认输才行 这样吧 你想要什么奖品 到时我帮你弄到 否则就你自己 还真就很难进入前五 我还想看众多宝库的功法 那我做主 让你关时空学院 和立神殿收集的功法 张通陈迎道 两个门派 当然收集了很多的功法 毕竟都是最顶级的门派 这对于龟洛的吸引力 还是很大的 因为他虽然强大 但最擅长的 还是命运之道 推算未来 改变未来 就是他的拿手好戏 但要说薄杀 还真是不擅长 进入前十都没希望 好 成交 龟洛的眼睛亮起 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 于是他就开始了推算 身躯一晃 就化成了一只巨大的乌龟 几百公里的直径 龟甲上密密麻麻 都是奇异的道文 龟甲开始放光 朦胧而又柔和 一条命运之河的虚影 出现在他的龟甲上 正在缓缓地流动 命运之河真的很特殊 浩瀚 诡异 白雾弥漫 能看到无数修饰在河上沉浮 淡淡的白光开始蔓延 从龟甲上 蔓延到了张通的身上 来我背上 宁神 与我一起 看你的未来 寻找一丝生机 龟洛鹤道 张通一步跨了上去 瞪大眼睛 全力往前面看去 龟洛回头两个眼睛 也是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如同探照灯一样的 照亮了命运之河的对岸 那是一千年后的未来 张通萌萌萌萌地看到 自己跋涉在一条 无比恐怖的路上 到处都是白骨 有红色的河流在路边流淌 那或许是血汇集而成 他躲过了无数的陷阱 渡过了无数的难关 最后就踏入了一栋 看上去平平无气的茅屋 然后飞升天结 就突然降临了 天结太过恐怖 他不得不使用了力量神通 才渡过了天结 飞升的结局 当然就不用说了 和修炼幻觉一模一样 而且更加的朦胧 不进入茅屋是深路 张通心念一动 看到的画面就变了 未来的他看到了茅屋 即使里面珠光宝气 他也是没有进入 绕过茅屋继续前行 前面出现了三个插路口 都白骨累累 他踏入了左边的小路 走了一段时间 就轰然崩溃 化成了白骨 左边是死路 张通暗暗嘀咕着 画面再次一遍 他走了中间那条路 但仅仅走了几十步 一把剑从高空斩下 把他斩成了两半 太突然了 太快了 根本就来不及阻挡和躲避 中间也是死路 张通的脸色变得难看 怎么也没想到 未来如此的艰难 画面再次一遍 张通看到自己 走上了右边那一条路 这一次走得比较远 但还是悲剧了 一把斧子 突然从高空斩下 这一次张通做了反应 瞬间消失 应该就是进入了 神秘通道之中了 也或许就是施展了 虚无神通 但还是没用 下一秒 他的尸体出现 头颅被斩下 血染大地 凄惨无比 怎么可能 三条路都是死路 张通目瞪口呆 难以置信 他还想做另外的尝试 但对岸的画面 快速的隐退了 彻底的消失了 龟甲也变得暗淡了 我已经尽力了 让你看到了四个结局 龟洛叹息道 虽然你没找到生路 但却是你自己的原因 怎么是我自己的原因 张通黑着脸说 一看你就是在偷渡 发现偷渡没成功 你就应该选择 正常的飞升天节 那或许就有生路 龟洛说 也对啊 我修炼幻觉中看到的画面 天知道 我是偷渡触发了天节 还是正常天节后 遇到的强敌 张通的眉头深深促起 若是我不偷渡 说不定就没事 这一次我不偷渡 张通问 报仇呢 龟洛喘息了几声 道 你想要什么 张通问 未来剑的修炼秘法 龟洛说 这和天赋有关 你修炼不出来的 张通善意地提醒 那你欠我一个人情 将来你必须还我 龟洛的脸上浮出了脚侠之色 而且 你必须制作一个承诺玉童俭 免得你将来不认账 成交 张通迟疑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 虽然看到了 对方脸上的脚侠 或许有什么算计 但并不担心 还一个对等的人情而已 也不算什么 于是龟洛再次施展神通 让张通看到了未来 这一次 真就是正常的飞升天节 很多的大佬都在观里 还是无比艰难 施展了力量神通才渡过 然后就进入了一道仙门 但仙门之后 竟然是无尽的虚空 恐怖的巨手 诡异的黑塔 黑色的火焰再次出现 张通化成了灰烬 还是死路一条 画面消失 龟甲暗淡 张通满脸的愤怒 龟洛深深的叹息 还是一条死路 而且是没有一点生机 看来你的敌人太过强大 是不会放过你的 那你尽快让我还人情 否则就作废了 张通尽管心中忧虑 但还是没绝望 还开起了玩笑 不急 不急 你给我玉通简就好了 龟洛笑道 你是不是还看到了什么 张通问 我的确比你看得多一些 但现在我也没想明白 所以我不知道如何说 龟洛说 若胡言乱语 那可能让你连一丝生机也没有了 因为天机不可泄露 第609章 满天迷雾 他们似乎没在意我们 难道我们神秘门竟然没能杀死 他夺取他的一切 这事有点古怪 神义和秘义都在暗暗嘀咕着 对于龟洛和张通交易 台下所有天才 外加裁判都看在眼中 没有认为是在作弊 也没阻止 毕竟 命运门这个门派是很特殊的 擅长推算 改命 对于别的门派都有天大的好处 他们往往都要求住到命运门 让他们推算一次 逆天改命 寻找生路什么的 而且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比如古天鹊和像蛮利 都找命运门推算过 但也如同张通一样 没能找到任何生路 所以才滞留在凡界 很快 张通和龟洛就下台了 当然 是龟洛主动认输了 根本就没比试 用龟洛的话说 就是他不喜欢打打杀杀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之外 才是他喜欢的 而他抽签 根据推算 当然可以抽到最好的签 和最弱的对手比试 但想要进入前十 还是很艰难的 所以 他才抽了个特殊的签 对手是张通 结果就获得了天大的好处 看两个门派的密集功法 还得到一个沉默 而张通之所以愿意付出代价 让对方推算 就是要看推算结果 和像蛮利的有什么不同 毕竟 他的天赋却是要好一些 战力也更恐怖一些 可惜 结果还是一样 没有任何生路 但张通认定 推算结果 对他还是有巨大的启迪的 偷渡路上 大有文章可做 走那三条岔路 左边的路 让人莫名其妙的崩溃 显然就是一条死路 但若是能找到克制的办法 未必就渡不过去 另外 中间和右边的路 天降恐怖的掀起攻击 自己竟然没施展出翻天印对抗 确实有点古怪 若能想明白这一点 用出翻天印对抗 或许就有不一样的结果 还有 自己有神秘通道 藏在通道之中 缓缓地渡过去 难道不行 难道还会触发杀截 难道 那样的地方 不管是翻天印 还是神秘通道 都没有用武之地 都失去了神通不成 或许 连我自己也失去了神通 所以才那么容易崩溃 和被杀死 龙通 你看到了什么未来 有没有找到生路 神一看死人一样的 看着张通 试探道 归落推算的时候 外人是看不到任何奥秘的 他仅仅就是根据张通的反应 推算张通看到的未来 和他神秘门无关 而他很好奇 因为无数年来 神秘门看上 然后准备收割的超级天才 就没一个能逃脱的 他不信张通能逃脱 或许 张通看到的死亡未来 是他们神秘门干的好事 但张通却是发现不了 莫名其妙地陨落 他没将之和神秘门联系起来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张通看着神秘满脸的讥笑 当他是傻子不成 对方想要收割他 甚至他遛破的时候 神秘就杀了过去 只是张通用神秘通道离开了而已 他怎么可能让对方打探出 任何关于他的秘密 呵呵 你就是不告诉我 我也能知道你的结局 神秘讥笑道 你招惹了天地 天地会弄死你 你甚至连仙界都抵达不了 咦 张通暗暗惊讶 神秘竟然说对了 自己还真就没去到仙界 路途之中就陨落了 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 我的死和神秘门有关 其实神秘门可以联系仙界 让仙界的弟子出手狙击我 那只巨手 其实是神秘门的弟子 或许还不是先帝 仅仅是一名厉害的仙人而已 但 像蛮力和张帆 又是怎么回事 为何又是同样的死法 像蛮力 或许还可以说 是和我一样 被神秘门看中 想要收割他 但张帆没那么牛逼啊 仅仅具备S级力量天赋 难道张帆将来也得到奇遇 被神秘门看中 要收割他 在这一刻 张通心念电传 想了很多很多 师父 门主 你们说神秘门可以联系到仙界吗 张通没在理会神医 而是走了开去 询问古天鹊和向蛮力 神秘门虽然可怕和牛逼 但绝对不可能联系到仙界 先反两格 信息不通 那是天道 古天鹊说 那神医为何会知道 我去不到仙界 张通促眉 这简单 因为神秘门要收割你 从古至今 都没人能逃掉 向蛮力提醒道 但你就是唯一的例外 他小看了你 我感觉没有这么简单 张通想起神医那邪恶的脸庞 陈鹰道 他明显是知道 我看到了死亡结局 和他们神秘门无关 因为我对他没表现出仇恨和忌惮 所以 我怀疑是神秘门在仙界的高手 在路途上袭击了我 我们对仙界一无所知 但仙界对我们凡界 却是知道的清清楚楚 神秘门只要让一个弟子 在你之前飞升仙界 就可以把消息带去仙界 派人截杀你 古天雀臣迎着说 有道理 张通和向蛮力的眼睛 都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他们似乎从满天的黑暗中 看到了一丝生机 以前的推测 可能是错的 仙界的立神殿还在 根本就没遇到强敌 只是神秘门在暗中袭击他们而已 让他们连仙界都去不到 当然 这仅仅是推测 是不是真的 还要验证 那黑色的巨手 对于他们而言 可以说是满天的迷雾 隐藏着重重隐秘 百思不得其解 不管是不是神秘门做的好事 也必须尽快地干掉神秘门 让他们没一个弟子 可以飞升去仙界 张通暗暗下定了决心 宁肯错杀 不能放过 神秘门这样的邪恶门派 早就该死了 何况 神秘门想要收割他 夺取他的一切 包括福育 自己将之灭掉 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 问题是能不能做到 比赛继续进行 越来越精彩 越来越神奇 很快 第一轮比赛就结束了 淘汰了25人 虚九天 象七天 龙茜 龙千寒 张通 神一 秘一 剑星河 真定天 何远 都幸运地晋级下一轮 值得一提的是 何远也是命运门的超级天才 他和龟洛 仅仅只具备了S级命运天赋不一样 他仅仅具备A级命运天赋 但还具备另外的S级天赋 赫然就是生命属性 所以 他推算一般 看不到张通更远的未来 只能看到张通比赛的未来 但战力却是很强 第610章 无形眼剑 第二轮比赛开始了 还是抽签 抽到同样的号码 就上去两两桌对大战 而这25个选手 都是无比恐怖的存在 尤其是神一 蜜一 仅仅一招就打爆了对手 无比的轻松 第一场比赛 竟然是剑星河 对上了向七天 一个剑道和杀戮之道 无比恐怖 一个力量 神通能摧毁一切 都是擅长攻击的恐怖存在 所有人都来了兴趣 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 剑星河非常忌惮 向七天 第一时间就施展出了 恐怖的星河剑 一条剑化成的星河 带着一股毁灭一切的气息 浩浩荡荡地展向向七天 雕虫小剑而已 向七天冷笑着连环出拳 得空轰击了过去 轰轰轰轰 星河崩溃 星剑化成积粉 他没有停顿 逆流而上 疯狂地轰击 把星河打成了积粉 显然 他的力量神通更加恐怖 能毁灭一切 这天赋也太好了 张通暗暗地赞叹 剑星河真是个很厉害的剑道天才 剑法一直在精进之中 轰轰轰 向大力的手中出现了一把斧子 疯狂地舞动着 化成了一个璀璨的光圈 把所有的剑都斩成了积粉 但剑还是源源不绝 而且越来越密集 越来越多 所以他仅仅坚持了十几个呼吸时间 就有剑突破了他的防御 从光圈中钻了进去 斩在他的身上 当就如同打铁 也如同敲钟 向大力的身上 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皮肤仿佛化成了钢铁 剑竟然斩不进去 精之道合力之道神通 所有人都暗暗地吃惊 也无比地羡慕 向大力竟然还具备精之道S级天赋 如今施展出来 让身躯都变成了钢铁 在力量神通的加持下 防御当然就无比地恐怖和厉害 我还以为你的剑很犀利 哪里知道也不过如此 向大力讥笑着 停止了舞动斧子 任凭无数的剑斩在他的身上 但最多也只能留下淡淡的痕迹 根本就伤害不到他 简直厉害至极 向大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剑星河虽然厉害 但输的可能性极大 未必 剑星河定然还创出了更厉害的剑法 有好戏看了 众人都来了兴趣 瞪大眼睛看热闹 同时也都在暗暗地私存 若是自己对上向大力 要如何才能打败他 哎 运气不好 竟然遇到了 你这样一个攻击和防御都很恐怖的对手 剑星河深深的叹气 我只能提前暴露底牌了 你要小心了 你尽管攻来 向大力大大咧咧 一点也不在乎 无形眼剑 给我杀 剑星河的身上 腾起了一股恐怖至极的气势 施展了一个特殊的剑决 这不可能 向蛮力突然就发出了恐惧的声音 因为他发现 自己的两个眼睛之中 突兀地出现了两把犀利的剑 带着滔天的杀机 展向眼球深处 啊 他体内的道文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但还是抵挡不住 眼球爆裂 两把剑杀进了他的脑海深处 把他的脑子斩得稀巴烂 他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塌下来 两个元神腾空而起 手里拿着斧子 疯狂地展向剑星河 剑星河急速躲避 再次施展了恐怖的无形眼剑 向蛆天的两个元神的眼珠子 同时爆裂 然后脑袋也轰然破碎 化成了积分 下一秒 两个元神再次剧现出来 但没攻击了 而是颓丧道 我输了 你的无形眼剑真是很厉害 也很神奇 恭喜你创出如此神奇的剑技 承让 剑星河微微一笑 跳下了擂台 到底是怎么说的 等向齐天下了擂台 想蛮力疑惑地问 张通等人也把耳朵高高地树立起来 因为他们到目前也没看明白 无形眼剑的奥秘 就是他剧现了两把剑 在我的眼睛之中 威力非常的恐怖 从内部攻破我的防御 向齐天解释道 好厉害 张通暗暗地赞叹 无形眼剑真的不可思议 还真能出其不意地干掉强敌 若是自己对上他 要如何才能破解 星河 无形眼剑 是你最新创出来的剑技吗 张通还去请教剑星河 哈哈 还真就是我新创出来的 而且是从你的未来剑得到的启迪 剑星河大笑 有点得意 因为这种剑技是真的牛逼 甚至可以说不亚于张通 那稳定的未来剑 敌人根本就防御不住 因为直接距现在敌人的眼睛之中 从内部攻击敌人 这种剑法若我能学会 那就牛逼了 张通暗暗地赞叹 同时佩服地说 你真是太牛逼了 创出了如此神奇的剑技 你看 你的无形眼剑 我能学会吗 他心中血量 未来剑的威力 当然要远远胜过 剑星河剧献出来的剑 因为那仅仅就是一道剑意而已 若能把未来剑 剧献在敌人的眼睛之中 从内部攻击敌人 那即使是神医 估计也要悲剧 那我问你 你的未来剑 我能学会吗 剑星河坏笑着反问 不如等大赛结束之后 我们找个时间 互相传授 张通说 他感觉自己 也有很好的剑到天赋 或许可以学会无形眼剑 那就多出一张厉害的底牌 好 剑星河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稳定的未来剑 那是无比牛逼的 当然不会压于他的五形眼剑 互相传授 都能变得更加强大 比赛继续进行 非常的精彩 各种神通层出不穷 让人大开眼界 终于轮到了张通 对手监视龙族的龙剑 那得一直看不起张通的超级天才 龙通 虽然你遛破了 天赋也很不错 但对上我 你还是必败无疑 一跳上擂台 龙剑就轻蔑地说 那是一点也不把张通放在眼中 显然 他的天赋也超好 战力也无比恐怖 第611章 狠狠打脸 你就别废话了 手底下见真张马 张通有点看不惯龙剑 但想到和他无冤无仇 加上自己还修炼成了龙 和他算是同族 也就忍下了这口气 若能改变命运 去到先界 自己或许还要去投奔龙族呢 当然 更大的可能 还是去投奔古天鹊 因为古天鹊是先帝了 只不过 很快就要被黑影干掉 根据以往的经验 自己大概能成长到先君的境界 而且是比古天鹊先被黑影干掉 虽然自己已经改变了这个命运 就因为服用了子铜仙果 逃过了一劫 估计不是黑影 亲自动手干掉他的 而是他的属下 但投奔古天鹊 还是很有风险的 所以 现在说不清楚 将来去先界的变化 何况 能不能去到先界 都是个天大的问题 到底是因为 自己修炼了力量宝典 让你见识一下我创出的战绩 宇宙龙找手 龙倩傲然喝道 他的身躯一晃 就变成了一条五爪金龙 就如同是黄金所打造 金灿灿地 没有任何的杂质 威压如海 气势滔天 他腾空而起 犀利的龙爪 对着张通狠狠地抓去 伴随着浓郁的白雾 诡异的龙吟 龙爪连环 神出鬼没 从四面八方而来 似乎是虚假 似乎是真实 让人难以分辨清楚 张通的身上 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众多的领域叠加 他的气势暴涨 满脸的冷力 迎了上去 施展拳脚和支大站在一起 砰砰砰 互相轰击的声音连续不断 时间空间虚无力量雷霆火焰 力量防御空间速度 经雷霆杀伐水 众多道的规则 在碰撞在湮面 杀的那是难分难解 一时之间分不出胜负 两人也都中招了 龙倩的脑袋挨了几拳 张通也挨了几笼爪 但他们都防御能力都很恐怖 都没遭受重创 仅仅是小伤 防御这么强 两人都很忌惮 这是遇到了对手了 龙倩特别的愤怒 本来以为可以碾压龙通 哪里知道 竟然还碾压不了 看来必须用出真正的底牌才行 你的龙着手也不过如此 还有什么底牌就用出来吧 张通淡淡的喝道 对于龙族他的了解还是不多 希望对方多施展一些 龙族的神通和绝招 而龙着手是真的不错 比他施展起来要厉害很多 真能撕裂一切 杀 龙倩的手中出现了一把巨斧 散发出冰寒的气息 他一闪而至 手中的斧子狠狠斩向张通的脖子 滚 张通的手中出现了寒冰剑 一剑斩在斧子上 把这必杀的一斧格挡了开去 但下一秒 张通的脸色大变 因为这一斧的后面又出现了一斧 太过诡秘和突兀 看上去就是这幅的影子 张通来不及格挡 只能急速地后退 但还是被斧子斩中了脖子 当一声巨响 张通硬生化成了满天的黑雾 人隐藏在了黑雾之中 但这一击张通是真的吃亏了 而龙倩这一斧 还真是很神奇 一斧展出还有影子 而且无比的犀利 能攻破张通的防御 这到底是神通 还是这斧子的特殊功用 龙通你也不过如此 连我一斧都抵挡不住 龙倩轻蔑的大笑 看上去很是得意 这是你得到的天宝 很有特色吗 张通那淡淡的声音 从黑雾中响起 他名叫隐杀 你败在他的手中 是你的荣幸 龙倩傲然喝道 果然不是神通 而是天宝的功用 敢和我的斩仙闸刀对轰吗 张通冷笑 斩仙闸刀从他的原神空间飞出 绽放出万丈光芒 有何不敢 龙倩狠狠一斧 斩在斩仙闸刀上 当斩仙闸刀倒飞而回 但斧子也是脱手飞到半空 龙倩也是连续后退了十几步 他脸上的惊讶之色 一闪而逝 淡淡的说 你这个天宝也不错 但有很大的缺陷 只要不和他硬碰硬 就丝毫不拒 刚才他都感觉到了麻痹的侵袭 是通过引杀传来的 加上以前看张通施展过 当然知道了斩仙闸刀的缺点 但你能避开吗 张通冷笑 未来见闪电般飞出 和斩仙闸刀融合在一起 瞬间斩仙闸刀就彻底的隐身了 仿佛从来都不存在一样 下一秒 龙倩的龙尾就挨了重重一击 然后就断裂开来 龙倩气急败坏 愤怒如狂 他的手中忧的出现了一个怪异的宝物 赫然就是一枚袖斑斑的铁钉 看上去平平无奇 龙通 你还是认输得好 否则 我不敢保证你能逃的一面 龙倩杀气腾腾的警告道 虽然断了龙尾 但对他而言不是太严重 他还能大战 虽然知道张通刚才手下留情了 否则断了的就是他的脖子 你那是什么宝物 不像是天宝 张通暗暗的忌惮 嘴里却是好奇的问 六破其物 杀敌至宝 龙倩傲然喝道 你尽管用出 我不怕 张通还是毫不畏惧 若就这么认输 那就成了天大的笑话 甚至会成为自己的心魔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拼一次 那你死了不要怨我 龙倩也不可能认输 他也想进前五 他非常想要得到某个奖品 别啰嗦了 来吧 张通冷笑 若龙倩真能杀他 自己的修炼幻觉中就会有体现 但实际上没有 所以即使这个秀极斑斑的铁钉 或许很恐怖 但未必能奈何他 灭神钉 去 龙倩也不耽搁 大喊一声 手中的钉子就报事而出 化成了一道流光 带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划过奇异无比的弧线 设想张通 第612章 凶物认竹 张通体内的两层道纹放光 领域叠加而出 虚无规则也是弥漫天地 时间和空间规则也是层层叠叠 要阻挡铁钉靠近 他对这诡异的铁钉 还是很有戒心的 毕竟是六魄奇物 基本上都是无敌的 昔日古天雀 仅仅得到一片叶子 用之杀敌 无人可以抵挡 无不如同秋天的树叶枯萎下来 被轻松地击败 铁钉可能比树叶还要恐怖 否则 龙倩不可能如此骄傲和自信 so 但灭神钉太诡异了 瞬间射入领域 洞穿一切规则的阻挡 笔直的射向张通 张通毛骨悚然 暴退 但灭神钉速度更快 眨眼就来到了他的面前 射入了他的脑袋 哄 一声巨响 张通的身躯爆炸开来 两个元神想要逃脱 但竟然来不及 这灭神钉瞬间洞穿了脑袋 哄哄 两个元神也瞬间爆炸开来 化成了积粉 是真的被杀死了 连虚无神通都起不到作用 化虚圣法也根本启动不了 被灭神钉克制 这到底是什么凶物 怎么如此恐怖 所有的超级天才都大吃一惊 连神医的脸上 都浮出了忌惮之色 他们可是知道 张通有多么的强大和天才 但竟然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就被灭杀 下一秒 张通再次具现出来 想要躲进神秘通道 但灭神定到飞而回 又洞穿了他的身躯和元神 张通的身躯和元神再次崩溃 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认输 住手 古天鹊恐惧地大喊 不好意思 这凶物我也控制不住 出手就会全力一击 不消耗完能量 是不会停止的 龙倩双手一摊 先前我可是警告过他了 不认输就死 而他选择了死亡 什么 你自己竟然控制不住他 古天鹊大惊失色 所有的超级天才 也都目瞪口呆 这样的凶物 看来是无比恐怖的宝物 龙倩虽然能得到 但还没能彻底的收服 估计是力有不歹 张通再一次具现出来 但灭神钉再次洞穿了他 让他再次崩溃 简直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时间 是一定要把他杀死 请大家出手 阻挡他 古天鹊哀求道 他心中血量 只要杀死张通六次 张通也就必死无疑 杀杀 还真有一些超级天才出手了 杀尽了结界 施展各种神通和法宝 轰击灭神钉 但丝毫无用 灭神钉就锁定了张通 无视了任何的攻击和法宝 他化成了虚无 根本就攻击不到 他无比冷血的 第四次杀死了张通 然后是第五次 第六次 完了 龙通彻底陨落了 几乎所有的超级天才都在叹息 唯有命运门两个超级天才 若无其事 丝毫不慌 下一秒 张通再次聚现出来 第七次 其实张通自己也有点慌 这是什么鬼东西 怎么如此恐怖 自己连逃进神秘通道之中都来不及 自己这么多恐怖的神通都无用 厉害厉害 龙通竟然能聚现七次 但愿灭神钉的能量用完啊 否则 龙通还是要死 能七次聚现的超级天才 绝对是六婆中的佼佼者 没想到 龙通如此厉害 可惜遇到了灭神钉 众多超级天才都在叹息 So 灭神钉还是能量充沛 一如既往的犀利和快速 轻松绕过了秋月公主 张帆 古天雀 像蛮力等人的拦截 再一次冻穿了张通的脑袋 让张通和元神第七次崩溃 而张通又再次聚现了出来 第八次了 神秘通道 救命啊 张通感觉到了浓浓的死亡危机 一句献出来 就在心中恐惧的大喊 但神秘通道没有出现 然后灭神钉就要把他的脑袋冻穿了 轰的一声 他的身躯和元神再次化成了积分 一定死了 可惜了 也参与了拦截的龙族族长龙盘 垂胸顿足 本以为龙通的天赋不如龙茜 但现在看来是要超越啊 结果竟然被龙茜的灭神定杀死了 都八次聚现了 也都被杀死了 而他还从来没听说过 有人能九次聚现 龙通 古天雀 张帆 秋月公主 万古流年 像蛮力也都发出了伤心欲绝的大喊 怎么也没想到 如此天才的张通 竟然隐落在擂台上 被龙族的天才杀死 太悲哀了 但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张通再一次聚现出来 但看上去满脸的疲惫 显然已经到了极限 翻天雲 却 张通刚一聚现 就下令道 既然神秘通道不出手 当然希望翻天雲能对付灭神钉 可惜 翻天雲也没有任何动静 还是傻乎乎 地藏在张通的原神空间 似乎没听到张通的求助 也可能是灭神钉太过恐怖 让翻天雲和神秘通道 都不敢出手 难道 我真要陨落在这里 在这一刻 张通都绝望了 so 但灭神钉可没有任何客气 再次无视任何攻击 避开任何拦截的大佬 射入了张通的脑袋 天哪 九次巨线的恐怖天才 我竟然见到了 但马上就要彻底的陨落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灭神钉 这么恐怖的凶物 所有的大佬都在感叹和惋惜 连神意都很郁闷 龙通可是他看中的 是最好的收割对象 但竟然马上就陨落了 看来只能收个龙茜了 这灭神钉不错 一定要想办法得到 我怎么有点后悔 龙茜也满脸复杂表情 原来以为是个天赋 亚于自己的同族 但没想到 要比自己还要天才很多 自己只能七次巨线 但龙通却是可以九次 但却是被自己的灭神钉杀死了 哎 只能怪这凶物太过恐怖了 自己都没办法练化他 只能稍稍地控制一下 只能眼睁睁地看他杀死龙通 一定要想办法彻底练化他 那才能收放自如 我命休矣 张通恐惧至极 无比的绝望和悲哀 这么陨落太不甘心了 但下一秒 他却是愣住了 因为自己没有崩溃 原神也安然无恙 那灭神钉竟然出现在他的原神空间 落在第三朵向日葵上 铁锈在微微发光 天啊 难道他弃暗投明 任我为主了 张通目瞪口呆 满脸狂喜和激动 第613章 龙茜求饶 怎么回事 灭神钉攻击了龙通 怎么这次没有崩溃 古怪 灭神钉射入龙通的体内 怎么就没任何动静了呢 难道灭神钉 被龙通禁锢在体内了 若是这样的话 那龙通就牛逼了呀 众多看热闹的超级天才 都无比地震惊和疑惑 傻乎乎的看着张通 期待能有新的变化发生 龙通 你没事吧 秋月公主满脸担心的问 没事 你们下去 比赛还没结束呢 张通柔声说完 一挥手 秋月公主就被送下了擂台 秋月公主是最弱小的 他就是来看宇宙大赛 没自个参加 在擂台上 一个不吼 就会误伤他 灭神钉 出来 龙茜却是感觉到情况不妙了 因为他就没能练花过灭神钉 但因为是他从修炼幻觉之中捞取过来 所以也能操控灭神钉攻击敌人 但他并不是灭神钉的主人 最多也就是临时主人了 若灭神钉被龙通禁锢夺取 那他就真的失去灭神钉了 但没有任何的回忆 灭神钉再没出来 还是美滋滋的躺在那第三朵特殊的向日葵上 似乎真的是改换门庭了 灭神钉 出来 张通也尝试着探出手 声音响起在自己的原神空间 So 灭神钉从原神空间飞了出来 绕着张通飞了一圈 然后就乖乖的落在了张通的掌心之中 天哪 灭神钉这是被龙通练化了 成了他的宝物 这也太神奇了 灭神钉在大战之中换了主人 其实这很正常 龙茜并没能练花灭神钉 因为灭神钉太强大太高傲 龙茜不配做他的主人 而龙通却不一样 六S级超级天才 而且他的原神能九次具现 他就是灭神钉期待的主人 我明白了 灭神钉打爆了龙通九次 其实就是选择主人的一种方式 若能再次具现出来 就有资格做灭神钉的主人 众多超级天才都惊呼出声 有人的脸上满是羡慕和妒忌 因为灭神钉太强大 太恐怖了 绝对是超级可怕的凶物 即使去了仙界 也可能算是很牛逼的法宝 绝对可以伤害到很厉害的仙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龙茜却是不敢置信的大喊 灭神钉是我的 谁也夺不走 然后他就焦急的大喊 灭神钉快回来 但灭神钉里都不理他 而且是化成了一道白光 回到了张通的原神空间 是真的赖上张通了 张通这一下也是终于确定了 灭神钉真的任他为主了 就如同好天静一样 从此自己又多出了一张厉害的底牌 保命能力又得到了提升 还给我 马上还给我 否则死 龙茜却是彻底疯狂了 爪子中出现了一把巨斧 闪电一般的扑了过去 对张通发起了狂风咒语一样的攻击 他打得好算盘 只要及时杀了龙通 灭神钉还是会回到他的手中 而刚才灭神钉杀了龙通九次 已经消耗了绝大部分能量 是很难短时间发出恐怖一击的 龙通也绝对抵挡不住他的攻击 因为九次巨线也消耗带进龙通的全部法力 呵呵 你还想杀我 张通发出了冰寒的冷笑 这种选择主人的方式 若是后者 那神秘通道就牛逼了 无数斧子斩在张通的身上 但却是如同虚无 轻松的斩了过去 没能碰到实物 但张通还是好端端地站在那里 也就是说 神秘通道让张通化成了虚无 但又让人能看到张通 但没人能发现神秘通道的存在 这个宝物 简直就神奇的不可思议 杀杀杀 龙茜当然不会放弃 还在继续疯狂地攻击 他相信 即使这是虚无神通的体现 但也定然坚持不了多久 去 而就是这么一耽搁 张通也就恢复了一丝法力 心念一动 未来剑就和寒冰剑融合在一起 飞出了元神空间 狠狠斩在龙茜的脖子上 咔嚓 脖子断裂 巨大的龙头坠落下来 两个元神腾空而起 各自手里拿着斧子 继续疯狂地攻击张通 可惜脖子一痛 两个元神的脖子都被斩断 脑袋坠落下来 然后身躯和元神就轰然崩溃 他也被张通杀死了一次 但下一秒 他再次巨线了出来 咔嚓 断裂的声音响起 他再次被无影无形的寒冰剑 斩断了脖子 然后元神也被斩爆 丝毫也没有抵抗能力 不是他不强 是如今的张通太强了 六魄之后 他强大了很多很多 他能九次巨线 就说明要比别的超级天才的法力 雄浑得多 龙茜的防御能力 其实很强 但终究还是抵挡不住 好厉害的未来剑 真是太神奇了 这未来剑的威劣 也太恐怖了吧 竟然能轻松斩杀龙茜 众多的超级天才 都在惊呼和羡慕 如今的龙通 不仅仅有神奇的未来剑 还有着恐怖的凶物 灭神钉 那即使是神医队上张通 也未必有取胜的把握 尤其是剑星河 那是满脸的兴奋和激动 心中是无比的期待 因为比赛之后 他可以和龙通交换修炼秘法 无形眼剑换稳定的未来剑 绝对是双赢 他们两个都可以多出一张 很厉害的底牌 一次又一次的被斩爆 先后七次 第七次剧现出来 龙茜发出了恐惧的大喊 我认输 若第八次被杀死 那他就彻底的陨落了 再也不能复活了 手下留情 龙盘也紧张的飞上了擂台 挡在龙茜面前 龙通 你也是我龙族人 还请不要自相残杀 先前他也不是要故意杀你 是没能炼华灭神钉 所以灭神钉才改为任你为主了 看在组长的面子上 就饶你一命 张通冷哼一声 他对龙茜丝毫也没有好感 那混蛋是真的想杀他 第一次可能不是故意 但第二次却是故意的 想杀死他夺回灭神钉 第614章 神秘蝴蝶 我错了 还请把灭神钉还给我 龙茜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你还想要灭神钉 张通杀气腾腾 杀鸡滔天 自己差点死在灭神钉的攻击下 对方还想要灭神钉 那是我六破的时候 从修炼幻觉中捞取到的 本就属于我 龙茜愤怒的说 组长你怎么说 张通看着龙茜 冷冷的问 这个还请你还毁灭神钉 组长龙茜有点尴尬 但还是选择站在龙茜那一边 保温有得者得知 如今灭神钉任我为主了 他就属于我 而且这是我用九次死亡换来的 有本事就来杀我 但要做好死亡的准备 张通的脸色变得冰寒 现在他算是看明白了 龙茜才是龙族最看重的超级天才 自己虽然也算是龙族 但却不是龙门弟子 龙门当然不会将他和龙茜相提并论 自己想要交好龙门 尤其是仙界的龙门 就是一厢情愿 关键时刻 龙门可不会庇护他 而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他 既然如此 就没必要指望了 人啊 还是要靠自己 而实际上 自己也并不是真正的龙族 而是人修炼成的 所以 他也不怎么在乎 他也不等两人的回答 跳下了擂台 而这一次比试 当然是张通取得了胜利 虽然先前古天鹊代替张通认输 但没能阻止灭神钉的攻击 所以 认输也就无效 现在张通翻盘 差点灭杀了龙茜 才算是比赛的结果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弄死你的 龙茜咬牙切齿 眼眸中满是怨毒 龙盘的脸色也变得漆黑 心中很是不满 龙通修炼出了稳定的未来剑 威力不亚于灭神钉 再拥有灭神钉 就是浪费 看来 龙通天生反骨 就是个白眼狼 是龙族的败脸 若有机会 要想办法清理门户 夺回灭神钉 哎 这一次 你是彻底的得罪龙门了 今后的麻烦不会少 等张通一下来 古天鹊就叹息着说 我还怕他们不成 张通没有任何畏惧 自己伪造成的身份 非常有用 没人知道他就是张通 都以为他 也是真正的龙族 既然如此 敌人想要报复 他的家人都做不到 只能来找他 救他的实力 难道还怕龙茜不成 若龙门敢于出手 那他也能狠狠地报复 也只能面对了 我们时空学院 也不是吃素的 古天鹊杀气腾腾地说 但他的心中 其实很忧虑 因为张通不仅仅得罪了龙族 还成了神秘门这个纪元 要收割的目标 神秘门可比龙门 要强大和可怕太多 你被灭神钉攻击的时候 怎么不用稳定的 未来剑反击 古天鹊又疑惑地问 不是不想反击 是来不及 灭神钉的攻击太快了 张通心有余悸 使我小看了六魄凶物 对了 灭神钉和你 曾经得到的树叶一比 哪个更加的恐怖和厉害 各有千秋 古天鹊说 我那片树叶取名为黄昏 攻击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杀气 也没有任何的气势 无声无息 人畜无害 让人难以防备 然后就枯萎成了灰烬 灭神钉却是杀气腾腾 一击致命 让人连反应的时间也没有 所以 若是对上不了解我们底细的人 黄昏和灭神钉都能干掉敌人 但若是被敌人知道了底细 那敌人或许有办法破解黄昏 即使不能 也有一定的机会逃走 灭神钉的攻击很难破解 敌人也逃不掉 所以 还是灭神钉要厉害一丝 但若是灭神钉对上黄昏 可能就是两个主人都变成尸体 两个凶物却是能安然无恙 难道灭神钉还攻不破一片树叶 张通疑惑地问 这很难说的 没对抗过 就不能断言 枯萎神通也很恐怖 能让敌人瞬间虚弱 古天却说 但毋庸置疑 灭神钉是六魄凶物中的佼佼者 你能得到一个 算是天大的福育 我的运气不错 张通也是满脸的笑容 自己六魄的时候 没能捞取到宝物 但没想到 现在却是意外得到了一个 不过 这灭神钉虽然厉害 但估计 是干不过那三只怪兽 或者斧子 那才是最最恐怖的凶物 自己不要说捞取回来 连未来元神都被干掉在那里 很快 这一轮的比赛就结束了 十三人脱颖而出 神医 密医 剑星河 河远 须九天 龙千寒 龙通 真定天 河远 杨定天 这一轮 张通对上的是宇宙法院的杨定天 由于中间休息了几个小时 张通也基本上恢复了过来 龙通 你会用出灭神钉吗 擂台上杨定天满脸的忌惮 就怕灭神钉失控 要杀他九次 那他可去陷不了九次 彻底陨落 也就成为必然 灭神钉虽然凶残 但还没有充满能量 我不会用它 你就放心吧 张通说 他已经研究过灭神钉了 他也没办法练花 不过 灭神钉却是很听他的指挥 能得心应手 但没试过用之杀敌 就不知道攻击的时候 能不能悬崖了马 所以 他不想把之用在比赛中 至于充能 还真是没充满 他吸收的是 天地之中的神秘能量 不是灵气 似乎是负面的黑暗的能量 那就好 杨定天长出一口气 我是真的有点怕灭神钉 因为我没把握抵挡 我也很遗憾 没在六魄的时候 捞取到特殊的宝物 那你的修炼幻觉中 出现了什么宝物 张通很是好奇 忍不住问道 这是很隐秘的事 对方未必愿意回答 白雾飘渺的天地 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杨定天满脸的遗憾 看上去娇小玲珑 但恐怖至极 翅膀一扇 天崩地裂 空间崩塌 我连捞取都不敢 为他看一眼 我的元神直接崩溃了 然后幻觉就消失了 这么恐怖的蝴蝶 张通很震惊 原来也有人和自己一样 遇到了超级恐怖的凶物 别说捞取了 连看一眼都被干掉了 也幸好杨定天是六魄大佬 能多次剧险 才没陨落 而自己却是太傻了 让未来元神杀去了凶物附近 结果被斧子干掉了 未来太元神虽然牛逼 但对上那样的凶物 还是没任何用处 看来混沌初开 太古时代 凶物太多 第615章 恐怖的宇宙法院 擂台上张通和杨定天相对而立 互相对峙 宇宙法院审判台上 杨定天的身上 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尤其是背上 光芒更是明亮 仔细看 可以发现 他的背上出现了一幅图画 赫然就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宇宙法院 光芒交织 宇宙法院瞬间扩张 化成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物 把两人都拥罩在其中 其实张通想要逃出去 但没有成功 宇宙法院太诡异了 似乎无处不在 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 都还是宇宙法院的范围 所以张通也没逃了 坦然面对 宇宙法院那可是一个超级恐怖的门派 擅长审判神通 他们的弟子 都会修炼出一个神奇的宝物 那就是宇宙法院 那是一幅图画 也是一种领域 平日里就要努力地领悟审判之道 吸收道运 在背上生成道文 而道文却是构筑成了宇宙法院的图案 一旦遇到强敌 他们就会用出宇宙法院 让你逃无可逃 只要你在这个宇宙之中 就逃不掉 因为宇宙法院是和宇宙重合的 笼罩着你 当然 这仅仅就是一种特殊的神通 名叫天道审判 天要审判你 你如何逃 在比赛之中 杨顶天已经多次施展了宇宙法院 审判了多个对手 轻松地取得了胜利 张通也对这种神通很好奇 想要亲自体验一番 如今却是体验到了 他就站在法院之中的审判台上 而杨顶天 却是坐在法院的审判厅的法院以上 手里拿着一支判官笔 身上流露出滔天的威压 和恐怖的气势 满脸的严肃 而在厅中两边 还站立了一排傀儡 全副武装 他们是负责行刑的 下面何人 杨顶天气势 滔天地何道 也就是说审判开始了 宇宙法院是真的恐怖和神气 就是不知道龙通能不能对抗 若不能 那可能只有神意能对抗了 审判之道 恐怖如斯 当时我想要反抗 但竟然直接被镇压了 我看即使是龙通 也很难抗衡 代表天地审判你 你要能怎么办 人不可能和天地对抗 众多的超级天才都在嘀咕着 秋月公主 古天雀 张帆等人都在紧张地关注着 他们当然希望 张通能进入前十 甚至前五 那张通就可以阅读 众多宝库的功法 还能得到特殊的奖品 张通若能变得更强大一丝 改变未来的可能性 也就大一丝 力量破万法 张通当然不可能 乖乖地接受审判 怎么也要反抗试试看 他的手中出现了寒冰剑 身上的力量到 闻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他的身躯也瞬间暴涨千万丈 变成了一个无比恐怖的巨人 但宇宙法院也在同步变大 还是笼罩着张通 而张通也是不管不顾 狠狠一抚隔空 展向杨炳天 好胆 竟然敢包地抗法 杨炳天勃然大怒 左手拿着金塘木 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给我镇压 随着砰的声音响起 宇宙法院墙壁上 地板上无数的道文 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诡异的法则 张通怒吼 体内的两层道文 都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属于张通的领域 重叠而出 时间空间 雷霆火焰力量 虚无等等规则弥漫 交织 构筑成了一个特殊的天地 前面无种法则 在攻击审判法则 虚无法则 却是在削弱审判法则 很快 他就站直了 再次傲然挺立 仿佛一个桀骜不逊的魔神 举着斧子 一步步地走向杨炳天 既然展不出去 就走过去攻击 而他也是暗暗地站赞叹 杨定天是真的牛逼 把宇宙法院修炼到 如此完美和凶残的地步 自己这么多的法则一起对抗 竟然才堪 堪占据一丝上风 呵呵 杨定天发出了冰寒的冷笑 他体内的三层道文 也是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无数的法则蜂拥而出 涌入了宇宙法院之中 宇宙法院再次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镇压的威力 也是瞬间暴涨 张通感觉到了恐怖的阻力 举步维艰 汗如雨下 杨定天多修炼出一层道文 果然牛逼啊 自己有点抵挡不住 看来杨定天的天赋也超级好 可能也有好几种S级天赋 元神融合 张通在心中大喊一声 他的两个元神就融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稳定的未来太元神 在元神空间傲然处理 在第三朵向日葵上的灭神钉 竟然好奇地飞了起来 绕着张通飞了一圈 然后就落在了元神的手掌心中 未来太元神也是一步跨出 就落在了第三朵向日葵上 只要在这上面 未来太元神就会更加的稳定 元神体内的两层道文 也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瞬间张通的身躯再次暴涨了一倍 法力也是暴涨了一倍 他如同一个无比恐怖的魔神 无可阻挡 扛着未来剑一步步快速地走向阳顶天 龙通施展了最后的底牌 融合了两个元神 但最多只有一击之力 很快就会分开 好奇怪啊 龙通怎么不施展稳定的未来剑 难道被镇压了 施展不出来 众多超级天才都目光灼灼 好奇地看着 有人还嘴里喃喃 他们都很厉害 把交战的双方施展的神通看 得是明明白白 你能融合 难道我不能融合吗 杨定天满脸的傲然之色 自己遛魄之后都五十多年了 修炼出三层道文 怎么可能还干不过龙通 他心念一动 两个元神也瞬间融合在一起 宇宙法院的镇压威力 再次暴涨了近一倍 再次镇压了张通 让张通难以快速靠近杨定天 杀 张通却是没有放弃 怒吼连连 举起寒冰剑 疯狂地劈砍 法力一波波轰出 天崩地裂 威力无穷 这么凶残 杨定天心中有点发毛了 他全力的镇压 但仅仅对抗了一会儿 他的未来太原神就不稳定了 很快就又分离了开去 镇压威力暴跌 张通趁机快速冲了过去 手中的寒冰剑 狠狠地展向杨定天的脖子 第616章 神秘通道对天面 凶残恶屠隆通 咆哮法庭 暴力抗法 我判你死刑 立即执行 杨定天手中的判官笔一挥而救 一份判词就凭空产生 在空中闪烁着冰寒的光芒 不仅挡住了张通那恐怖的一剑 而且还带着莫大的威力 狠狠碾压向张通 张通有点抵挡不住 蹬蹬蹬地后退 更不可思议的是 这些字体突然就变成了锁链和手铐 一下子就锁住了张通 双手双脚都被锁住 两边的傀儡所化的刀斧手 一拥而上 把张通摁在地上 一个刽子手高高的举起斧子 狠狠一幅斩向张通的脖子 这一下的变故让人震撼 也让人眼花缭乱 前面几次比赛 杨定天根本就没用出审判笔 就把对手镇压了 直接就跪在下面 反抗不了 只能认输 现在张通用出了未来太原神 法力滔天 逼迫杨定天用出了最厉害的底牌 呵呵 张通发出了冷笑 真的牛逼啊 竟然可以对抗宇宙法院的审判 虚无神通虽然不凡 但也和审判神通在伯仲之间 而龙通仅仅修炼出两层道文 按照道理 他是挣脱不了的 看来是因为 他融合两个元神比较稳定 能坚持更长时间 法力才占据了上风 挣脱了开去 龙通不简单啊 不仅仅修炼出了稳定的未来剑 还对于融合两个元神有独到之处 能稳定这么久 众多的超级天才 满脸的惊讶 议论纷纷 龙通 你不会是我神秘门 这个纪元看中的超级天才 收割对象 你竟然还修炼出了 很稳定的未来太原神 真是不简单啊 但你的一切都属于我 神意满脸的邪恶 多少纪元了 没遇到如此优秀的收割对象了 秘义也满脸的贪婪之色 他们都知道 张通不简单 若收割成功 他们都可以获得巨大好处 甚至能让神秘门更加强大 龙通 你还是认输吧 否则 我用出最大底牌 你陨落的可能性极大 杨顶天却是轻轻的叹息了一声 满脸的遗憾 你也知道 我不想杀你这样的超级天才 你还有什么底牌 莫非也是六魄凶物 张通的脸色变得严肃 心中也是非常的忌惮 杨顶天如此强大 天赋当然是很出色的 绝对不会亚于融欠 所以十有八九 杨顶天也得到了六魄凶物 其实 我们宇宙法院一门 虽然能修炼出很厉害的宇宙法院 也能修炼出特殊的叛官笔 但我这一只叛官笔与众不同 是本门派的六魄宝物 除了写叛词之外 还能发出恐怖至极的攻击 不会亚于你的灭神钉 杨顶天傲然说 而你的灭神钉还没充好能 是对抗不了的 重要的是 我的叛官笔杀人只用一次 杀死的人很难再次具现出来 等于是天地直接灭杀 所以 我这叛官笔有个名字叫天灭 天哪 这么恐怖的叛官笔 天灭 听上去很可怕的样子 宇宙法院这个纪元牛逼了 竟然出了杨顶天这样的超级天才 竟然得到了天灭这样的六魄凶物 不亚于灭神钉 众多超级天才都很震撼 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知道天灭的恐怖 尼玛 灭神钉是我的 龙倩却是在心中怒吼 恨恨地瞪了杨顶天一眼 怪杨顶天说错话 你尽管施展 我死而无怨 张通毫不畏惧 若连杨顶天的杀招都抵挡不了 那还谈什么改变未来 逃过那恐怖的巨手的攻击 何况 过了那一关之后 自己大概率就能去到仙界了 很可能就会被那个恐怖的黑影盯上 以前服用了紫童仙果 提升了天赋 改变了命运 坟墓不见了 修炼幻觉消失了 但一直不稳定 没出现新的修炼幻觉 十有八九是自己因为天赋提升了 就来参加宇宙大赛 然后被神秘门盯上 根本就没机会去到仙界 当然就没有自己的仙目了 但若去到仙界 那仙目的幻觉可能再次出现 不过他也不是傻子 第一时间就进入了神秘通道之中 也就是说 用神秘通道来对抗天灭 既然你想死 我只能成全你 毕竟 我也想要进前十 甚至前五 我也想改变自己的未来死局 这世界上的任何修士都在争 争那一丝生机的机会 杨定天叹息道 众多超级天才都深深的叹息 他们虽然都是先帝之才 但他们的修炼幻觉之中 看到了结局 每几个能真的修炼到先帝 都中途夭折 他们也都想要改变既定的命运 他们也曾经改变过多次 但如今的修炼幻觉的结局 却是怎么也改变不了 或许 要去到仙界 才有一丝可能 来吧 我说过不怪你 张通理解的说 杨定天和龙谦不一样 光明磊落太多 若是他处于杨定天的位置 遇到如此强大的对手 没办法打败 当然也只能用出最恐怖的底牌 即使要杀死对方 也在所不惜 因为每一次的争 都有可能改变未来 若一次的退让 都可能导致未来改变不了 那你小心啊 杨定天满脸的遗憾之色 手中的判官 比天灭猛然投出 So 天灭化成了一道流光 眨眼就进入了那一团黑雾之中 然后光芒大胜 绕了几圈 似乎就确定了张通的藏身之处 狠狠地设在了神秘通道壁上 这是神秘的壁 也是无形的 别人感应不到 也看不到 只有张通能 天灭被挡住了 神秘通道的内壁开始凸起 似乎天灭要进入 但非常艰难 天灭的光芒再次大胜 一股恐怖的威压和气势 也是散发出来 似乎无可抵挡 神秘通道的内壁凸起越来越高 天灭一寸一寸地深入 好厉害 张通暗暗地忌惮 不愧是六魄凶物 攻击能力就是恐怖 连神秘通道也难以抵挡 不过 神秘通道最擅长的不是防御 而是连通遥远的空间和时间 但 现在怎么办呢 第617章 底牌进出 眼看天灭就要钻进神秘通道 张通也不耽搁了 星面一动 未来剑就和寒冰剑融合了 然后就无声无息地飞了出去 无声无息 无影无形 越过了宇宙法院的空间 狠狠地斩在杨定天的脖子上 咔嚓 杨定天体内的道文防御破碎 脖子也瞬间就断裂 斗大的头颅轰然坠落下来 两个元神腾空而起 手中都出现了宝剑 疯狂地舞动着 嘴里也是在怒吼 宇宙法院给我镇压 无数审判规则 再次弥漫空间 要镇压无影无形的寒冰剑 的确受到了影响 速度变慢了很多 但即使慢 也还是很快 就去到了元神的头顶 先后两剑 就把两个元神斩成了两半 轰然一声巨响 宇宙法院也崩溃了 化成了虚无 而几乎同时 那还在拼命攻击神秘通道的天灭 也停了下来 茫然不知所措 显然 杨定天早就炼坏了天灭 现在主人被斩杀 得不到指令 也就失去了指挥 而这就等于是釜底抽薪 张通没把握 能对抗天灭 这个恐怖的六魄凶物 所以选择干掉天灭的主人杨定天 果然起到了作用 解除了危机 下一秒 张通和神秘通道 摆脱了天灭 位于擂台另外一边的虚空 至于杨定天 当然是再次具现了出来 他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 非常的懊恼和不敢置信 自己的宇宙法院 竟然干不过张通的未来剑 简直就是岂有此理 其实这很正常 张通虽然仅仅修炼出两层道纹 但他两个元神 还是融合成了未来元神 未来元神 等于是未来几百年之后的元神 体内的道纹有五层 战力当然无比恐怖 加上张通 还用未来元神御剑含冰剑 绝对就是他最大的战力 若还破不开宇宙法院的镇压 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 杨定天 你还是认输吧 否则 我只能一次次的打抱你 最后 你甚至连巨线都做不到 张通的声音 响起在虚空之中 你到底是怎么躲过天灭的攻击的 到底是什么神通挡住了天灭 杨定天没认输 而是无比疑惑地问 他知道天灭的恐怖威力 出手就能杀人 一点也不会亚于灭神钉 甚至更加的凶残毒辣 能一击必杀 断绝全部生机 这是我的秘密 当然不可能告诉你 每个超级天才都有保命的手段 而这也就是我的保命手段之一 张通淡淡地说 暗中却是大叫侥幸 若杨定天没告诉他天灭的恐怖 他可能就不会躲入神秘通道之中 那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 真可能被天灭干掉 那就死得凄惨 当然 若是生死搏杀 自己绝对会最开始就遇见未来攻击 能多次打爆对方 让他连施展天灭的时间和机会都没有 所以 他们两个可以说是各有底牌 都有机会杀死对方 只是没有仇怨 也就没突然偷袭 才导致了张通占据了上风 而实际上 还是因为张通的底牌更多一些 有神秘通道 可以对抗天灭 你还真是不简单 底牌很多啊 让人佩服 杨定天说 我认输了 没想到 我竟然没能进入前七名 他是满脸的遗憾 遇到了龙通 算自己倒霉啊 虽然他还有厉害的底牌 但想来想去 还是对抗不了恐怖的未来剑 不得不认输 承让张通 欠然拱手 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 今后要好好地结交 既然是龙通赢了 龙通进入前七名了 龙通仅仅修炼出两层道文 能打败杨定天 却是因为他融合的元神比较稳定 而且他还有稳定的未来剑 重要的是 龙通还有神秘的宝物或者神通 可以短时间对抗天面 众多超级天才都纷纷一轮 龙通到底还有什么底牌 对抗了天杀 神医和秘义都深深的醋眉 他们可是打算 在比赛中杀死张通 夺取张通的一切 这就是一次光明正大的收割 但若是没能做到 那将来要收割就麻烦多了 比赛继续进行 很快 这一轮的比赛就结束了 神医 秘义 剑星河 张通 真定天 虚九天 雷千里进入了前七 雷千里是雷神殿的超级天才 也非常的强大和可怕 可惜的是 张通没能遇到他 否则或许可以学到什么 战败了的七人 再次互相打战 又选出了三人 算是前十名 这三人当然就是龙千寒 杨定天 金圣火 金圣火是五星门的超级天才 也非常强大 接下来就是从七人之中挑选前五名 老规矩 抽签 卓队厮杀 运气好的那个轮空 也就是说 先两两薄杀 选出前三名 另外四个再次两两厮杀 赢的就进入前五 但他们两个只能争取第四第五 要互相比试的 至于前三 还要互相大战 一直无敌的那个 才是第一名 这次运气好的是虚九天 他直接轮空了 但最多只能夺取第四或者第五名了 抽签结果很快出来 秘仪对上了真定天 真定天就是曾经和剑星河切磋过的 真里门的超级天才 当时败于剑星河 但那仅仅是切磋 他根本就没用出权力 也没用出最厉害的底牌 可惜 这次遇到了秘仪 他可是掌握了真里说的恐怖神通 而且还能施展绝望神通 所以 真定天很快就败了 根本不是对手 于是秘仪率先进入了前三 可以得到一个奖品 然后就是神医对上了剑星河 用出了最厉害的底牌 否则你根本就没任何机会 神医傲然悬浮在擂台上 双手背在身后 满脸的轻蔑之色 一点也没把剑星河放在眼中 杀 剑星河勃然大怒 星河剑施展而出 呵呵 神医满脸讥笑 七层道文放光 诡异的领域重叠而出 守护着他 剑河一进入领域就彻底的崩溃 化成了积粉 丝毫也攻击不到神医 好强 所有的超级天才都很震惊和忌惮 连张通的脸色都变得严肃 十年过去 自己虽然也变强了很多 修炼出了两层道文 但神医也没停滞不前 他虽然还是只有七层道文 但明显道文更加的细密和复杂了 释放出来的领域也更加的恐怖了 剑之道和杀戮规则化成的剑 直接就被碾压成积粉了 第618章 诡异雷毛 无形眼剑 剑星河大喊一声 两把剑就诡异地出现在神医的两个眼睛之中 无视了神医的领域 呵呵 神医发出了鄙夷的讥笑 他施展神通 具现了两面盾牌 在自己的眼睛之中 刚好就挡住了两把剑 你这是什么神通 剑星河很郁闷 也很震惊 最近创出的防御神通 专门对付你的无形眼剑 或者类似的攻击 神医傲然道 看来我的无形眼剑也还是有缺陷啊 还有改善的必要 剑星河叹气 现在你可以认输了 神医淡淡地说 在接我最后一击 剑星河猛然咬破了舌头 吐出了一把血剑 瞬间变得铺天盖地般大 狠狠一剑斩入了神医的领域 竟然没有破碎 而是直接斩向神医的脖子 雕虫小剑 神医看都不看 随手一巴掌就拍在血剑上 轰得一声巨响 血剑化成了鸡粉 但仔细看 神医的手掌 也是出现了一道浅浅的伤口 但眨眼就愈合了 我说了 剑星河无比的郁闷 主动认输了 因为血剑是他最后的底牌 但也奈何不了神医 实在是神医太强了 于是神医进入了前三 擂台上 张通和雷千里相对而立 他们也在争夺前三 那你可以认输了 雷千里顿时 长出一口气 满脸的自信 你能破解我的未来剑 张通好奇地问 你的未来剑是很厉害 对于别人而言 可能没办法应对 但对于我而言 确实无效 雷千里满脸的傲然之色 他的身上亮起了 璀璨的白色光芒 然后他整个人 就变成了一团闪电 而且是隐藏在云层之中 至于云层 当然也是特殊的规则的体现 嗜水之道规则 既然没有了实体 就是闪电和乌云 张通的未来剑 再怎么犀利和厉害 也找不到他的人 但若是灭神钉 那可是能攻击原神的 或许可以洞穿 潜藏在乌云中的原神 好办法 张通伸出了大拇指 但你以为 我就没别的神通对付你了吗 那你来试试看 雷千里的声音 从乌云中传来 似乎一点也不怕 试试就试试 张通冷笑一声 他体内的道文 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然后就扩散到了体外 化成了熊熊的火焰 他裹挟着火焰 冲入了乌云之中 他要用火来灭水 轰隆 一进入乌云之中 恐怖至极的雷霆声就响起 倾盆大雨也从天降 这雨和特殊 是水之道规则所化 而且很沉重 比普通的水 要沉重无数倍 张通释放出来的火焰 那可是鲜火 但竟然也抵挡不住 这诡异雨水的攻击 迅速的变小 然后熄灭 而雷霆 却是已经疯狂地 轰击在张通的身上 轰轰轰 发出了吞噬天地的力量 把所有轰击而来的雷霆 都收了进去 然后又从中轰出了无数的仙雷 轰击在乌云和大雨之中 轰轰轰 天崩地裂 雷光如之 张通就如同一个魔神 傲然处理虚空 把乌云轰得七零八落 倾盆大雨也难以近身 一进入他的领域 就迅速地崩溃 化成了虚无 So 乌云中突然就出现了无数的雷毛 带着白色的光芒 射入了张通的领域 但一进入张通的领域 就快速地缩小 然后崩溃 被张通的雷池吸收炼化 So 又是一道雷毛暴射而至 竟然无视张通的领域 也无视张通的雷池 带着滔天的杀鸡 射入了张通的额头 可惜的是 那仅仅是张通的一个虚影 张通消失了 实际上 他是进入了神秘通道之中 因为他感应到 这道雷毛似乎很特殊 有可能伤害到他 So 雷毛射了一个空 然后就绕圈子 想要找到张通 但当然找不到 可见 雷毛虽然厉害 但不如天灭 毕竟 天灭是宇宙法院 这个门派的正派之宝 是六魄宝物中的佼佼者 张通已经打听过 天灭是宇宙法院 一个前辈 从修炼幻觉之中捞取到的 不是杨定天的六魄宝物 杨定天六魄幻觉 是神秘蝴蝶 没能捞取到 前面已经改了 但他却是意外陨落了 不过 这雷毛能无视张通的领域和雷池 也很不简单 你这是什么宝卧 张通的声音从虚空中响起 是我的六魄宝物 就是一道特殊的小雷霆 化成了一道雷毛 威力很恐怖 我特意修炼出了配套的神通 隐藏在无数的雷毛之中 可惜还是没能攻击到你 你的虚无神通 很了不起 雷千里郁闷的说 厉害 张通满脸的佩服 能得到六魄宝物的超级天才 都很了不起 自己就没有捞取到六魄宝物 哎 自己六魄时候的修炼幻觉 可是出现了四个宝物 和一株小树苗 等于是五个 自己一个也没捞到 还不是没能打败你 雷千里说 厉害的屁啊 你还有什么别的底牌吗 没有的话 你可以认输了 张通说 认输 那不存在的 你也没办法打败我 雷千里说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张通冷笑一声 马上就施展出了时间 和虚无神通 前者让乌云定住 一动不能动 后者让乌云和大雨 缓缓的化成虚无 只要乌云彻底化成了虚无 雷千里也就必死无疑了 当然 这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我认输了 雷千里郁闷的大喊 你快停下 承让 张通就收起了神通 开玩笑 虚无之道和时间之道 是最顶级的道 若不能克制雷霆和水之道 就是天大的笑话了 至于领域 其实就是一种守护和防御 和单纯的虚无时间神通一笔 攻击力不足 当然 若能如同神医那样 修炼出七层道文 那即使是领域 就可以万法不清了 于是 张通就进入了前三 雷千里开始和剑星和真定天 争取第四和第五了 最后 是雷千里和真定天 取得了第四和第五 剑星和被打败 而前三排名战开始了 神医搜的一声跳上擂台 宁笑着冲张通招手 来来来 龙通 我们玩玩 第619章 激将 神医主动要大战张通 当然是因为 他知道密翼不是张通的对手 虽然说 现在密翼已经六破了 但张通也六破了 展露出来的实力 是密翼不如的 很好 我们就来玩玩 张通满脸的冷笑 一个就足够了 可惜神医太过狡诈 不给他对战密翼的机会 自己想要杀死密翼 都没有办法 至于杀死神医 那太过渺茫了 神医这样的存在 太强了 当然 若是自己也修炼出了七层道纹 那或许有一定的把握 可惜啊 自己仅仅修炼出两层道纹 即使两个元神融合 也只有五层道纹 但那仅仅是元神 身躯只有两层 那是改变不了的 差距很大 不过 怎么也要试试看 自己还有厉害的底牌 没有使用 当然 神医和张通一样 想要把张通斩杀 夺取张通的一切 哥 小心啊 一定不要逞强 神医晋级六魄都几百年了 一定要小心 若情况不妙 可以认输 你能进入前三 已经很了不起了 张帆秋月公主古天雀 都在叮嘱 放心吧 这世界上没人能杀我 张通自信满满 素来就同级无敌 同时六魄 虽然神医在道纹之上 走得更远 但他也不是吃素的 六S级天赋 而且都是很高级的大道 自己修炼的通天古龙爵 也非常神奇 一直都是细胞自己修炼的 所以道纹虽然只有两层 但却是非常的细密和寻傲 龙通 你的未来剑对我无用 我要打败你太简单了 神医满脸的轻蔑之色 张通虽然表现出了超好的天赋 超强的战力 也有不弱的底牌 但张通最强的还是未来剑 而他的预知神通 却是可以克制 那也未变 张通冷笑 这多年来 他一直在私存神医的预知神通 当然是私存破解的办法 还真就发现了一个 不是破绽的破绽 而要对付神医 普通的手段当然不行 必须全力以赴 杀 张通也不再耽搁 两个元神融合成未来太元神 遇见未来 寒冰剑就隐形了 暴射而出 斩向神医 至于他自己 却是站在了神秘通道之中 那神医想要攻击到他 就无比艰难了 除非神医也有天面 那样的恐怖六魄凶物 So 神医不慌不忙 快速地躲避 每一次都千军一发地避开攻击 让无影无形的寒冰剑 徒劳无功 但张通一点也不气馁 反而越发加快了攻击的速度 寒冰剑的速度更快 快得不可思议 因为他相信 神医虽然牛逼 能预知到攻击的方向 但因为寒冰剑看不到 也感应不到 甚至也格挡不了 所以他就只能躲避 而且要脑子仔细地分析 一旦疏忽大意 就会中招 毕竟脑子也是会累的 去 神医也感觉到了 情况有点不妙 当然不能这么一直躲避下去 那最好还是会被斩中 虽然就他的防御能力 根本不怕 但被斩中就是丢脸 他可是很自傲的 他的话音刚落 两把飞剑就暴射而出 一把过去剑 一把现在剑 两把剑划破长空 太快了 快得不可思议 眨眼就洞穿了张通的身躯 可惜张通丝毫无损 还是满脸讥笑地站在那里 位于神秘通道之中 他就是不存在的虚体 射中也没用 伤害不到他丝毫 其实他怀疑 神秘通道 是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空间 和外面的空间不同 当然也就攻击不到他 也或许神秘通道 还施展了虚无神通 让神秘通道虚化 也把它一起虚无了 而十有八九 是虚无神通外加空间神通 甚至还可能有时间神通 三种神通的组合 所以如此的神奇 龙通这次学乖了 早就用出了虚无和空间神通 这两种神通的组合 的确厉害 连神异的飞剑都徒劳无功了 龙通或许攻击力还不是太强 但防御神通却是很不一般 谁说龙通的攻击力不强 我看就是太强了 未来剑逼迫的神异 只能躲避 我说的是 龙通的攻击力 相对于他的防御神通而言 他的防御神通 十有八九 能避开神异的一切攻击 让神异无可奈何 但他的未来剑 即使斩中神异 也未必能破开神异的防御 众多超级天才都纷纷一轮 秘移却是微微的醋眉 师兄虽然强大 但要杀死张通 却是很难 火焰 力量等等超级天赋 看来 普通的攻击 是破不了你的神通了 神异一边躲避未来剑的攻击 一边冷笑着说 但你以为我就没有别的底牌 你还是认输的好 否则 我用出最厉害的底牌 你死了就不要怪我 他心中血量 张通这样的超级天才 那是绝对不可能主动认输的 而现在这么说 等下他杀死了对方 别人也就没话说了 这就是光明正大的收割对方 只要能及时的搜索 对方原神的记忆 也就可以得到任何命 包括稳定的未来剑的修炼秘法 而这十年 他一直在修炼一种特殊的神通 能快速地阅读 敌人的元神记忆 还真修炼成功了 他毕竟是最顶级的修炼天才 悟性就是高 你不要告诉我 你的厉害底牌 也是能发不能收 和灭神钉一样 张通嘴角翘起 满脸的讥笑 想要光明正大的收割他 简直就是狼子野心 今日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死 你还真猜对了 我的底牌能发不能收 出手必杀人 这么多年了 能逃得一命的人很少 神耀然说 十有八九 你也逃不过 我看你还是认输吧 否则 陨落了很不值得 这就是激将 神一迫不及待 就要收个龙通了 但愿龙通能耸一些 直接认输 众多超级天才 都在暗暗的叹息 对于神秘们 他们也都是敢怒不敢言 第619章 血拼 杀杀杀 张通根本不和他废话了 直接操控寒冰剑 更加疯狂地攻击 一次又一次 从四面八方 从任何一个角度 你以为你的攻击 能伤害到我 神医绩笑连连 他的体内亮起了 璀璨的光芒 七层道纹全部亮起 化成了一个诡异的领域 而他的人 也是瞬间就停下来了 几乎同时 寒冰剑就狠狠地 斩在了他的脖子上 当火花飞溅 声音震天 但神医的脖子 连一个痕迹都没有 甚至他的身躯都没有晃动 看上去就如同一座大山 好厉害的防御 果然龙通的攻击 伤害不到神医啊 龙通要取得胜利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神医的防御无敌 而龙通的防御 却是有办法破解的 这就是真正的实力碾压 众多超级天才 都纷纷赞叹 大部分人都不看好张通 实在是神医太强大了 咻咻咻 张通却是丝毫也没意外 继续操控着寒冰剑 疯狂地攻击 攻击的就是神医的眼睛 呵呵 神医继续发出冷笑 眼睛却是闭上了 毕竟他有预知神通 很轻松就可以知道 张通攻击他的眼睛 当当当 火花飞溅 还是没能破开他的眼皮 七层道纹构成了恐怖的防御阵法 各种规则叠加 无比的恐怖 于是张通又改变了攻击目标 攻击神一是耳朵 蛋蛋 甚至菊花 这一下就逼迫的神医手忙脚乱 用一个手掌捂住菊花 至于蛋蛋和耳朵 他却是没有理会 防御能力很恐怖 还真就是毫发无损 但如此场面 却是让他丢了大脸 怒吼连连 台下众多超级天才 却是一个个脸色诡异 想笑又不敢笑 怎么也没有想到 神医竟然被龙通逼迫到如此地步 难道 最后还是神医要认输不成 给我去死 神医终于爆发了 带着滔天的杀鸡 扑向张通 眨眼就来到了张通的面前 恐怖的领域叠加而出 笼罩张通 但不可思议的是 张通还是安然无恙 讥笑地站在那里 似乎丝毫也没受到影响 要知道 先前神医和别的超级天才比试 若用出领域 直接就可以把对方碾压的趴在地上 这怎么可能 所有的超级天才都目瞪口呆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龙通明明只修炼出两层道纹 为何他能对抗神医的领域 不可能 神医也满脸的不敢置信 你还有什么厉害的底盘 就快点用出来 张通冷笑道 其实他已经感觉到了 神医领域的厉害 他仅仅伸出一个手指 甚至还施展了虚无神通 但手指竟然无比沉重 受到了巨大的压制 若是自己没在神秘通道之中 自己固然不会趴下 但绝对是移动艰难 看来 目前的自己凭借真正的战力 还是远远不如神医 这真是一个恐怖的对手 很好 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手段 神医也是被彻底的激怒了 他的右手瞬间举起 手掌突然变大 对着张通狠狠拍了下去 轰隆 天崩地裂 空间崩塌 泪台崩溃 结界也是破碎 这一掌恐怖的不可思议 绝对是神医最恐怖的绝招 等蘑菇云散去 张通还是好端端地站在那里 满脸的讥笑 这一掌不错 不可能 连锤天掌都没用 台下的秘一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有点难以置信 锤天掌是神医根据多种恐怖掌法 创出来的绝招 能轰破空间 不管你隐藏的多好 不管你是施展了 虚无还是空间神通 都没用处 都会被拍死 杀杀杀 神医却是勃然大怒 对张通发出了 无比恐怖的攻击 全部是各种各样的恐怖绝招 也都是神秘门 无数纪元积累到的 恐怖神通 任何一种 都可以毁天灭地 都曾经辉煌过 都碾压过一个时代 多个纪元 但却还是伤害不到张通嘶吼 张通就如同不存在 就只有一个虚意 嘻笑着站在那里 任凭神医如何攻击 也影响不到他嘶吼 天啊 神医也太强了 任何一招 我都抵挡不住啊 我最多能抵挡三招 神秘门果然可怕 不仅仅有秘一亮的恐怖天才 而且还有更恐怖的神医 神医是很厉害 但你们没发现 确实攻击不到龙通吗 我看龙通比神医更加厉害 众多天才看得是两眼放光 兴奋至极 因为真的是开了眼界 竟然可以看到 这么多的恐怖神通 这对于他们而言 有着巨大的启迪 我就不信了 神医差点气死 心念一动 他的过去太原神 和现在太原神就融合了 再次发出了更加恐怖的攻击 其中就有十间神通攻击 从过去 从现在 从未来一起攻击张通 当然 也有另外的恐怖攻击 虚无 雷霆 火焰 剧毒 杀戮 绝望等等神通的组合攻击 威力比先前的攻击要恐怖太多 但还是外孙打灯笼 照旧 丝毫也伤不到张通 而张通也是眼眸亮起了奇异的光芒 暗暗的兴奋和激动 神医真的不简单 掌握的绝招和神通太多了 显然 这都是神秘门无数年的积累 是任何一个强大门派 都比你不上的 毕竟 神秘门一直在收割各种超级天才 夺取他们的一切 其功密集无数 将来一定要去神秘门的宝库中 好好地逛一逛 把所有的宝物都带走 那自己也定然会强大很多 想要改变命运 强大自己 打下最好的基础 就是关键 否则 那恐怖的偷渡仙路上的无数陷阱 任何一个都可以要了自己的小命 但若是对于无数的神通都娴熟了 包括各种恐怖的阵法 那或许就可以破开无数的陷阱 寻找到一条生路 不错不错 不愧是我看中的收割天才 就是强大 其余就是多 但我知道 这绝对不是你自己的实力 你是有什么特殊的宝物 在守护着你 神医停止了攻击 满脸的邪恶和宁笑 那就试试看 是你的宝物厉害 还是我的凶物恐怖 他的掌心之中 幽得浮出了一只邪恶的眼睛 射出了一道灰色的光芒 暴射向张通的额头 第620章 魔师 去 张通当然要试试 那邪恶眼睛的攻击威力 心面一动 一只巨大的手掌 就凭空出现 这是能量手掌 也是规则手掌 其实就是用能量 和各种规则构成 一掌下去 可以毁天灭地 能量手掌 狠狠地拍在袭来的光线上 扑齿 能量手掌 被诡异的光线洞穿 出现了一个通透的洞 但紧接着 就是一个盾牌出现 挡在了光线前 扑齿 但又轻松地洞穿 就如同切割豆腐一样 这威力 是真的很恐怖 So 张通驾驭着神秘通道 眨眼消失 出现在另外一个方位 还是在测试 测试邪恶眼睛 发出的光线的威力 So 这光线果然厉害 竟然可以拐弯 再次射向张通 张通再次驾驭着 神秘通道消失 这一次是真正的消失 没有先生出来 但 不可思议的是 光线又拐弯了 然后就设在一处虚空 赫然就是神秘通道 所在的位置 真就设在了 神秘通道的壁上 走 张通当然要尝试 神秘通道果然离开了 但光线却还是贴在上面 继续攻击 诡异的是 那眼睛源源不绝地射出光线 能拐弯继续轰在 神秘通道外壁上 似乎可以永远这么攻击下去 是 火花飞溅 神秘通道的内壁开始变色 甚至凸起 显然有要被冻穿的迹象 好厉害 张通很震撼 那邪恶眼睛到底是什么 而神秘通道 似乎有一个特性 一旦被异物碰触到 就等于遇到了天敌 想要逃走 就很艰难了 因为对方会一直贴在神秘通道上 走 张通还真不相信了 加上神秘通道 眨眼就去到了无限遥远的虚空 至少也是几百光年之外 那诡异的光线才彻底熄灭 没再攻击神秘通道了 若这是生死搏杀 张通当然可以一去不复返 但这仅仅是比赛 你若是逃走了 当然就等于是输了 所以 下一秒 张通再次驾驭着神秘通道 回到了擂台上 但一出现 即使还处于隐身状态 又被那诡异的眼睛发现了 再次射出了诡异的光线 轰在神秘通道的外壁上 不过 看这样子 神秘通道抵挡一会儿 没太大问题 而且 若抵挡不住 可以去外面逛一圈 再返回 所以 张通不怎么担心了 呵呵 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看远远不如天灭 张通绩笑连连 他认为 天灭的确无比的恐怖 一击致命 当然 他这也就是在激将 希望神秘能辩驳一下 因为他感觉 那邪恶眼睛 似乎不仅仅只能射出光线 还可能有别的功能 我的魔眼不如天灭 你简直就是幼稚 神秘满脸的讥笑 魔眼 张通一阵 暗暗的忌惮 这个名字非常邪恶 看来不简单 若不是我有神秘通道 可能已经中招了 那可未必 你的攻击对我无用 张通反驳道 真的无用吗 神秘讥笑一声 手中的眼睛停止发出光线 而是瞬间腾空而起 缓缓的变大 变大 最后就变成了一只巨眼 这是一只何等恐怖的眼睛 冷漠 漠视 冰寒 散发出一股无比邪恶的气息 但下一秒 这眼睛又变了 发出了淡淡的彩色光芒 张通就如同傻子一样的愣住了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无比美妙的世界 无数美女正在翩翩起舞 魅眼如丝 眼波流转 诱人至极 他们一个个还在向他招手 哥哥 我们一起跳舞好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 张通似乎不在神秘通道之中了 而是在一间豪华的包房之中 仿佛就是地球的酒吧 粉红色的灯光 衣着清凉的爵士美女 雪白圆润的大长腿 你岂能不心动 甚至 张通似乎忘记了 自己是在擂台上了 仿佛所有的记忆都被抹去了 仅仅记得 自己还是凡人时候的事情 甚至 他还没大学毕业 还没得到神秘通道 美女们 我来了呀 张通欢天喜地 扑了过去 昔日他在大学的时候 一直很穷 都忙于各种赚钱 但不代表他不喜欢泡拔 碰 然后 他就狠狠地撞在了神秘通道壁上 额头上都撞出了一个大包 怎么回事 竟然有一股无形的墙壁 张通还是没清醒过来 摸着额头 莫名其妙 甚至他有点怀疑 自己是在做梦了 不过 外面的奇妙美景 很快就不见了 却是神秘通道屏蔽了一切 免得他彻底的迷失 而张通也才缓缓地清醒了过来 满脸的震撼 天哪 那魔眼好恐怖 竟然可以让自己迷失 要知道 自己可是六魄大楼 意志坚定 精神如铁 不要说美女 就是仙女 也未必能诱惑他 但 刚才那魔眼却是做到了 硬生生地把张通带到了大学时代 那个时候的张通 可是普通人 当然抵挡不住如此美女的诱惑 可见 魔眼不仅仅擅长光线攻击 还擅长诱惑和迷幻神通 甚至还擅长时间神通 魔眼 绝对是超级厉害的凶物 比天灭还要恐怖和适用 因为有多种功能 神医 这是你的六魄凶物吗 果然不凡啊 张通的声音 从神秘通道之中传出 满脸的羡慕 虽然他也有一个六魄凶物灭神钉 但施展一次 需要消耗很多能量 充能的时间更长 十有八九比不上魔眼 你竟然没受到影响 神医的脸色变得铁青 也有点难以置信 甚至他怀疑张通就是在嘲讽他 其实我受到了影响 只是我有一个特殊的法宝 破解了这种诱惑 张通说 你这个宝物是真的恐怖 横顿天地之间 长几万米 散发出的威压和气势 简直可以让人窒息 就不用说捞取他回来了 神医感觉到张通不是在嘲讽 略微有点骄傲的说 第六八十一章 翻天印出 那你又是怎么得到了魔眼 张通好奇的问 他莫名的想到了 自己当时六魄出现的幻觉中的那个巨人 难道 巨人死了 他的一个眼睛被神医得到了 那尸体黑气弥漫 杀气冲天 杀气万丈 让附近的空间都变成一片黑色 似乎可以吸收一切光线 神医自顾自地说 所以就是白雾中出现了一个淡黑色的球体 当时我惊呆了 仔细地观察 发现巨人身上伤痕累累 脖子断了一半 黑色的血还在鼓鼓流淌 构成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黑色河流 顿了顿 他又说 我尝试着捞取他一根头发 但没成功 尝试着捞取一滴黑色的血 但也没成功 似乎那血和头发都沉重至极 不 是他们和尸体还有联系 我捞不动 巨人是不是这个样子 张通实在忍不住 施展神通在虚空之中 具现出巨人的模样 当然是他活着的样子 手里还拿着一把巨斧 咦 神医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看上去还真有点像 但仅仅是容貌和身高差不多 气质不一样 你这个带着神圣 而那魔师带着魔器 应该不是同一人 但很可能有渊源 你的修炼幻觉之中 也出现了这样一个巨人 是的 可惜我没能捞到任何宝物 张通满脸的遗憾 但心中却是更加的疑惑了 容貌身高一样 很可能真就是同一人 只是巨人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 从而入魔了 还被人杀死了 也不知道是被什么恐怖存在杀死的 就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 有变故发生了 神医说 一只铺天盖地般大的巨鸟 从天而降 一爪子就把魔师的眼珠子抓了出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发生了什么 张通无比的好奇 台下众多的超级天才 也都无比的好奇 都把耳朵高高都树立起来 神医和张通这样的超级天才 就是不一样 他们六婆的幻觉 竟然如此古怪 都出现了巨人 只是一个是死的 一个是活的 魔师的手突然动了 一把就抓住了巨鸟 直接把巨鸟捏成了鸡粉 神医说 然后魔师又一动不动了 仿佛刚才就是梦幻一样 而我趁机施展特殊神通 把那个眼珠子捞取了回来 这怎么可能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既然是尸体 怎么可能还能攻击 而既然攻击 就说明他们死 但怎么又不动了 他的脖子断了一半 血骨骨流淌 说明是真的死了 否则 谁会愿意让自己处于那样的境地 那魔师不会是在装死吧 故意装成那个样子 引诱强敌来袭 而巨鸟不是他的强敌 所以他杀了他后 继续装死 张通率先清醒过来说 若真是装死又敌来攻 怎么可能任凭 我捞取了眼珠子走了 神医反驳道 而且 我捞取眼珠子可不容易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才倒定 浓浓的死气 但有可能是他的躯体器官 还有很强的生命力 还能继续存活很长时间 神医说 这眼珠子还有生命力 还没死 只是没有意识而已 他无比的神奇和恐怖 我也仅仅开发出他功能的万一 若能全部开发出来 那绝对无比恐怖 虽然魔眼很恐怖 但你就不怕遭遇什么不测 张通反驳道 他是完全相信了神医的话 太古魔师的眼珠子 还一直活着 这很正常 还能发出各种恐怖攻击 也很正常 得到这样的宝物 不能不说是洪福齐天 不过 那尸体黑气弥漫 杀气冲天 杀气万丈 还真可能是太古时代的邪魔 和自己看到的 那个巨人未必是同一人 若真是 自己连通的太古时代 就要早于神医 呵呵 这是上天赐予我的造化 神医讥笑道 怎么可能遭遇不测 反而我用之干掉了不少强敌 今后也定然会成为 我最大的底牌 隆通这是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酸 蜜意也满脸的讥笑 也是 你本来就是邪恶的魔头 和这魔眼是相得一张 张通比一道 怪不得你能得到他 但自古邪不胜正 那太古巨魔也还是死了 你的下场也是一样 那你就要失望了 我的修炼幻觉和别人不一样 我看到了我高座龙椅 俯瞰无数跪拜的无数仙人 威风凛凛 气概山河 神医傲然道 不可能 所有的修炼幻觉 都是自己的死局 张通惊讶地反驳 修炼幻觉 仅仅就是一种遇事 遇事修事的结局 你的结局是死 而我的结局 却是永生和无敌 神医满脸的傲然之色 难道 我杀不了神医 张通的脸色 变得有点不好了 而既然自己杀不了神医 那结局当然就是 神医杀了他张通 因为自己 已经成了神医的收割对象 难道就是因为 我没能杀死神医 而神医 也没能再反解杀死我 但他很快就飞升去了仙剑 然后路途拦截我 杀死我 但为何他还杀死了 古天鹊和张帆 所以 这不对 不对 不是这样的 这么恐怖 其余的超级天才 也一个个脸色变得不好 心中是无比的忌惮 虽然他们 也都是先帝之才 但实际上 每一个能修炼成先帝 都中途夭折了 但神医竟然能修炼成先帝 能永生 这太不可思议了 永生 无敌 我不信 张通摇摇头 心念一动 翻天鹰 就从他的原神空间飞了出去 也飞出了神秘通道 悬浮在虚空之中 瞬间变得铺天盖地般大 一下就把擂台的空间 全部占据 然后就带着一股 毁天灭地的气势 狠狠地砸了下去 空间崩溃 飞风呼啸 气势惊天动地 卧槽 隆通还有如此恐怖天宝 台下众多的超级天才 都震惊了 第622章 砸成肉饼 给我破 神医怒吼一声 全身道文放光 身躯也是暴涨 狠狠一拳 轰在砸下来的翻天鹰上 碰 天崩地裂 一声巨响 空间崩溃 翻天鹰微微地停顿了一个瞬间 两个手臂的骨头在破裂 双腿在弯曲 一寸寸地蹲下去 脸红脖子粗 汗流加倍 满脸的亥然和不敢置信 最后 他彻底倒在地上 把翻天鹰压成了肉饼 根本就抵挡不住 也是他倒霉 这是在擂台上 有结界让他逃不出去 下面又是布置了特殊阵法的地板 坚固至极 他连钻进大地都做不到 变成肉饼也就很正常了 呵呵 我还以为你真的天下无敌 其实也不过如此 张通在心中冷笑 但当然还是不敢小看神医 毕竟翻天鹰等于就是作弊器 昔日仅仅是吸引 就把它吸附在上面 一动不能动 如今是杂 威力当然更加恐怖 即使是现在的张通 掌握了力量神通 但也抵挡不住 翻天鹰的权力一杂 甚至可能比神医还要不如 毕竟翻天鹰太沉重了 本来就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大陆 偏偏全部都是 兼顾至极的岩石构成 布也可能不是岩石 而是特殊的金属材料 沉重至极 而且具备了多种恐怖的属性 金 土 重力 大 当时张通连通的 可能就是仙界一个特殊的地方 所以有着两个很恐怖的仙气 机缘巧合之下 张通才能得到这两个仙气 斩仙闸刀或许不算什么 因为他也丝毫抵挡不住翻天鹰的攻击 但翻天鹰那真是无比恐怖的仙气 是张通最厉害的底牌之一 以前一直没有市长过 但这一次却是不得不用出来 否则没办法打败神医 卧槽 龙通竟然得到如此恐怖的仙气 定然是他五魄的时候得到的超级天宝 我看一点也不亚于六魄凶物 甚至更加的恐怖 神医的确要比龙通强大 但龙通的底牌更加厉害 神医输了 众多超级天才都满脸的震惊 羡慕之极 翻天鹰这样的天宝 是他们任何人都想得到 却得不到的 不要说他们 就是张通自己 当时根本就没想过 那一片大陆竟然是一个恐怖的仙气 他是靠虚无神通对抗 逃过一劫 才让翻天鹰认主的 神医虽然牛逼 也掌握虚无神通 可惜他不具备S级天赋 连化虚圣法都没能掌握 甚至连化虚大法也修炼不成功 所以他被压成肉饼 没办法逃脱 啊气死我了 神医虽然变成了肉饼 但还是没死 神区和元神都没崩溃 还在坚持 但当然气力要吐血了 因为他竟然挣扎不脱 逃不出去 翻天鹰把他牢牢的吸附住了 给我炼 张通在心中下令 恐怖的黑色火焰突然就释放出来 开始疯狂地烧灼神医 这当然是很厉害的鲜火 可以烧毁一切 当然神医的防御能力很恐怖 七层倒闻 可不是吃素的 但他现在被压成了肉饼 防御能力当然也就下降了太多 所以是有可能把它化成灰烬的 而这就是杀死神医千载难逢的机会 若是在另外的地方搏杀 比如虚空之中 神医或许有机会逃脱的 啊 神医发出了痛苦的惨叫 就如同杀猪一样起立 这黑色的火焰是非常厉害的鲜火 可以烧毁一切 不过 这种黑色火焰还是有点淡 比不上张通修炼幻觉中 那个恐怖宝塔的黑色火焰浓郁 那种黑色火焰应该更加厉害 毕竟翻天硬被那宝塔镇压了 虽然差距不是太大 天哪 那是鲜火吧 这个天宝太厉害了 神医可能抵挡不住了 这个天宝可不仅仅只有重属性 还有金 大 火等等属性 非常恐怖 是最恐怖的天宝 毕竟 绝大部分的天宝都只有一种属性 不仅仅只有那四种属性 还有空间属性 甚至还有山属性 外加西银属性 还有镇属性 众多的超级天才都惊呼出声 他们都擅长一些特殊属性 当然也就看出了 翻天硬另外一些 连张通都没能发现的属性 师兄 认输吧 蜜一一的脸色大变 大喊道 输了也无所谓 现在知道了龙通的底牌 下次就可以对症下药的收割 反正龙通是逃不掉的 就是神秘门的盘中菜 到如此地步 先前他可是在师妹面前吹嘘过 可以轻松的杀死张通 夺取他的一切 但现在反而是自己被镇压 被打败 若不认输 可能有生命之危 给我烧 烧死他 张通可不理会神医的犹豫和迟疑 继续下令 黑色火焰越发凶残 疯狂地烧灼 神医的身躯开始向焦叹转变 我认输 神医实在是抵挡不住了 大喊道 不好意思 我这个法宝和你的魔眼一样 能发不能受 张通耸耸肩膀 摊开双手 他就是要干掉神医 你放屁 神医和蜜蜴都气得要吐血了 同时怒吼 其实我从前辈那里得到的六魄凶物 不是天宝 我还没实力练化 仅仅只能驱使出去杀人 不杀死 是不会回来的 张通解释道 就如同灭神定一样 真的假的 龙通一定是知道 他成了神秘门的收割目标 所以就先下手为强 干掉神秘门最强大的神医再说 一定是真的 如此厉害的宝物 哪里是凡人能练化的 至少也要修炼到仙人境才行 众多的超级天才 都满脸古怪表情 眼眸中亮起了奇异的光芒 显然都很高兴 高兴张通和神秘门对上 若张通无力反抗 被神秘门猎杀 那真就是一种悲哀 因为他们的门派 也有前辈被猎杀和收割过 第623章 诡异葫芦 你给我去死 蜜蜜却是勃然大怒了 闪电一般的飞进了结界 手中优的出现了一个 诡异的法宝 赫然就是一个小巧玲珑的葫芦 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他手中的葫芦腾空而起 顶部出现了一个入口 猛然就发出一股诡异的神通 张通一个布房 就发现时空变幻 出现在一个诡异的世界之中 里面漆黑如墨 神秘至极 连张通的神识都感应不清楚 然后就开始下雨 那是一种黑色的雨 心臭 张通马上就施展了空间神通 但竟然没用 黑色的雨早就融化在这个空间之中 也在他的空间之中 包裹了他 开始快速的腐蚀他的身躯 头发 汗毛很快就化成了液体 然后就是皮肤开始融化 时间停滞 张通还是没有慌张 施展了时间神通 但也仅仅只能减缓 不能让时间真正的停滞 只有说时间倒流 更是做不到 显然 这葫芦也掌握时间和空间神通 非常的牛逼 否则也不可能突然就把张通吞噬了进去 还让张通的时间神通 基本上失去了效力 龙通 我倒要看看 是你先死 还是我师兄先死 蜜翼宁笑连连 当然是你师兄先死 而实际上 你杀我也没用 我没办法收回他的 他会杀死你师兄 才会停止 张通冷笑道 那你是不想活了对吗 蜜翼还是不紧张 鸡笑道 恐怕你这葫芦杀不死我 张通淡淡的说 呵呵 你知道我这葫芦的来历吗 蜜翼冷笑道 估计是你这几年 六魄得到的凶物吧 张通说 你还真聪明 蜜翼说 我六魄的时候 那可是连通到了 最最古老的太古时代 那个时候 混沌初开 各种起源宝物众多 任何一个都可以毁天灭地 灭杀一切 而这个葫芦 就是一株覆盖几个心域 那么宽阔的藤蔓接出来的 总共有九个 为了争夺这九个葫芦 那可是死了不知道 多少的恐怖的怪兽和巨人 反正 藤蔓下的白骨堆积如山 我不信 你有那个摘下葫芦的实力 张通微微醋眉 我运气好 是众多恐怖的怪兽和巨人 摘下了一个葫芦 然后爆发恐怖大战 同归于尽 葫芦掉在地上 我就捞了回来 秘义说 我这葫芦代表着死神 可以吞噬任何强敌 然后把制化成液体 然后再 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下来 显然是不想说出秘密 然后再如何啊 张通很好奇 你一个死人 就没必要知道这个秘密了 秘义急笑道 反正 我知道你能操控那个 压住我师兄的宝物 等你陨落 那宝物就不会攻击我师兄了 甚至会被我师兄练化 成为我师兄的宝物 他是一点也不慌 神意非常的强大 想要彻底的杀死他 即使是翻天印 也非常艰难 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葫芦杀张通 确实很容易 等我干掉你 这葫芦也就属于我了 我迟早会知道秘密 张通还是毫不慌张 说实话 他对这个葫芦很感兴趣 也非常想要得到 呵呵 我就不和你啰嗦了 你可以去死了 秘义急笑道 封闭 炼丹 话音刚落 葫芦的口部就瞬间封闭了 看上去就如同长好了一样 太过诡异 然后葫芦下面 就出现了金色的火焰 似乎在炼丹 卧槽 不会那葫芦 能把人都炼制成丹药吧 看上去很邪恶的样子 龙通凄惨了 众多超级天才 目瞪口呆 无比的忌惮 秘义 你违规了 还不把龙通放出来 向蛮力怒吼道 什么违规了 我和龙通争夺第一呢 秘义说 我师兄已经认输了 当然就轮到我和他比赛了 这 向蛮力气急败坏 无理反驳 我代替龙通认输 古天雀飞快地大喊 不好意思 这是一个超级恐怖的凶物 我得到的时间不太长 还没能彻底的恋化 能发不能收 秘义也怂怂肩膀 弹弹双手 就如同龙通的这个凶物一样 能发不能收 你 古天雀气要吐血了 张帆秋月公主也差点气死 一个个慌张起来 那么恐怖的太古凶物 吞噬了张通 张通能逃出来吗 现在的场面 还真有点古怪了 翻天英狠狠地压住神医 放出恐怖的黑色火焰烧灼 神医在全力抵抗 但却是抵挡不住 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而张通 却是在密衣的葫芦之中 不知生死 但 毋庸置疑 张通的处境要危险太多 而一旦张通陨落 神医应该就可以安然无恙了 啊 葫芦一封闭 黑色的液体的腐蚀能力 就提升了无数倍 疯狂地侵袭张通的身躯 张通施展了全部神通 尤其是虚无神通 全力对抗 竟然抵挡不住 皮肤快速地融化 走 张通不敢耽搁了 心念一动 神秘通道就出现在他的身后 他往后一步就跨入了进去 下一秒 他消失得无影无踪 实际上 他就是驾驭着神秘通道 出现在外面 也就是擂台上的虚空 当然是处于隐身状态 全力施展虚无神通 对抗入侵的液体 液体的腐蚀能力虽然恐怖 但现在成了无缘之水 无根之木 当然就伤害不到他 很快就被他彻底地化解 他的皮肤也快速地长出来了 头发和汗毛也是一样 而先前张通之所以不慌张 就是因为他发现 还能联系上神秘通道 也就是说 葫芦固然恐怖 但在空间神通上 远远不如神秘通道 所以神秘通道能轻松进出 待他逃之夭夭 张通一出来 葫芦冒出的金色火焰就消失了 缓缓地落在了密衣的手掌上 龙通已经死了 被炼制成了丹药 等我服用了丹药 他的服运 他的器运 他的记忆 就全部归我了 密衣在心中兴奋地大笑 无比的得意 但下一秒 他又微微醋眉了 龙通死了 但凡天鹰竟然还在攻击神秘 难道龙通真没能练化这个凶物 我送你上路 张通用未来剑遇见寒冰剑 无影无形 狠狠地斩在密衣的脑袋上 第624章 密衣认输 神秘赴死 密衣当然是很天才 也很强大的 而且也已经六魄 但还是抵挡不住 张通遇见未来这一招 就等于是未来的张通全力一击 甚至连神意都是依靠 遇知神通对抗 不敢被斩中 所以仅仅一剑 密衣就被斩爆了 两个元神想逃 但又被两剑斩爆了 实在是这攻击太过诡秘 无影无形 你根本就看不到 也感应不到 没办法躲避 也没办法抵挡 没有超级恐怖的防御能力 下场就只有一个 死 天哪 龙通竟然逃了出来 牛逼 太牛逼了 竟然能从六魄凶物之中逃出来 我还以为龙通陨落了呢 哪里知道竟然能逃出来 甚至连密衣都没发现 太不可思议了 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 众多的超级天才 都彻底的震撼了 惊呼出声 难以置信 那鬼秘的葫芦 一看就是超级凶物 能轻松的吞噬敌人 或许还能把敌人炼制成特殊的丹药 但龙通竟然能逃出来 不能说不牛逼 下一秒 密衣再次去献了出来 连认输都来不及说出 就再次被斩爆了 等他再一次去献出来 这次巨线却是不一样了 是两个元神和身躯分开巨线 而且在三个位置 所以他终于来得及说话 我认输了 那就饶你一命 张通暗暗在心中嘀咕着 其实他也不会杀密衣 他还要用密衣定位 找到神秘门的老巢 探听神秘门的秘密 夺取神秘门的宝物 这样一个邪恶门派 他是必须干掉的 而如此一来 张通也就取得了宇宙天才大赛的冠军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他可以第一个挑选奖品 天哪 神秘终于承受不住 翻天印的恐怖攻击 终于是崩溃了开来 然后就再次巨线 但竟然还是被压在翻天印下面 恐怖的黑色火焰 继续疯狂地烧烛 龙峰 你想要杀我 只能是做梦吗 反而是你 迟早会死在我的手中 你给我等着 神秘疯狂地凝笑 似乎还有什么撒手锏 给我烧 张通暗暗地下令 嘴里却是欠然道 神秘 我早就和你说过了 我的这个是六魄凶物 我没能彻底变化 你早就心知肚明 你的一切 包括你的气韵 都属于我 神秘冷笑道 而他的声音竟然没传出去 当然是施展了特殊的神通 把声音直接传递到张通的脑海 你还有什么保命的手段 就用出来吧 张通目光冰寒 杀气腾腾 暗暗也是有点忌惮 对方还有什么厉害的底牌 麻烦的是 现在是在擂台上 自己不好 再出另外的手段对付他 那你就瞪大眼睛 好好地看着 神秘凝笑一声 身上瞬间就释放出了 无比恐怖的气势和威压 让天地都在颤抖 空间都在崩塌 尽管他还是被翻天 硬死死地压在下面 但却和先前不一样了 天空之中 出现了层层叠叠的乌云 恐怖至极的气息 也是从天上泄露出来 哄 有三色闪电 在云层之中闪烁 红尘黄 这是三色仙雷 真正的飞升天节 神医想要飞升天剑 从而逃过死劫 翻天硬若 还敢继续攻击神医 就会被天节锁定 遭受比神医 还要恐怖的飞升天节 这就叫惩罚性天节 意思就是 有人再度飞升天节的时候 你去干预 天地对你的惩罚 自古以来 就从来没人 能可以度过惩罚性天节 因为天节的层次太多了 两色天节 三色天节 七色天节 仅仅就是三色天节 基本上就没几个超级天 才可以度过了 至于七色天节 只要一道雷 就可以毁灭凡结 任何的恐怖存在了 就是顶级仙气 也抵挡不住 天啊 神医很聪明 竟然想到了 这么一个好办法 神医早就要把握飞升了 只是一直没飞升而已 现在他引来天节 度过就可以飞升天节 龙通想要杀他 只能是做梦了 但神秘们可不会放过龙通 即使龙通能逃过追杀 去了仙界 神医也不可能放过他 哎 龙通终究还是要死 在神医手中啊 众多超级天才 都议论纷纷 满脸的遗憾和叹息 连张通的脸色 也变得难看 难道 就是因为自己 没能杀死神医 让他逃去了仙界 然后他就在偷渡路上 对付我 那一只巨手和宝塔 其实是神医安排的 亦或直接就是神医 但 为何连张帆和向蛮力 也遭受了劫难 难道 立神殿真有恐怖强敌 神医仅仅就是透露了消息 说我是立神殿弟子 修炼了力量宝典 施展的是戒刀杀人之戒 哄 恐怖的飞升天节 终于降临 一到三次的雷霆 带着一股毁灭一切的气势 狠狠地轰了下来 一巴掌就把这一道 三色雷霆轰暴 然后就疯狂地大笑起来 他仅仅被打爆了一次 伤势虽重 但影响不是太大 他可是修炼出了七层道文 实际上 只要修炼出三层道文 就有绝大的把握 度过飞升天节 飞升仙界了 早就退到一边的张通 沉默不语 非常郁闷 牙齿都差点咬碎 因为他也早就计划好了 要疯狂地提升自己 努力地变强 将来度飞升天节 绝对不施展顶级的力量神通 不泄露自己 和立神殿有任何联系 那或许就不会有人在路上拦截 但若神医告密 这条路就走不通了 第625章 飞升天节的恐怖 轰轰轰 恐怖的飞升天节 如同末日降临 三色雷霆密密麻麻 疯狂地轰在神医身上 神医七层道文放光 构成了一个恐怖之极的领域 全力防御 至于攻击 那是根本做不到了 师父 你看神医度过飞升天节之后 是什么样的状况 有没有偷袭的机会 张通传应给古天鹊 神医很强 非常可怕 他度飞升天节不会太难 也很难遭受重创 偷袭的机会应该是没有的 古天鹊叹息道 重要的是 天节一结束 仙门就会出现 他那么狡诈 也不会给你机会偷袭 定然会第一时间进入仙门 难道就没办法了吗 张通深深的醋眉 他是真的不想让神医飞升仙界 因为仙界的神秘门 也定然无比强大 有神医拱火 仙界的神秘门 定然会全力干掉他张通 那即使巨手和神秘门无关 自己即使能度过劫难 也要面对仙界神秘门的追杀 那悲剧的可能性很大 我看是没有 这是个天大的祸害 古天鹊深深的叹气 他岂能不知道 张通面临的劫难 恐怖的巨手还没解决 又多出了一个神医这样的恐怖对手 一旦神医飞升仙界 首歌张通的 不仅仅只有凡界的神秘门 还有仙界的神秘门 而神秘门 就是这个宇宙最恐怖的门派 没有之一 传承无数年 无数弟子飞升了仙界 估计先帝就有几十个 这样的门派 猎杀一个刚飞升的小仙人 那还不守道青睐 若不干掉神医 然后把凡界神秘门的弟子全部干掉 张通是没有活路的 但这又谈何容易 比登天还难啊 或许是剑神医太强 三色仙雷发生了变化 最后就变成了青丸子三色仙雷 威力暴涨太多 啊 神医终于有点抵挡不住了 被雷霆轰飞 倒在地上 爬不起来 然后就被仙雷彻底的淹没 轰轰轰轰轰 仿佛一座雷山降落 神医苦苦的支持 防御 甚至用出了众多恐怖的法宝 也服用了众多丹药疗伤 甚至还服用了一个仙果 但还是抵挡不住 他被天结彻底的轰爆了 连元神也化成了飞灰 但他很快就再次具现了出来 天结也没放过他 继续疯狂地轰击 用了十几分钟 第二次把神医彻底的轰杀 飞升天结这么恐怖 张通还是第一次看人渡飞升天结 还真是有点头皮发麻 神医的防御是何等的厉害 竟然也被两次轰爆了 太不可思议了吧 飞升天结本来就是地狱级的 能渡过的万中无一 古天鹊说 而且飞升天结的威力不是一样的 所以不管你如何的天才 如何的强大 也不敢说百分之百地渡过飞升天结 但总体而言越是强大 渡过天结的可能性也是大一些 但即使是神医这样的恐怖天才 也会被轰爆至少六次 甚至可能七次 当然若不是他被逼堵飞升天结 那他被轰爆六次就差不多了 而就他的实力 巨线六次甚至七次 还是没问题的 那他也有一定的可能度不过飞升天结 张通的眼睛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满脸的期待之色 神医已经被翻天印打爆了一次 巨线的次数也就少了一次 那若是天结出人意料的厉害 再轰爆神医七次 那就等于是八次 想八次巨线 那还是很难的 绝大部分的超级天才 都只能巨线六次 七次的就是凤毛麟角 八次的话 估计万中无一了 即使是神医 估计也很难做到 据说神医是神秘门六十纪元第一天才 巨线八次还是有很大可能的 古天却严肃的说 所以你还是不要寄望天结 能杀死神医 这么恐怖 张通暗暗的忌惮 心也凉了半截 神秘门无比强大 弟子也格外的多 是宇宙第一门派 六十纪元第一天才 那真是非常的了不起的 怪不得神医那么的骄傲和嚣张 而实际上 若不是自己意外得到了翻天印 想要打败神医 基本上没有可能 除非自己也修炼出七层道文 不得不说 神医是一个无比恐怖的敌人 轰轰轰 恐怖是雷霆 还在继续疯狂地轰击神医 神医也在竭力的抵挡 各种神通各种手段全力施展 就是要多坚持一会 否则就会得多轰死几次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所有人都严肃地看着 看着神医一次又一次 被轰成了飞灰 很快 神医就第六次被轰爆了 加上先前被翻天印打死一次 等于就是死了七次 他还能具现吗 所有人都暗暗嘀咕着 等了大约三秒 神医再一次 如同鬼魅一样的出现了 他是真的牛逼 第七次具现了出来 厉害 所有人都暗暗地赞叹 轰轰轰 但天结还没结束 继续疯狂地轰击 神医痛苦地惨叫着 愤怒地大喊着 显然也感觉到了死亡的危机 但天结没有任何的怜悯 第七次又把他轰爆了 天结也瞬间停止 天上的乌云再变淡 似乎天结又结束的迹象 现在就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神医已经陨落了 另外一个就是 神医度过了天结 还能具现出来 过了大约五秒 神医再一次的具现了出来 只是虚弱了很多 脸色惨白 精神不振 但终究是再一次复活了 厉害啊 八次具现 或许 这还不是他的极限 还能再具现一次 毕竟是神秘门六十纪元第一天才 那看来 神医的天赋不亚于龙通 龙通有难了 众多的超级天才 都震惊的赞叹 满脸的佩服 具现八次 是他们远远达不到的 何况神医这状态虽然差了点 但勉强还可以具现一次的 杀 张通却是发现 乌云瞬间消散 虚空出现了各种彩光构成的花瓣 从天而降 还有无数的小精灵 敲锣打鼓地裂对而来 他遇见未来 狠狠地展向神医 只要再打爆神医两次 那神医就彻底运落了 这么好的机会 他当然会把握住 第626章 仙鹿追杀神医 So 但神医却是轻松地躲了过去 显然他一直在暗中防范张通 开启了预知神通 张通正要施展翻天印 彻底地干死神医 但却是来不及了 神医忧得不见了 却是施展了非常厉害的空间神通 显然他也具备S级的空间天赋 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在高空那道白雾飘渺的仙门前 他看着张通宁笑道 龙通 我早就在防备你 怎么可能给你任何机会杀我 你就等着吧 看我神秘门怎么弄死你 即使你能再凡界逃脱 但在你的飞生路上 我也一定会干死你 你的一切都属于我 杀 张通哪里可能和他废话 也突然消失不见 当然就是驾驭着神秘通道 去到了仙门前 翻天印击事而出 但却是徒劳无功 神医早就预知到了这一切 他直接就进入了仙门 这仙门也是真的诡异 就是一个巨大的门框 那边白雾浓郁 眼睛看不到 神识也感应不到 而且发出一股恐怖的排斥力量 阻止翻天印靠近 也阻止神秘通道靠近 龙通 现在傻眼了吧 你想杀我 只能是做梦 我可是能永生的恐怖先帝 而你迟早会被我干掉 神医在仙门之中 疯狂地大笑 旋即 仙门就如同鬼魅一样的 消失在虚空之中 连个痕迹都没有 古天雀像蛮力 张帆他们都在深深的叹气 他们都在给张通担心 招惹了神医这么一个强敌 将来张通的麻烦很大 仙界对于张通而言 可能就是龙唐虎穴 我是第一 我要那一夜残经 张通却是大喊一声 师父你给我收着 我有点事处理一下 然后他就消失不见了 当然就是进入了神秘通道之中 在心中大喊 神秘通道 送我去神医身边 我一定要干死他 他可是知道 神秘通道的牛逼 只要有定位 还真就能送他去到仙界 仅仅就是仙墓园 他就去过两次了 可惜的是 仙界就只有这么一个定位 现在神医也是一个定位 若神医去了仙界 或许就定位不到了 但神医仅仅就是进入了仙门 未必等于进入了仙界 所以还是有机会的 仙界 我来了 神医看着白雾飘渺的世界 发现自己 就踩在一条蜿蜒的小路上 这条路在白雾之中若隐若现 笔直的延伸向远方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仙路 度过飞升天际的仙人 踏入仙门 就可以顺着仙路踏入仙界 就是不知道这条仙路有多长 神医嘴里喃喃 也不知道路上有没有危险 但想来 一定要比偷渡要安全太多 他又回头仔细一看 发现仙门已经消失 而且路也没有 自己所在的地方 就是仙路的起点 虽然没路 但却是一片虚空 白雾弥漫 遮挡一切 难以看到太远的距离 我不能离开这条仙路 否则可能有危险 神医嘴里喃喃 他盘膝而坐 运转功法 开始疗伤 但眼睛没有闭上 甚至他的手中 还拿着那一只魔眼 另外一个手中 拿着一把长剑 那是非常的警惕 哦 天空一变 无数的白雾蜂拥而来 蜂拥进入了神医的身躯 他的身躯 开始从凡人 向仙人肢体转变 傻 而就在这个时候 张通驾驭着神秘通道 出现在神医身后的虚空 他一眼看到 正在疗伤的神医 就心中大气 翻天应瞬间暴视而出 狠狠地砸在神医的脑袋上 碰 一声恐怖的巨响 神医被砸成了肉饼 想要逃脱 却是做不到了 因为翻天应发出了 恐怖的吸引力 把他牢牢地吸附着 而且发出了 恐怖至极的黑色火焰 疯狂地烧着着 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隆通你 怎么可能来到仙门之后 神医发出了淒厉的惨叫 满脸的不敢置信之色 哈哈 既然你能来 为何我不能来 张通畅快地大笑 还真是扬眉吐气 爽得不得了 甚至在这一刻 他想到了一个偷渡的好办法 将来等某个家伙飞生 自己用之定位 跟着进入仙门 我可是度过了飞生天节 你凭什么过来 神医惨叫着大喊 呵呵 你一个死人 就没必要知道这么多了 张三冷笑道 也不耽搁 鉴于未来 狠狠一剑 展在神医的脑袋上 还是要尽快地杀死神医 免得夜长梦多 哼 神医的脑袋化成了激愤 两个元神逃出 但也被火焰包裹 也被翻天应吸住 还来不及说话 就被两剑干掉了 虽然他度过了飞生天节 但还没转化成仙人呢 正是最虚弱的时候 哪里可能抵挡得了 张通的权力攻击 而且张通一直就藏在 神秘通道之中不现身 免得被神医什么 歹毒的宝物反杀 比如魔眼 过了几秒 神医再次去献了出来 状态看上去非常不好 而且再一次被翻天应吸住 动弹不得 他大喊 龙通 你最好不要彻底激怒我 那我会施展最恐怖的绝招 和你同归于尽 话还没说完 他的脑袋就被斩成了两半 两个元神也先后被斩杀 啊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神医悲愤的声音还在回荡 张通足足等了半个小时 发现神医的身躯还是没复活 两个元神也同样没有复活 给我烧 张通继续控制着翻天应式 放出恐怖的火焰烧灼 终于是把神医的身躯化成了灰烬 至于他的元神能量 也早就化成了虚无了 但那一只魔眼却是丝毫无损 散发出诡异的气息 张通捡起神医的剑和空间戒指 然后就去抓那一只魔眼 但魔眼却是突然动了 化成了一道黑光 眨眼就不见了隐风 神秘通道 给我追 张通的脸色微变 他很担心神医没真正死亡 还能通过魔眼复活 第627章 凤天骄 可惜的是 这一次没用了 神秘通道根本就没动 显然魔眼有神秘神通定位不到 那送我去神医身边 张通大喊道 可惜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这只有两个可能神医真正的陨落了 另外一个可能神医还能复活 但如今有魔眼保护 连神秘通道也定位不到 往这条路前行 张通没有慌张 下令道 这一次神秘通道动了 继续保持隐身状态 送张通往这条路上急速而去 张通自己不敢出来 担心被仙人发现 因为自己这也算是偷渡 没渡过飞升天节 就进入了仙门 而且他感觉到了恐怖的危险 这条仙路之外 似乎有恐怖的东西存在 能威胁到他的生命 神秘通道的速度很快 也无声无息 所以快速横渡了无限遥远的距离 一路上 张通惊鸿一瞥 看到了很多诡异和恐怖的东西 仙路一边的白雾深处 站着一具高耸云天的骷髅 还燃烧着恐怖的七色火焰 他发出凄厉惨叫 让人毛骨悚然 一座雪山高耸云天 在白雾中若隐若现 但看上去就如同一根肋骨 大山的后面 隐隐约约站立着一个高大的黑影 用冰寒的目光盯着仙路 甚至跟随着神秘通道注视 似乎可以看到 隐藏在神秘通道之中的张通 张通还看到一个庞大的宇宙 在白雾之中崩溃 淒厉的哭喊惊天动地 一只骨手突然就从白雾之中探出 狠狠地抓向神秘通道中的张通 但仙路却是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把骨手停顿了一个瞬间 神秘通道趁机远去 卧槽 即使是飞升之后 这条仙路也无比的危险 一个不好就会死得无比凄惨 张通毛骨悚然 头皮发麻 这样的地方太可怕了 不过这仙路还是比较安全的 只要不离开仙路 不进入白雾 基本上就没有危险 又继续前行了 不知道多少距离 又见到了很多诡异和可怕的东西 终于来到了终点 眼前又是一道仙门 金光灿灿 微压如海 也没有门位 张通不敢敲门 也不敢推门 就继续隐藏在这里 耐心地等待着 他相信神医即使复活了 也不可能这么快来到这里 他迟早会过来的 到时再想办法杀他一次 而路上没找到魔眼 也没寻到神医 可能魔眼进入了白雾中 白雾的区域太大了 没办法寻找他 张通又等了三天三夜 一直在尝试定位神医和魔眼 可惜都没成功 而他也没等到神医 但愿神医真的死了吧 张通没有任何办法 自己已经用了权力 但魔眼太过恐怖和诡异 竟然挣脱了翻天印的吸引 逃脱了 但愿那个六魄凶物 是自己逃了 和神医没有关系 毕竟他的主人死了 他逃走也是很正常的 那样的凶物 很难随便认住 So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出现了 那是一个女人 看上去正当妙龄 张通暗暗嘀咕着 瞪大眼睛仔细地观察 哈哈 终于来到了先路尽头 不容易啊 女人欢喜地大笑 来者报名 张通眼眸一转 淡淡地问道 红侠宇宙奉千娇 女人还以为有仙人 在询问他 恭敬地回答 红侠宇宙 难道来自别的宇宙 张通满脸惊讶 他可从来没听说过 别人称呼自己 那个宇宙为红侠宇宙 根本就没名字 所以 有很大的可能 这女人和她不是一个宇宙的人 如此看来 她不是神医的概率大一些 神医再傻 也不不可能 当着仙人胡说八道吧 不过 也有一个破绽 因为语言是一样的 所以 很可能神医预知到了这一切 假冒成女人来骗她 不对 若神医真预知到了 定然躲藏起来 等彻底安全了再出现 年岁 特长 张通又问道 2800岁 擅长火之道 和不死之道神通 凤千娇还是没有怀疑 继续回答 当然 她也在全力的感应和观察 想要找出问她的仙人 可惜什么也没发现 看来 仙人非常的强大 天赋等级 张通又问 火和不死 都是S级属性 凤千娇迟疑了一下 还是老实地回答道 这是一个仙帝级的超级天才啊 张通暗暗地感叹 难道 仙帝天才这么多吗 还是这条仙路特殊 仙帝之才才能踏上 嗯 这种猜测可能是对的 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 也只等到一个女人过来 而且 还是来自另外的宇宙 仙帝之才还是很少的 毕竟 天知道到底有多少宇宙 送我去神医身后 张通在心中嘀咕着 自己是没办法辨认出 这人是不是神医 只能靠神秘通道了 没有任何动静和反应 你可以进去了 张通说完 就不吭声了 这人不是神医 否则 神秘通道不可能没有反应 是 凤千交公尽给答应一声 就走到了仙门之前 仙门竟然无声无息地动开 女仙就那么轻轻松松走了进去 但张通却还是看到了一丝仙界的景象 仙门之内 站立着两台门卫 全副武装 散发出强大气息 非常的恐怖 他们瞬间拦住了女仙 上上下下打量她 可惜 仙门马上就无声无息地关上了 没能看到夏文 等了一会 张通就下令道 神秘通道 送我去凤千交身边 古怪的是 又没任何反应了 显然 凤千交定位不到 也不知是什么缘故 可能必须具体地参照物 那送我去那些门卫身边 张通又下令道 但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和反应 难道 仙界布置了恐怖阵法 神秘通道也过去不了 但 为何能连接仙墓 是因为 曾经在我的修炼幻觉之中 神秘通道趁机打通了通道不成 看来 想要在这里偷渡 还是很艰难的 不过 若刚才跟着进去的话 是不是有机会 总好过用另外的方式偷渡 将来要试试看 就怕进入之后 因为入口布置了恐怖阵法 神秘通道也隐藏不住 会被发现 张通又等了半个月 还是没能等到神医 也没等到另外的非生之人 只能郁闷地回了凡界 虽然神医大概绿死了 但也可能还活着 所以 他的心中有了一丝隐忧 第628章 太古禁区 张通一回到凡界 又马上开始了实验 就是让神秘通道 带他再次回到第一道仙门之后 成功了 然后又尝试 回到第二道仙门之前 还是成功了 可惜的是 第二道仙门之内 却是进不去 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至于去到魔眼或者神医身边 却一直没有任何反应 同样不知原因 虽然可以来到仙门之后 偷渡完成了一半 但想偷偷进入第二道仙门 还是很难 若有人 等在第二道仙门那里拦截我 我的命运还是注定了 被那恐怖邪恶的巨手截杀 张通深深的醋眉 不敢多想 张通在古天雀面前 现身而出 你终于回来了 到底去了哪里 古天雀担心的问 我就是去追杀神医了 张通沉吟了一下 还是没有隐瞒 说了出来 当然 神秘通道的秘密 他是没说的 只是说 自己施展了空间神通 追去了仙门之后 古天雀当然知道张通有秘密 任何超级天才的修士 都有自己的秘密 但没想到 张通竟然可以 去到仙门之后 这是真的了不起了 毕竟 就是他的本尊 昔日也没这样的能力 他安慰到 你已经尽力了 但谋士在人 成事在天 没办法的事 神医大概率是死了 但根据他说的修炼幻觉 他却是又没死 估计是那恐怖的魔眼的缘故 或许是魔眼吸收了他的鲜血 和一丝元神 能帮他再次复活 但估计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所以你才没办法等到他 你的意思是 神医还藏在白雾区域复活中 张通促眉 有很大的可能 而他掌握欲知神通 你想要截杀他是不可能做到的 古天鹊说 而且一旦他彻底的复活 然后恢复 那就是真正的仙人 凡人想要杀死仙人 那更是不可能 即使你施展翻天印 也很难做到 凡人变成仙人之后 强大何止百倍 强大何止百倍 张通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仙人竟然能强大到如此地步 虽然他有点不相信 但古天鹊可是曾经飞生成仙 当时度过天节 过去太原神 也定然知道前后的变化 说的应该是真话 那还真不能去截杀神医了 一个不好 就是去送死 怪不得众多超级天才 想要改变命运 一直做不到 就是因为仙人太强了 像蛮力就是如此 所以不敢飞生 飞生途中有仙人截杀 简直就没有任何逃生的希望 知道了这样的结局又如何 还是改变不了 而凡人想要不渡天节 就强大到仙人的地步 完全是不可能做到的 天无绝人之路 给了你警示 就代表着有改变的希望 古天鹊当然知道 张通心中的绝望 安慰道 只是你还没找到思路而已 但不管什么时候 提升实力都是没错的 如今的你 由于进展太快 根基不太稳固 接下来就该好好地磨练自己 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现在有很好的机会 你可以阅读 众多超级门牌秘藏的功法 师父你看 我最多还能强大多少倍 张通迟疑地问 这可说不准 若你能修炼一些极品功法 就说明你还有另外的超级天赋 古天鹊说 等你如同神仪那样 修炼出七层道文 甚至九层道文 会比现在强大很多倍 顿了顿 他又说 现在我知道 你可以去到仙门之后 又可以悄无声息地回来 其实就有一个冒险的办法了 冒险的办法 怎么说 张通的眼睛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古天鹊在凡界停留了 太过漫长的时间 真正的见多识广 见识当然是张通没办法比你的 他想到的办法或许很牛逼 既然你可以从仙门后前回 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度过飞升天节 但一进入仙门 就马上潜伏回凡界 那截杀你的人 就完全没有办法找到你 古天鹊说 而你已经度过了飞升天节 可以再次无限制地快速变强 当然 你还要多次去仙门之后 偷偷摸摸地吸收仙气 改换身躯 进击成真正的仙人肢体 等你强大到极致之后 采取另外一种偷渡的方式 从死海那边偷渡 那些能杀凡人的陷阱 未必能对付真正的仙人 那你就可以安全抵达仙界 好办法 张通连连点头 又担心地问 在凡界修炼成真正的仙人 会不会被天地监控到 从而降临什么灾难 修炼的时候不知阵法掩盖 平日里收敛气息掩盖一切 古天鹊说 就如同神医那样 隐藏了气势 连天节都不会降临 反正天帝没有感应到威胁 就不会有反应 很好 我明白该怎么做了 张通笑了 在这一刻 如山的压力消散了大半 这一次 虽然没能截杀到神医 但却是有了天大的发现 让自己根据神医定位 可以偷渡去到仙门之后 若一飞升就逃回凡界 命运应该能改写 唯一担心的是 自己一进入仙门 就被截杀 但只要截杀的 不是知道他一些底细的神医 自己还是有很大可能逃回来的 但不管如何 还是要快速强大自己 让自己强大到凡界的极限 再没办法压制气势的地步 那踏入仙门 才不会是无比虚弱的状态 才有可能应对任何的意外和突变 还有 以后自己还要多去仙路探索 或许能有另外的发现 也不一定 师父 你说那白雾区域 到底是什么地方 为何那么的恐怖和邪恶 张通问 仙路又是谁修建的 为何就比较安全 我怀疑 我们六婆修炼幻觉连通的 就是那个事件 古天却说 或许可以称之为太古禁区 就是从太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特殊区域 有着太多的隐秘和恐怖之处 即使是非生的仙人 若敢踏入其中 但之后却是去不了 可能是因为太危险了 去就必死 神秘通道才不带我去 若我将来变得超级强大 是不是就可以再次去到那里 看看我的未来太原神还在不在 第629章 学到无形眼见 这是你想要的奖品 不过 这玩意到底有什么来历 有什么作用 却是研究不出来 我用时光追溯也做不到 古天却地给张通那一页残经 时光追溯是时间神通的一种 拿一个物品 可以追溯它的过往 但时光追溯也是有限的 比如古天却 它最多只能追溯5000年 甚至几千个纪元 所以上一次张通 也根本就没施展时间追溯 而是施展了入微神通 看到了残经分子中的一些记忆 从而知道了 残经能吸收一个宇宙破灭式的精华 完善经文 现在经文残缺 当然是没啥用的 但若将来经文完善 或许就有大用了 所以张通才想要得到这一页残经 我仅仅就是感觉很特殊 而别的宝物对我也没太大用处 所以就想得到 将来或许会有什么用处也不一定 张通把残经收了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 张通和别的八个超级天才一起 一个一个门派去参访 阅读他们宝库中的功法 第一站当然就是阅读力神殿的功法 这些超级天才之中 就有剑星和雷千里等人 当然也有秘义 秘义当然对张通没有任何好脸色 但张通也没狠狠教训他 他还要他定位找神秘门的老巢呢 而据古天鹊说 过段时间 这些超级天才会去关神秘门的宝库 但却是临时布置的 不是真正的宝库 也不是神秘门的老巢 其实别的门派也一样 拿出来的宝库也都是临时布置的 里面的功法不是全部 仅仅是有选择的部分 但即使如此 也非常不错了 对众多超级天才都有巨大好处 兄弟 我们开始交换吧 剑星和剑道张通终于再次出现了 来宝库阅读功法了 就兴奋的说 他还是惦记着张通的未来剑 稳定的未来剑太牛逼了 若能学到 他可以强大很多 何况 他可是剑门的超级天才 若不能掌握未来剑 那简直就是名不副实 交换是可以 但若你修炼不成功 可不要怪我 张通的脸上浮出了怪异的笑容 你就放心吧 绝对不会怪你 剑星和豪爽的说 但若你也修炼不成功 也不用怪我就行了 于是 他们两个各自制作了一个玉铜剑 给了对方 厉害 张通一阅读就暗暗的赞叹 这真就是剑道神通的特殊体现 就是用剑之道规则化成剑 具现在敌人的眼睛之中 具体原理就是因为 敌人正用眼睛看你 你会成像在敌人的眼睛之中 那么 若你有剑 也能在敌人的眼睛之中成像 你就控制那个 像成为真正的剑 对敌人发起恐怖的攻击 而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有非常好的剑道天赋 张通还真就不知道 自己的剑道天赋如何 因为即使实力神殿 也没有厉害的剑道功法 也就是说 没有S级剑道功法 但 不可思议的是 张通依法修炼 竟然真的修炼成功了 现在他就拿着一块镜子 镜子里面出现了一把剑 当然就是张通的 现在剑的成像 咔嚓 里面的镜像 竟然能被张通控制 从里面展在镜子上 镜子直接就破碎了 化成了鸡粉 厉害 真的厉害 你十有八九 具备S级剑道天赋 那你就是七S级超级天才了 剑星河的眼睛 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满脸的钦佩之色 真的还是假的 张通大喜 有点难以置信 自己的天赋竟然如此牛逼 看来 还是子通国的功劳啊 当然是真的 无形眼剑 那可是超级厉害的剑技 哪里是普通天才能领悟的 剑星河说 何况你领悟的这么快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你的剑道天赋 一点也不亚于我 怪不得你能修炼出 稳定的未来剑 我修炼出稳定的未来剑 其实和我的天赋 没太大的关系 张通有点尴尬 他给剑星河的 玉童剑的内容撒谎了 他仅仅就是说 把过去剑和现在剑融合 放在向日葵那第三个花盘之中 就可以变得稳定 但也不算是骗人 因为他已经试验过了 用他的过去剑和现在剑融合 真能得到一把另外的未来剑 但不是太稳定 但若是放在向日葵第三个花盘之中 还真就能稳定很多 也就是说 现在他能有两把稳定的未来剑 若用之同时攻击敌人 绝对无比恐怖 而在以前 他就没这么尝试过 所以 他的战力远远还没能全部开发出来 你能得到向日葵这种神奇的天药 也是你见到天赋的体现 剑星河说 向日葵应该是光属性的天药 也是时间属性的天药 也蕴含着剑到天赋 而我的无形眼剑 就借用了光之道规则 有道理 张通连连点头 剑星河分析得很好 让自己毛色顿开 这个 能帮我稳定一下未来剑吗 剑星河期待地问 只要你放出向日葵 控制他帮我的剑稳定一下 应该就能成功 那试试看 张通当然不会拒绝 而且很是高兴 无形眼剑是真的不简单 能让他的战力暴涨很多 简直就是瞪眼就可以死人 他当然不想占对方的便宜 何况 若尝试成功 他可以帮忙张帆 修炼出稳定的未来剑 他毫不犹豫就照出了向日葵 如今的向日葵高十几米 三个花盘巨大了很多 但要等他结果 还有很漫长的时间 也就是说 如今的向日葵 还远远没成熟 嘖嘖嘖 这么神奇的天药 我还真是第一次得剑 若等他接出果子 成熟之后 一定要卖我一粒 我会用珍贵的宝物来换 剑星河连连赞叹 很快 他就融合出了未来剑 果然是不怎么稳定 能发出一击 应该就顶天了 还真是神奇 当他的未来剑 放到了向日葵那一朵 特殊的花盘上 竟然真的就稳定了很多 而且是 慢慢的变得更加稳定 天啊 太神奇了 太不可思议了 剑星河满脸狂喜 兴奋激动至极 第630章 领域的正确打开方式 经过一番测试 发现剑星河的未来剑 最后稳定在30分钟 之后就没办法提升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不过 剑星河已经无比的满意了 还兴奋的说 高手对决 一分钟就足够了 哪里需要30分钟 所以 能稳定30分钟 已经一天了 你满意就好 张通微微一笑 现在 他的第二把未来剑的稳定性 也早就提升了 远远超过三天三夜 之所以 能超越剑星河的未来剑 估计还是因为 向日葵是张通的天药 就生长在他的原神空间 接下来的三年日子 他们一直在各个超级门派中 阅读众多修炼功法 和特殊典籍 而这一天 他们来到了剑门 张通也阅读到了 剑门的剑道宝典 毕竟这是剑门的正派之宝 无比神奇的功法 即使他们阅读了 也没办法复制出来 除非他们也有S级的天赋 而即使如此 还必须把剑道宝典 领悟到极致 但那又谈何容易 星河剑 张通大喊一声 无数的剑平空巨线 都是剑道规则所化 化成了一条浩浩荡荡的星河 往虚空冲击而去 仿佛能毁天灭地 太阳剑 张通又大喊一声 身上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无数的剑 从他全身的毛孔之中喷射而出 射向四面八方 看上去真就是一个金色的太阳 他还真的具备了剑之道S级天赋 所以阅读完剑道宝典 用了一段时间 就彻底的领悟了 一路从练气境 修炼到了镀截境 对于剑道宝典上的所有剑技 都掌握了 甚至完美的复制出了 剑星河创出的两种剑技 星河剑和太阳剑 都是很厉害的剑技 用来应对围攻特别好 若是防御能力差一些的敌人 完全会被斩成碎片 尸骨无存 龙通 你果然有剑之道S级天赋 厉害啊 剑星河赞叹道 过于了 张通谦虚道 其实张通有剑之道S级天赋 早有预兆 修炼鼠山剑典的时候 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练七七就修炼出了飞剑 那真的是非同小可 而到今天 张通的剑道也终于达成 甚至在他的体内 两层道纹也体现了出来 蕴含了相当多的剑制道道纹 多出一种主道纹 还有十几种刺道纹 何况 张通对于时间 空间 虚无 力量 雷霆 火焰这些道的领悟也更深了 同样衍生出了更多的主道纹 所以 张通的防御和战力又提升了很多 当道纹亮起 多重领域发出 简直无比恐怖 想要突破他的领域 攻击或者威胁到他 那还是很难的 即使是秘遗 这样的恐怖天才 也很难做到 如今的张通 已经不是以前的张通了 其实对于领域 你的领悟不深啊 似乎和我的不一样 剑心和笑道 怎么说 张通恶然道 你的领域杂乱无章 而众多道都是相生相克的 胡乱叠加 威力也就降低了 剑心和道 所以 应该让领域分成多个层次 比如 外围是空间领域 让敌人很难靠近 然后就是时间领域 让敌人要靠近我 花费更多的时间 再然后就是雷霆领域 和火焰领域外 加剑道领域 对闯入的敌人迎头痛击 之后 就是力量领域 对还能闯入的敌人 碾压轰击 最后就是虚无领域 对闯入的超级强敌的 攻击虚化 保护自己 这能做到吗 张通的眼睛 亮起了奇异的光芒 脸上也是浮出了 兴奋和激动之色 其实对于领域的修炼 古天鹊都没教给他 因为张通 根本就没太多的时间 去学习这些 现在最应该做的 就是学习别的门派的 众多功法 也就是权力积累 将来再优化 当然古天鹊还有一个用意 希望张通将来 自己能发现问题 自我调节 那比他指出来 要更加的深刻 而张通也修炼出 领域不是太久 也没来得及好好的私存 现在剑心河如此一说 他感觉非常的有道理 让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当然可以做到 难道你没发现 看上去你修炼出了两层道文 以为是杂乱的衍生出来的 所以只要如此这般 就可以让领域分层 剑心河说 卧槽原来是这样 张通有点惊讶 马上施展了独特的入微神通 仔细地看向自己体内的道文 然后他就发现 和剑心河说的一模一样 两层道文 其实就是众多道文 在那个区域比较密集 看上去是两层而已 他马上就按照剑心河的方法 释放出领域 于是他的领域就变了 构成了两层特殊的领域 七种主道文投影而出 先后整整齐齐的排列 空间 时间 雷霆 火焰 剑之道 力量 虚无 然后又是空间 时间 雷霆 火焰 剑之道 力量 虚无 敌人闯过一层领域 还要闯第二层 这么说领域其实是用来防御的 张通沉吟着说 当然 不用来防御 难得还用来攻击 领域其实是众多道的道文 投影而出构成的防御阵法 阻止敌人突然袭击 剑心河说 至于攻击 我们施展各种道的神通 非常的犀利和恐怖 能轻松的杀死敌人 受教了 张通感激道 其实这就是基本常识而已 你是因为进击太快 所以对这些常识还不了解 古院长也可能是想 等你多学习一些功法 才传授你这些 当然也可能是想等你自己发现 剑心河说 我来告诉你 确实有点唐突了 不过 如今你已经学到了很多的功法 修炼出了很多很多的道文 而且 明天就要去神秘门 看他们拿出来的功法了 那是最后一战 也是最恐怖的一战 他们可能会想办法对付你 你提升防御能力 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我才提醒你 多谢 张通拱手 又问 你看现在我的领域 防御能力又提升吗 我试试看 剑心河说完 就开始往里面闯 一番测试后说 防御能力至少也是以前的十倍 第631章 真假宝典 嗖嗖 张通他们九个超级天才 划破虚空 来到了一个特殊的星球上 这个星球 也是一个修仙星球 但修炼环境 也仅仅比地球好上一些 也就是说 灵气不足 所以这里绝不是神秘门的老巢 仅仅就是临时布置的地方 而蜜蜜带着众人 来到了一座高耸云天的大山之中 进入了一个洞府 洞府非常的宽阔奢华 里面就有一个宝库 放置着众多的修炼功法 至少也有30种顶级修炼功法 大部分都和别的门派的功法不重复 不仅仅是功法名字 而且还有功法属性 当然 还有很多质量差一些的功法 对于这些超级天才而言 他们都可以从这些功法 尤其是顶级功法之中学到一些东西 即使不能修炼 也能借鉴 当然 守护洞府的高手有很多 都是杜劫大佬 而且都很强大 一个个都用冰寒的目光看张通 毕竟 他们都知道 就是张通打败了神医 甚至逼迫神医不得不度飞升天节 否则就会被张通干死 所以 他们当然对张通 没有任何的好脸色 一个个恨不得马上斩杀张通 但 如今的张通 可是比以前强大了太多 个人战力而言 可以说 在这个宇宙之中排在前几 若他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他还真不怕神秘门弟子的威杀 而他也心中雪亮 等看完功法 从洞府中出来 估计神秘门就要对他动手了 收割他的计划 是不可能改变的 神秘门有多强大 有多少底牌 那是任何门派都无比忌惮的 这也是剑星河提醒张通领域问题的原因 张通他们八人都在努力的阅读功法 秘仪却是没进宝库了 因为这些功法他都修炼过 他就盘膝坐在外面 努力的修炼着 感悟着 仔细看也可以看到 他的体内隐隐约约的出现了三层道纹 之所以能这么快 当然不是他的天赋 远远的超过了张通的缘故 而是因为他服用了特殊的宝物 而且是来自仙界的宝物 而神秘门众多强大的弟子 都在外面布置阵法 众多的阵盘 众多的材料 众多的宝物 都一一的布置下去 这一座大山都在发生特殊的变化 空间禁止阵法是必须的 就是防止张通施展空间 神通逃脱 也不可能让别的超级天才逃脱 最多就是一个个放他们出去 他们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剑星河当然感应到了 怒气冲冲的说 他们这是打算对付我 你应该没事 张通当然也感应到了 虽然有点忌惮 但却是没有任何畏惧 若能在这里干掉神秘门一些高手 也不是坏事 而且还可以放掉一些重要人物 将来好用之定位 神秘门的老巢 绝对不止一个 若是可能 要把神秘门的所有老巢都找到 所有弟子都干掉 神秘门有多少的弟子 他们也很可能 最近就有弟子飞升去了仙界 带去了关于张通的消息 何况神秘很可能没死 正在仙界磨刀 准备对付张通 我看他们布置的阵法很恐怖 比你的领域要厉害太多了 你还是现在就走吧 这些功法就没必要再阅读了 对你的用处其实不大 剑星河说 是啊 龙通你该走了 不要留在这里 其余的超级天才也都附和道 他们还真不明白 龙通为何傻乎乎的 要前来这里阅读功法 这些功法虽然很不错 但怎么也没小命重要 其实 他们就是在故意吓唬我 希望我现在就杀出去呢 这里其实早就布置好了 恐怖至极的大阵了 张通说 而为了引诱我 他们也拿出了不少厉害的功法 其中有一些功法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我现在出去 就连个诱饵都没能吃到 也对 其实你踏入这个星球 就已经落入了陷阱 众人深深的叹息 你还有没有别的厉害的底盘 若没有的话 那会很凄惨 因为他们早就布置了阵法 可以克制你 何况 他们还有很多不亚于密衣的恐怖高手 剑星河说 就是我们八人联手 也很难杀出去的 所以 你可千万别轻敌 别的底盘 我还真没有 张通暗暗的摇头 这三年 也就是多修炼了一些功法 让主道文多了起来 也让次道文也多了起来 战力当然得到了暴涨 但底盘 也基本上早就用出来了 嗯 两把未来剑算不算 翻天印 真能被恐怖的阵法克制吗 我还有众多厉害的天手 尤其是护士妹妹 现在也已经晋级到了杜劫 强大至极 估计是敌人没能预估的 若连神秘门的陷阱都打不破 那就不要说逃过 那恐怖的巨手的拦截 张通在心中嘀咕着 继续若无其事地 阅读那些顶级功法 咦 这功法有点特殊啊 张通的眼睛突然就亮了起来 因为这门功法 竟然名叫真假宝典 闭眼为假 真眼为真 反正 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这个世界上 只有自己是真实的 别的一切都是虚假 都是你自己的幻想 昔日 混淆在一起 张通兴奋地开始阅读 眼眸之中也是越发的惊喜 因为他发现 自己可以修炼这门功法 也就是说 自己的天赋好得不可思议 十有八九 还具备了真假之道天赋 而真假之道 其实和虚无之道 也有点联系 张通有很好的 虚无之道的天赋 有S级真假神通的天赋 也是很正常的 牛逼啊 除了我自己是真实的 别的一切都是假的 不存在 天不存在 地不存在 敌人也不存在 外面的阵法 当然也是假的 不存在 张通暗暗地赞叹 他开始全力地修炼起来 体内开始快速地衍生出 真假之道的道文 第632章 吃了诱饵 真假之道的道文 其实有两种 一种就是真之道 一种就是假之道 互相对立 但又互相依存 假之道的道文 和虚无之道的道文类似 但又有很大的不同 反正 如今张通的体内 衍生出了真假之道的道文 而且是主道文 让张通的领域威力 又提升了很多 空间时间力量 虚无雷霆火焰 见到真假 其实就等于 有九种道的主道文了 一层层排列 对敌人的攻击 一层层的阻击和截杀 想要攻破两个九层防御 绝对不是容易的事 张通全力地修炼功法 同时全力到 感悟真假之道的奥义 两种道文都在快速地衍生 让张通体内的两种道文带 变得宽厚了 终于张通把真假之道 修炼道度洁净 道文的衍生也终于停止 若想要继续衍生 必须有新的领悟 也或许是因为 张通的主道文种类太多 想要衍生出第三种道文圈 就比较慢 要知道 这还是他有好天境 提升修炼速度的缘故 接下来张通又全力地 修炼另外的功法 又衍生出了很多的次道文 或许是因为被子铜仙果 提升过天赋的缘故 张通的A级天赋的 道的种类很多 毕竟提前天赋前 这些天赋本来是B级的 种类岂能不多 所以这几年时间的修炼 张通修炼了很多很多的功法 衍生出的道文 怎么也是别人的三倍以上 甚至更多 所以张通的实力提升 是很巨大的 因为他的主道文 和次道文的数量 是别人的五倍 甚至更多 即使别人修炼出三种道文圈 总体数量 也还是差距张通较大 现在即使让我 对上飞升前的神医 不用躲藏在神秘通道之中 也能和神医大战一场 甚至可能自己能轻松干掉他 张通自信满满 我修炼的差不多了 大部分功法对我都没用 宇宙法院的超级天才 扬定天一星来山 这里的功法都布置了特殊的阵法 你不能复制 理解不了 修炼不了 就只能单瞪眼了 我也修炼的差不多了 能修炼的功法都修炼了 只是神秘门在糊弄我们 没拿出更多的功法 真定天也很郁闷 他可是清楚知道 秘义修炼出了神奇的真理说神通 应该来自另外一种真理功法 但这里却没有这种功法 显然是有天大的保留 神秘门就是个超级邪恶的门派 最最恐怖的猎劫门派 专门收割众多活了三个纪元以上的超级巨拨 也猎杀如同龙通这种 每个纪元最顶级的天才 只是神秘门太过强大 让别的超级门派敢怒不敢言而已 怎么可能拿出太多功法给我们阅读 剑星河也冷笑着说 现在他们就要在这里猎杀龙通 当着我们的面部制正法 太过肆无忌惮了 须九天也怒吼道 诸位 我知道你们都很痛恨神秘门 曾经也有一些超级大佬 联合众多门派 一起对抗神秘门 但他们 外加他们的门派 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所以还请三思 金圣火严肃地说 他来自五行门 战力也很不凡 但却是非常的稳重 他可不想让自己的门派 被神秘门干掉 唉 众多超级天才都深深地叹息 连龙千寒都满脸的悲愤 虽然他对龙通没有任何好感 但 不管如何说 龙通也是他的老乡 现在龙通要被猎杀 他还是非常的愤怒 但又不敢发作 因为一个不好 就会连累龙门 甚至可能导致龙门灭亡 实际上 神秘门有特殊的规定 他们收割某个超级天才 只要超级天才所在的门派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们就不会去灭门 但 若你敢于来阻止 那他们就会全力出击 灭了你的门派 所以 这些超级天才 虽然很同情张通 也无比的愤怒 但却是不敢帮助张通 因为很可能导致他们的门派负面 诸位 我的事和你们无关 所以 你们不要插手 张通说 不是我吹牛皮 若我自己应付不来 逃不掉 那你们一起出手 估计也没什么用 所以 还是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张通早就估计了一番 自己如今的防御能力 是别的超级天才的五倍左右 若都被敌人干掉 那别的超级天才 更是没什么用处 会迅速被灭杀 走吧 先出了他们布置的恐怖阵法范围 再看情况吧 剑星河传音建议到 他可是知道 张通如今的实力 是多么的可怕 所以 也不认为张通狂妄 对对对 先出去再说 其余人都在附和 在这里 商议对付神秘们 真就是无比愚蠢的事 于是 他们一起往外走去 张通也是其中之一 他已经把所有能修炼的功法 都修炼了 三倍的速度 让他游刃有余 一出洞府 他们就看到 外面全是浓郁的白雾 遮天蔽日 眼睛看不到 神石也感应不到 而且白雾之中 弥漫着弄弄的杀气 让人毛骨悚然 这是无比恐怖的杀阵 是超级厉害的 阵支道大佬布置出来的 你可要小心了 众人都看着张通 暗中提心道 阵支道是三千大道之中 一种特殊的道 若和这样的高手搏杀 那你可以轻松取得胜利 但若是 让他布置好了阵法 把你困住 那死的定然是你 而这里是 神秘门用三年多时间 布置出来的 岂能不厉害 绝对可以毁天灭地 可以灭杀一切 他们都不理解 为何张通敢于进入这里 这和自杀差不多 我的收获还是很巨大的 仅仅就是真假宝典 就让我的战力提升很大 张通在心中嘀咕着 虽然他自信 可以找到神秘门的老巢 但却是不敢保证 能得到神秘门的功法和典籍 神秘门这样的门派 布置的宝库 神秘通道都进入不了的 就如同时空学院的宝库 神秘通道也进入不了 何况 神秘门的宝库 藏在什么地方 也是个未知数 即使杀了神秘门众多弟子 也未必真就能找到 所以 当时张通来到这里的时候 是犹豫了很久时间 而神秘门也担心张通不入 就放置了一些比较珍贵的功法 张通才选择进入 吃了这个诱饵 第633章 围杀张通 秘一 我们已经阅读完毕 请停止阵法 我们要离去了 剑星和鹤道 除了龙通 其余人都可以离去 不过 阵法是不会停止的 你们得自己从阵法之中走出去 阵法不会攻击你们 只会对付龙通 秘一的声音从高空之中传来 但抬头一看 却是什么也看不到 走 先出去 剑星和说 于是 他们七人踏入了阵法之中 就如同阵法具备了智能 他们不是攻击对象 所以 他们还真就安然的走了出去 然后 他们就到抽了一口凉气 因为虚空之中 站立着近千名弟子 都戴着面具 散发出无比恐怖的威压和气势 为首者赫然就是秘一 但其余人也都是杜劫大佬 甚至有九高手散发出来的气势 不亚于秘一 也就是说 他们九人 加上秘一 就是十个超级高手 即使是剑星和他们 联手帮助张通 也先不起任何浪花 有恐怖的大阵 还有十个比他们 还要强大的超级巨拨 何况还有九百多度劫大佬 很多都是活了十几个纪元 甚至几十个纪元的超级存在 有劲爆 有老怪物 颜万雪 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但他也仅仅是小娄而已 龙通完了 剑星和他们都在心中悲哀的感叹 秘一 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 剑星和怒吼道 过分 啥意思 秘一恶然道 你们触动这么多高手对付龙通 难道不过分 剑星和说 龙通是我们神秘门这个纪元的收割目标 而他也足够的天才和强大 甚至逼得我师兄神医不得不飞升 我们当然要郑重 绝对要一击必杀 不会给他任何逃脱的机会 秘一旦旦的说 收割 你们凭什么收割别人 真定天怒吼道 凭我们的实力 你要不服 尽管来战 秘一击笑道 那我不介意送你上路 把你也收割掉 你 真定天气的那是速速发抖 其余人也一个个愤怒至极 咬牙切齿 太嚣张了 太狂妄了 太肆无忌惮了 但实际上 无数纪元来 神秘门就是如此嚣张和肆无忌惮的 而就是因为 一直在收割每个纪元的超级天才 和活了多个纪元 但又没飞升的特殊大佬 他们的实力也就越来越强 越来越恐怖 各种宝物也是越来越多 真正就是最邪恶最无敌的门派 呵呵 不敢来战就丢滚 别在这里压眼 秘义激笑道 走 剑星和他们只能黑着 脸退到了远处 但当然没有离去 就在一边观战 甚至 他们的门派也派出了众多高手 也来到了这里 在一边冷冷地看着 其中就有古今时空学院的众多巨博 古天雀 万古流年等等度结大佬 但人数也就十来个 别的门派也来了十来人 加起来也就只有四百人不到 神秘门出动的高手就有千人 还真不死他们能对付的 神秘门的实力太过恐怖 并不怕这些门派 一起联手对付他们 那他们有把握取得胜利 而之所以没灭了所有的门派 就是不想一家独大 而是希望众多门派能传承下去 每个纪元能贡献出一个超级天 才给他们收割 那他们可以源源不绝地获得好处 院长 我们怎么办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收割龙通 万古流年铁青着脸问 现在龙通已经踏入了他们的陷阱 我们只能见机行事 否则 不但就不出龙通 我们自己还要陷进去 古天鹊严肃地说 龙通也真是的 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 还要踏入进去 这一下可怎么办 万古流年埋怨道 不踏入又如何 还是要被他们追杀 没太大区别 而现在至少吃到了诱饵 强大了不少 古天鹊说 龙通 你最好是束手就擒 就不用我们动手了 否则 你会死得无比凄惨 连个全尸都没有 秘义宁笑着喝道 有本事就来杀我 龙通直接又推进了洞府 把所有的功法都收进了自己的空间戒指 所有的道文放光 盘西坐在那里 继续疯狂地修炼着 感悟着 三年来阅读了太多的功法 还是有一些功法 没能修炼道度洁净 所以他还能提升实力 当然 他已经释放出了翻天鹊 他就盘西坐在翻天鹊上 有翻天鹊领域的防御 张通没什么担心的 当然 他也早就发现 神秘通道如今已经连通不到外面了 显然是因为布置了恐怖的进空阵法的缘故 张通并不想去闯阵 那等于就是挨打 那敌人只能来攻击他 情况也就不一样了 你 密遗器得要吐血了 这样的情况 他却是没有想到 按照道理 你踏入了陷阱 当然是用最快的速度逃脱 而不是在陷阱之中等死 但 现在张通就心安理得的 在陷阱之中等死了 不 他不是在等死 而是在修炼 而且修炼的效果还很好 体内的道文一直在快速地衍生 释放出来的领域 也一直在缓缓地变强 打包那一座山 把他逼出来 神二淡淡地喝道 神秘门有两个小组 一个就是神祖 一个就是秘祖 昔日神祖最强的就是神一 但如今神一飞升仙界了 当然就轮到神二做主了 神二当然也是非常强大的 虽然不如神一 但差距不大 杀 神秘门众多巨博 全部发出 看恐怖至极的神通攻击 轰击在那一座大山上 轰隆 天崩地裂 一声巨响 大山崩塌 化成就鸡粉和尘烟 消散无踪 而张通却是显露了出来 还是盘西坐在翻天印上 继续修炼着 无数的碎石和泥土 都被他的领域排斥了出去 干掉他 秘义凝笑一声 杀 千名巨博同时怒吼 要发出恐怖一击 把张通干掉 至少也要打爆一次 张 张通却是冷笑着下令 瞬间 翻天印就开始了暴涨 从几个平方米的面积 迅速地变大得如同一座山 然后还在继续扩张 很快就又变大了十倍 还在五指禁地暴涨 第634章 神二的六魄凶物 轰轰轰 神秘门签名超级巨拨 同时对张通 发起了恐怖的攻击 张通暗暗忌惮 飞快地潜入了神秘通道之中 而在他的控制之下 翻天印暴涨了很多倍 如同一座巨山 无数的攻击落在翻天印上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声音 打得翻天印狠狠地坠落下来 轰在布置了恐怖至极的 大阵的大地上 轰隆 大地崩塌 烟雾腾空 气势惊天动地 翻天印的表面 也是出现了众多的掌印 拳印 剑印 有点甚至深深地 凹陷了好几米 但这么点伤痕 对于体积达到几光年的 翻天印而言 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 这一击完全就是徒劳无功 根本就没能打爆张通 给我掌 张通再次怒吼 翻天印继续疯狂地暴涨 而恐怖的大阵 也早就启动了 空间时间 虚无杀戮雷霆 死亡火焰力量 净千种恐怖的道德规则 腾空而起 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种无比恐怖的攻击 这攻击仿佛海潮一样 疯狂地冲击在翻天印上 翻天印的暴涨趋势 被碾压 被限制 竟然怎么也长大不了 不能突破阵法的区域 就被限制在阵法之中 而且是冉冉腾空 不能落地 恐怖的阵法攻击波 从四面八方轰来 要把翻天印轰击成鸡粉 翻天印的表面上 燃烧起黑色的火焰 这是真正的鲜火 疯狂地烧灼着 对抗着那恐怖的阵法攻击 翻天印的内部的 抵挡住了阵法的恐怖攻击 但也仅仅只能坚持一会儿 不可能坚持太久 毕竟 神秘门布置的阵法 是真的连仙人都能干掉 因为使用了太多神奇的材料 恐怖的阵盘 甚至还有无数净宝作为阵眼 更吓人的是 这阵法那可是最恐怖的太古阵法 真正能毁天灭地 杀 秘翼神二等千个巨拨 疯狂地攻击翻天印 翻天印更是支持不住了 开始缓缓地缩小 表面也出现了 无数如同蜘蛛网一样的裂缝 似乎要崩溃了 护士妹妹 助我一臂之力 张通心念一动 就把护士妹妹 从原神空间召唤了出来 乖 别动 打针了 护士妹妹 扬起手中的注射器 娇媚的大喊 这阵法是很恐怖 能对抗时间 虚无空间等等恐怖的神通 但却是不隔绝声音 所以护士妹妹的声音 瞬间就传递了出去 神秘门所有巨拨 都莫名其妙地愣住了 一动不能动 他们的攻击也就彻底的消失 翻天印也就轻松了很多 给我砸 张通怒吼一声 操控着翻天印带着滔天的杀鸡 狠狠地往下砸去 轰隆 天崩地裂一声巨响 大阵的攻击朝被击溃 然后翻天印就狠狠地轰在大地上 大地崩溃 部分阵盘阵齐 外加一些坐镇眼的劲宝被砸飞了 有的甚至被砸碎了 然后就被吸附在翻天印上 且 张通再次操控着翻天印腾空而起 再次疯狂地砸在大地上 轰隆 天崩地裂 大地深处的阵盘破碎 大阵顿时就出现了一块空缺 攻击威力也瞬间下降了很多 沙 高空上 神秘门的众多巨波气坏了 再次疯狂地攻击翻天印 但却是被护士妹妹的诡异攻击瓦解 那一句乖 别动 打针了 简直就是无解 隔音阵启动 空间阵法启动 神秘门众多巨波还是很牛逼的 马上就破解了护士妹妹的诡异攻击 让声音传递不出来 这就影响不到他们了 但 就是这么短短的时间 张通已经控制着翻天印在大阵的中心区域 砸出了一个大洞 深入到了地下几千米深处 甚至这个星球都在颤抖 四面八方都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这一下 想要禁锢住翻天印就很艰难了 原来龙通就是张通 言万穴怒吼 神秘门的其余巨波也都怒容满面 更是疯狂地攻击翻天印 他们的攻击无比恐怖 但最恐怖的还是神二 他竟然也有一个遛破凶物 那是一根长长的茅草叶 锯齿犀利至极 随手一挥就斩在翻天印上 竟然斩出了一条深几十米的裂缝 简直就如同切豆腐 你马呀 张通有点紧张了 现在他若是收起翻天印 就可以钻进神秘通道逃走 因为阵法有破绽了 但 现在翻天印被阵法限制了 不能快速地缩小 回到张通的原神空间 甚至 张通很担心 连神秘通道都抵挡不住 这恐怖的攻击 会影响到他 因为如今神秘通道在剧烈的颤抖 给我破 神二举起茅草闪电般的 降落在翻天印上 他施展了特殊神通 对抗翻天印的重力 当然 还因为翻天印正在承受阵法攻击 他的重力阵法的威力 大大的降低了 也就很难影响到 神二这个超级恐怖的存在 他把茅草剑狠狠地 斩在翻天印上 咔嚓 翻天印出现了几百米深的裂缝 这就可以破坏翻天印的阵法 只要多攻击几次 翻天印即使没被废 但也定然难以再次轰击阵法区域了 你就如同坛子里墨乌龟 手到擎来了 灭神钉 却 张通冷笑一声 灭神钉如同闪电一样的飞出 无视恐怖的阵法攻击 也无视神秘门众多巨波的攻击 射向神二 杀 神二怒吼 他怎么也没想到 张通竟然还能施展攻击 但他也不怎么畏惧 手中的茅草剑狠狠地斩向灭神钉 东灭神钉却是一闪绕开 眨眼就已经轰在神二的太阳穴上 轰隆 神二的身躯化成了鸡粉 两个元神逃出又被灭神钉轰中 瞬间崩溃 咦 张通却是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因为他发现 茅草叶竟然就坠落在翻天印上 没有逃走 也没有别的动静 似乎那就是一片特殊的茅草 炼化不了 也没必要炼化 好宝贝 张通心中大喜 隔空一抓 就把茅草叶抓到手里 果然他没有攻击张通 真就是一片茅草 只是无比犀利而已 第635章 手段进出 天哪 神二悲剧了 难道他不知道龙通有灭神钉吗 竟然敢靠近攻击翻天印 结果就是被打爆 太古茅草也被龙通夺去了 他是去送宝的吗 可能是他以为 张通在施展虚无神通的时候 不能施展灭神钉 也是 翻天印在承受阵法的攻击 和神秘门那么多拒搏的攻击 龙通能W发出攻击 众多拒搏有没有什么办法就他了 在远处观战的剑星河等超级天才 目瞪口呆 怪笑连连 兴奋无比 他们当然乐意看到神秘门吃扁 下一秒 神二具现了出来 但他还来不及反应或者逃走 就又被灭神钉打爆了 丝毫也没抵挡的能力 快 拯救神二 神秘门众多拒搏都气急败坏 紧张无比 去 蜜夷怒吼一声 死神葫芦飞了出去 攻击的目标当然就是灭神钉 葫芦闪电般飞过去 入口打开 只见诡异的光芒一闪 灭神钉就不见了 显然就是被装进了灭魂葫芦之中 完了 古天鹊剑星河等人的脸色都变得不好 蜜夷那个六婆凶物 很恐怖啊 竟然收走了灭神钉 当当当 有打铁样的声音从葫芦中传出 显然灭神钉在里面反抗和攻击 但死神葫芦很厉害 竟然没有破碎 也看不到破碎的迹象 不过 死神葫芦也是在变大 光芒大胜 全力镇压灭神钉 显然 没那么轻松 这真就是一片茅草叶啊 但却是散发出不灭的气息 而且无比的锋锐 似乎带着一种特殊的意志 还有剑之道规则啊 这真应该算是一把剑 茅草剑 张通虽然担心灭神钉 但却没放弃研究这一片茅草 而想到剑 张通就想起了自己的未来剑 不知能不能用茅草剑遇见未来呢 若能的话 那或许会很恐怖 威力绝对远远超过寒冰剑 想到这里 张通马上就开始尝试 心念一动 他的一把未来剑就飞了出来 和茅草剑融合了 立竿剑影 茅草剑就消失了 无影无踪 无影无形 哈哈 真的可以 张通满脸的惊喜 心念一动 茅草剑就飞了出去 狠狠斩在死神葫芦上 咔嚓 死神葫芦直接就被斩成了两半 里面的灭神钉当然就飞了出来 刚好神二再次去献了出来 就又被灭神钉轰成了鸡粉 全场震撼 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是怎么回事 死神葫芦 怎么可能突然就变成了两半 似乎是遭受了恐怖的攻击 但在阵法的限制下 在无数神通的攻击下 张通怎么可能还能发出攻击 我明白了 龙通一定是施展了未来剑 而未来剑无影无形 就如同虚无 可以无视各种攻击 所以才斩破了死神葫芦 剑星河一拍脑门 不可能啊 未来剑怎么可能斩破得了死神葫芦 那可是超级厉害的六魄凶物啊 听蜜一说 他看到的修炼幻觉 那可是众多太古巨博争夺葫芦 尸骨如沙 是啊 我也不信未来剑那么犀利 可以斩破死神葫芦 我认为是龙通 是用未来剑与剑茅草剑 从而斩破了死神葫芦 其余的超级天才也纷纷一轮 他们都见多识广 虽然没有修炼过鼠山剑点 但也有人修炼出了类似的御剑技能 不可能 神秘们的众多巨博 一个个惊呼出声 震撼至极 难以置信 他们可是知道 蜜一的死神葫芦 是何等的恐怖和牛逼 但竟然破了 我的宝贝 蜜一痛呼出声 施展神通 一把抓回了两个半个葫芦 施展神通 将之合在一起 虽然勉强合起来了 但表面还是有一条明显的线 想要彻底的修复 没这么容易 难道修复不了 蜜一满脸的惶恐和悲愤 死神葫芦太神奇了 太牛逼了 能收取东西 也可以收取人 甚至可以把人炼制成丹药 你吃了丹药 就可以得到对方的技艺 也能得到对方的气韵 所以死神葫芦 其实也叫夺运葫芦 蜜一还有很好的福运之道天赋 也是S级的 所以他遛破的时候 才能连通太古时代 得到了夺运葫芦 还才夺了几个天才的气韵 还来不及夺取龙通的气韵 结果就破了 今后没用了 龙通 我一定要杀死你 我一定要夺取你的一切 蜜一歇斯底里的大喊 眼睛之中射出了 让人毛骨悚然的凶光 攻击 打爆那个法宝 龙通就必死无疑了 神二也就能安然无恙 蜜一怒吼 杀 神秘们众多巨拨 就继续疯狂地攻击 各种恐怖法宝 禁宝 甚至天宝 还有六婆凶物 疯狂地轰击在翻天印上 轰轰轰 声音惊天动地 烟雾也是腾空 画成了一朵朵巨大的蘑菇云 翻天印在颤抖 在缩小 表面也是出现了更多的裂缝 不过 其实翻天印无比的巨大 所以还能支持一会 哄 神二第三次被灭神钉打爆了 然后就是第四次 第五次 看这样子 神二彻底陨落 翻天印也不会崩溃 张通也不会陨落 去 神三出动了 随手扔出了一块漆黑如沫的泥巴 散发出腥臭的气息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小心 那是神秘们的正派之宝污污汇泥 能污染一切 不管是法宝 还是人 只要被他碰到 都会被污染 然后就会彻底崩溃 古天却在远处大喊道 污汇泥 这么恐怖 张通毛骨悚然 马上就操控灭神钉 躲避污汇泥 否则 灭神钉可能要完蛋 但污汇泥却是很恐怖 瞬间变大了很多倍 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空间 把神二居现的区域围在里面 如此一来 神二再次居现出来 就不会再被干掉了 否则 神二真就会陨落 九天神雷 给我轰 张通驾驭着神秘通道 靠近了污汇泥 释放出了无数恐怖至极的仙雷 狠狠地轰在污染泥上 雷能灭杀一切邪恶的东西 想来应该能克制污染泥 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第636章 再杀四人 轰隆 铺天盖地的两色雷霆 疯狂地轰在污汇泥构成的球体上 光芒刺目 气势滔天 污汇泥开始冒烟 球体表面甚至出现了 细密如同蜘蛛网一样的裂缝 显然 张通想的没错 污汇泥制邪极鹰 但仙雷却是只钢制羊 刚好就克制污汇泥 杀杀杀 神秘们的众多巨拨 当然是勃然大怒 张通在如此情况之下 竟然还能发出攻击 简直就是岂有此理 太过嚣张狂妄了 所以 他们继续疯狂地攻击 而且专门攻击张通这个方位 如此多恐怖大佬 一起攻击张通 张通当然抵挡不住 甚至神秘通道也抵挡不住 虚无神通是有极限的 所以 张通早就驾驭神秘通道避开 在翻天印上小范围的移动 避开最密集的攻击 同时 他继续操控仙雷 疯狂地攻击污汇泥球 没有任何的停歇 现在就是干掉污汇泥的最好机会 因为污汇泥构成了球体 包裹住了即将再次居限的神二 绝对不能移动的 否则就会碰触到神二 那神二也会被污染 化成湿水 轰轰轰 仙雷震天 污汇泥冒出了更大的黑烟 而且在快色的裂开 变得干巴巴的 似乎要破碎了 去 张通又找了个机会 放出了恐怖的黑色仙火 这是他自己收集起来的 甚至他的两个眼睛珠子 也爆射出了炽热至极的光线 轰在污汇泥上 呼呼呼 吃吃吃 火焰滔天 光线也远远超过最恐怖的激光 能毁灭一切 污汇泥球完全成了靶子 而神秘门众多大佬 也在疯狂地攻击张通 对抗张通的神通 大海洋的水从天坠落 胶住在污汇泥球上 要熄灭火焰 隔绝光芒 但这反而帮助了张通 张通驾驭着神秘通道 就在水中移动 继续疯狂地攻击 雷霆 火焰 光线 甚至隔空施展大力神通 咔嚓 污汇泥终于是抵挡不住了 出现了一个脸盆那么大的洞 而神二也刚好聚现出来 灭神钉一闪而入 再次轻松地洞穿了 他的身躯和元神 啊 神二发出了恐惧的大喊 因为这已经是 他第六次被打崩了 距离死亡不远 杀 张通却是欢心鼓舞 继续疯狂地攻击乌慧泥 甚至他还操控着翻天硬 是放出了黑色火焰 包裹了乌慧泥 疯狂地烧灼 重力神通当然也激发了 全力吸附住乌慧泥 让他不能逃脱 这个六婆凶物很邪恶 若不现在干掉 对方采取突然袭击 自己可能吃大亏 而翻天硬不是一般的仙气 而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大陆 直径达到几光年 污惠泥虽然邪恶和厉害 但要污染这么庞大的大陆 那是做不到的 何况翻天硬还自带鲜火 能化解污惠 真就是污惠泥的克星 只要干掉神二 干掉污惠泥 再想办法干掉神三密一密二 基本上就安全了 那些超级巨拨才是最恐怖的 也是最有威胁的 他们的攻击对翻天硬的创伤最大 吱吱吱 黑色污染泥发出了诡异的声音 似乎再惨叫 也似乎再哭泣 也似乎再诅咒 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 汗毛倒数 这样的凶物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送给张通他也不想要 所以他一边躲避敌人的攻击 一边继续疯狂地轰击 要用最快的速度干掉污染泥 杀 神三却是带着六个超级强大的大佬 飞了下来 他们的身上都披挂着特殊的盔甲 具备超级厉害的防御能力 毋庸置疑 他们都是属于神祖成员 任何一个都是超级天才 不会亚于剑星河 真定天 阳定天等人 他们开始全力的攻击灭神钉 只要引诱灭神钉攻击他们 那灭神钉的消耗就会很大 那不但杀不死神二 也杀不死他们中任何人 但灭神钉太牛逼了 快速地躲避 轻松地绕开他们 也不攻击他们 绝对不消耗收集到的负面能量 灭杀龙通 神三怒吼道 既然攻击不到灭神钉 那就对付龙通 一旦张通发出雷霆和火焰攻击 他们就疯狂地攻击那个位置 神秘通道更加剧烈地颤抖 让张通都有点站立不稳了 显然 神秘通道也有点支持不住了 当然 也可能还能支持 只是张通不知道神秘通道的底细 所以也不敢继续这样承受攻击 现在翻天印被阵法限制和禁锢 重要的是 翻天印还在全力对付污染泥 所以现在他难以动弹 也难以发出恐怖的重力和火焰引力攻击 加上这些神祖成员都超级强大 无影无形 看不到也感应不到 狠狠一剑斩在神三的脑袋上 咔嚓 坚不可摧的盔甲彻底的破碎 神三的脑袋被斩成了两半 两个元神飞出 也眨眼就被斩下了头颅 这怎么可能 神三发出了恐惧的大喊 其余成员也一个个头皮发麻 身躯颤抖和战力 由于茅草剑是神二的六魄凶物 他们当然知道茅草剑的威力 是很难一剑就破开他们的盔甲的 因为他们的盔甲 都是用最最珍贵的材料炼制 而且布置了最厉害的防御阵法 至少能抵挡茅草剑一击 而不彻底破开 但现在却是如同纸壶的一样 这太不可思议了 看来张通的御剑有独到之处 加强了茅草剑的风锐 而实际上也是如此 蜀山剑点最恐怖的就是御剑 可以让剑锐利多倍 尤其是张通御剑用的是未来剑 更是提升了威力 不能近战 只能远程攻击 我们快走 神四传音道 同时一马当先的往高空逃去 阵法不会攻击他 所以他的速度很快 但却是快不过张通的御剑未来 他的脖子突然断裂 两个元神闪电般逃出 但也快速的被斩爆 快走 其余人吓得魂飞魄散 四萨而逃 杀 张通怎么可能放他们离开 他驾驭着神秘通道来到了他们附近 领域叠加而出 笼罩了他们 第637章 末日堡垒 杀 这些巨拨同时怒吼 他们的领域也全开 全力对抗张通 同时往空中逃去 咻咻 张通的两把未来剑都飞了出来 一把玉剑茅草剑 一把玉剑寒冰剑 闪电一般的攻击 只听凄厉的惨叫响起 先后又有三个成员被干掉 另外还有三个家伙 却是脖子受伤 盔甲还是很恐怖的 抵挡住了寒冰剑的攻击 若不是融入了未来剑 那根本攻不破盔甲的防御 嗖嗖嗖 三人还是很牛逼的 就是这么一个瞬间 他们就逃到了高空 神二再次剧陷了出来 他这是第七次剧陷 至于保护他的污染泥 早保护不了他 破碎了更多的洞 所以灭神定再次打爆了他 神三 神四 神五 神六 也再次剧陷了出来 由于时间有一丝的差距 不是同步 所以张通遇见轻松的又斩杀了他们 毕竟张通现在是同时遇见两把 都是无影无形 连阵法都很难禁锢和限制 怎么办 神秘门的众多巨拨 一个个气急败坏 愤怒憋屈至极 这一下麻烦大了 甚至他们不敢攻击那个区 因为会误伤了同门 但若是不管不顾 他们只要被打爆七次或者八次 也就彻底陨落了 事情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龙通到底有多少手段和底牌 太爽了 龙通大发神威 神秘门这一次踢到铁板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配合龙通 一起出击 干掉神秘门 最好还是不要出击 神秘门的大佬太多了 很难全部杀死 他们可以轻松的逃脱 然后展开报复 那我们的门派就凄惨了 众多观战的超级天才 外加在更远处 观战的别的门派的巨拨 也都在纷纷议论 他们都想干掉神秘门 但神秘门太过强大 又让他们无比的忌惮 其实只要逃脱一个秘医 一旦报复就是灾难 秘医擅长绝望神通和真理说 杀普通天才简直太容易和轻松 而想要杀死秘医 那太难太难了 几乎不可能做到 何况 神秘门还有不亚于秘医的超级老怪物 用我的末世堡垒 神秘门的人才就是多 秘儿站了出来 不慌不忙的说完 嘴巴张开 吐出了一个堡垒 瞬间变大了无数倍 而底部也是出现了一个空洞 然后就直接罩了下去 荒荡一声 就把那一片区域都罩住了 如此一来 只要他们再一次具现出来 堡垒就可以封闭 而张通也好 灭神定也罢 估计会避开 因为不知道堡垒内部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会发出恐怖攻击 而实际上 灭神定还真的很戒备 直接就逃了开去 至于张通 一直都是隐身状态 所以 看不到他藏在何处 但十有八九 和灭神定一样 避开了 哈哈 这一下高枕无忧了 给我攻击 打爆龙通这个法宝 龙通就无损遁行了 秘仪顿时兴奋的大笑 然后所有的巨波 再一次疯狂地攻击 翻天印 虽然少了五个超级高手 攻击威力下降了一些 但不影响大局 最多也就多攻击一会就行了 他们这样的巨波 任何一个都能毁天灭地 一拳打爆星球 都不是问题 轰轰轰 无数攻击落在翻天印上 让翻天印持续遭受重创 但翻天印太过巨大 而且材料特殊 几乎没有泥土 就是一个庞大无比的金属疙瘩 里面的阵法也无数 所以 即使表层遭受了重创 但内部还是安然无恙 要彻底崩溃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也就是说 还能加坚持几天 但他们看不到的是 末日堡垒之中 神二第八次具现了出来 却是被张通御剑斩成了碎片 我不甘心 不甘心啊 我可是超级天才 甚至可以比肩神一 我怎么可能陨落 临死的瞬间 神二发出了无比悲哀和痛苦的大汗 其实 他的修炼幻觉并不是这个画面 而是另外一个画面 是仙界发生的事 被一个强大的仙人灭杀 而现在 他还没飞升呢 竟然就陨落了 原来 修炼幻觉 仅仅就是未来的一种 不是绝对 你若是做死 也能提前陨落的 但 领悟到这一点 却是用死亡的代价换来的 没有任何的用处 他的原神彻底崩溃 化成了黑色的烟雾 他的身躯碎片 却是没崩溃了 彻底的失去了生机 他 陨落了 再也不能复活了 而能具现八次 不能说他不是超级天才 要知道 即使是张通和神一 也仅仅只能具现九次 他也是先帝之财中的佼佼者 仅仅亚于张通和神一一死 哈哈 现在轮到你了 张通怪笑 对着刚刚具现出来的神三 就是一剑 直接就把神三斩爆了 两个原神逃出 也同样被他两剑就斩爆了 然后他继续斩杀巨献的神四 神五 神六 族长 不好了 隆通在堡垒中 神二被他杀死了 密尔的脸色突然就变得惨白 额头上冒出了痘大的冷汗 这末日堡垒 其实不是六婆凶物 六婆凶物不是谁都可以得到的 即使天赋超好也不行 还要看运气 所以 这末日堡垒 也就是一个防御能力超强的嫌弃 是用来防御的 若遭遇强敌 躲入末日堡垒 靠他恐怖的防御能力 在驾驭着他快速的逃脱 但现在 隆通潜入了进去 这可怎么办 什么 密尔也打了的寒战 族长 怎么办 密尔紧张的问 封闭堡垒 那他就成了瓮中之鞭 逃不掉了 密尔咬牙切齿的说 如此一来 就等于放弃了堡垒中的全部同伴 损失是无比的巨大和惨重 但隆通甚至从你的死神葫芦逃了出来 末日堡垒未必能关注他 密尔迟一道 你的空间堡垒 最擅长的 就是空间和防御神通 两种阵法无比恐怖 隆通绝对逃不出去 也打破不了 密尔自信满满的说 而我们抓紧干掉翻天印 然后再对付张通 就容易太多了 好 就这么办 密尔点点头 第639章 再创绝招 张通还真就在末日堡垒之中 不过他处于隐身状态 当然就是藏在神秘通道之中 然后对再次去献出来的 神三神四神五神六攻击 把他们一次次打爆 就是要把他们真正的灭杀 因为这四人都超级强大 若放他们逃脱 加入攻击翻天印的行列 翻天印能支持的时间更短 重要的是 现在是杀他们的最好机会 他当然要把握住 而就在这个时候 末日堡垒突然就无声无息的关闭了 其实就是底部在快速的衍生 彻底的连接在一起 变得严丝合缝 连一个缝隙也没有 更恐怖的是 末日堡垒本来还有几个小窗户 但现在也早就封闭了 真正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密封的空间 张通微微醋眉 因为他发现神秘通道 没办法连通到外面了 葫芦可能更加珍贵 因为可以夺取敌人的气韵 夺取敌人的记忆 还能把敌人炼制成丹药 但末日堡垒却是没别的用处 就是能让人躲藏在里面 也让敌人进不来 更攻不破堡垒 当然里面的人也是一样 没有主人允许 是出不去的 所以如今的末日堡垒 变成了恐怖至极的囚龙 彻底的囚禁了张通 但张通没时间考虑逃出去的办法 而是继续全力关注四人的再次具现 一出现就干掉 让他们丝毫也没时间恢复战力 用了足足三十分钟 神三神四神五神六 就都具现了七次 但又被张通遇见斩暴了 所以他们四人彻底的陨落了 尸体也变成了碎片 失去了全部的生机 呼 张通是放出火焰 把他们的尸体 外加原神化成的黑色烟雾 全部化成了灰烬 以免他们还能复活 然后就收起了他们的法宝和空间戒指 当然 也包括神二的空间戒指和法宝 里面的宝物当然是格外的多 有一些宝物是张通都从来没见过的 卧槽 这一次真的发大财了 这些宝物足够我笑花很长时间了 我定然可以强大很多 这冒险值得呀 张通满脸欢喜 也无比的激动 之所以选择冒险吃掉诱饵 踏入陷阱 他就是想要获得一些既定命运中 不能获得的宝物 慢慢的积累 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毕竟按照道理 自己不是傻子 是不会踏入这样的陷阱的 但既然踏入了 又没有陨落 反而获得了无数的宝物 那命运岂不是就有很大的可能发生改变 而就他的实力和众多的底牌 踏入神秘门的陷阱 是有很大可能逃脱的 毕竟神秘门再强 也还是凡人门牌 即使有弟子具备先人实力 但也不多 也不能比神医更加强大 但如今的张通 即使对上昔日的神医 也有很大把握取得胜利 给我破 张通的手中出现了一把犀利的斧子 狠狠地站在堡垒地板上 当天崩地裂 一声巨响 火花飞溅 地板上仅仅出现了一个淡淡的痕迹 还有无数的阵法线条浮现 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显然 这是一种超级恐怖的防御阵法 所以能抵挡张通 这全力一服 要知道 就张通如今的实力 一服展报一个行星 那是一点问题 也没有 果然够坚固啊 张通深深地叹息 神秘门果然不愧是神秘门 是这个宇宙最强大 最神秘的门牌 有着太多的底牌 也有着太多强大的弟子 自己已经见识了死神葫萝 茅草剑 污染泥 末日堡垒 若不是自己底牌多 运气好 早就死得干干净净了 现在只能看茅草剑了 张通不再耽搁 手中出现了茅草剑 未来剑融合了进去 然后就全力展在 末日堡垒的地板上 咔 恐怖的声音响起 阵法线条再次浮现 光芒璀璨 地板上出现了一个 大约三个毫毛的缺口 不愧是茅草剑 就是犀利 加上融合了自己的未来剑 才能破开一点点 但天知道 这堡垒的厚度多大 或许有几十米 也或许有几千米 甚至几百公里 想要挖一个洞逃出去 那是无比艰难的 即使能做到 也定然是好几天之后了 翻天印估计被打爆了 而没翻天印 吸引阵法和敌人的火力 即使是神秘通道 也可能很快就抵挡不住 自己会死得很凄惨 所以 必须想个更快逃出去的办法 轰轰轰 呼呼呼 张通施展了雷霆 施展了火焰神通 疯狂地攻击堡垒 但确实没什么效果 那阵法光芒璀璨 几乎没什么影响 显然 这末日堡垒 就是用来防御 各种恐怖的神通攻击的 怎么办 张通终于是有点捉急了 敌人也是狠心 放弃了五个超级天才 把他张通 也关押在末日堡垒之中 让自己也逃不出去 冷静 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张通强行冷静下来 盘歇而坐 开始仔细地私存 寻找着打破堡垒的办法 但一直没什么灵感 他只能仔细地寻找 敌人的空间戒指 把里面的宝物都找出来 一一尝试 可惜都没什么用处 都攻不破堡垒 甚至远远不如茅草剑 对了 我有两把元神剑 若都和茅草剑融合 是不是就会锐利很多呢 张通的脑海中 突然就闪过了一道灵感 心念一动 另外一把未来剑就飞了出来 和茅草剑融合了 瞬间 茅草剑就暴射出了璀璨的光芒 剑气也是暴涨 那是一种青色的剑气 吞吐不定 看上去无比的危险 或许有用啊 张通满脸的期待 狠狠一剑就斩在地板上 咔嚓 破碎的声音响起 直接深入进去两尺 卧槽 效果这么好 张通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也心中狂喜 处于危机之中 自己竟然又创出了一张超级厉害的底牌 双剑合一 天下无敌 这一招就叫合一剑 第640章 戴仔高阳 杀 张通哪里还耽误时间 无数的阵法被破坏 被攻击的时候 扶出的阵法线条 也变得稀疏了很多 防御能力 当然也就下降了很多 末日堡垒感觉到了死亡的危机 马上就想要逃走 但当然逃不掉 因为被翻天硬全力的吸住了 而且张通就在他的体内 是甩不掉张通的 但他还是做出了应对措施 就是把底部打开来了 也在侧面开出了一个 拳头那么大的窗户 意思就是让张通出去 他这算是放弃了 算你识相 否则我会打爆你 张通冷笑 其实他是舍不得毁掉这个天宝 若是能杀了天宝的主人 那他或许可以炼化这个天宝 毕竟末日堡垒被翻天硬吸住了 逃不掉的 那自己就多出一个非常厉害的天宝了 用来防御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天宝虽然出现了伤口 但他这样的天宝就如同人一样 受伤了是能自愈的 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已 于是他无声无息的 驾驭神秘通道出去了 然后他的脸上就浮出了喜色 因为他看到 神秘门近千巨波都降落了下来 就站在翻天硬上 末日堡垒囚禁了 不用担心张通攻击他们 轰轰轰 神秘门众多巨波 还没发现张通逃出来了 还在疯狂地攻击 死吧 张通在心中怒吼 锁定了密二 密三 密四 外加先前逃走的神七 神八神九 这六人放掉了密一 是因为他要用密一定位 才能找到神秘门的老巢 他遇见茅草 遇见寒冰 狠狠地斩了过去 咔嚓咔嚓咔嚓 六个超级巨波的脖子 全部断裂 脑袋坠落下来 啊 他们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元神飞出 就要逃走 但却是做不到 因为被翻天印死死地吸住了 显然 当张通干掉了五个神组成员 现在又斩爆了六个超级强大的巨波 翻天印的压力减少了很多 虽然还挣脱不了 但却是有了一丝反击的能力 咔嚓咔嚓咔嚓 张通当然是毫不犹豫 飞快地斩杀了他们的元神 怎么回事 神秘门其余的巨波都毛骨悚然 汗毛倒数 竟然有六个超级巨波被斩杀了一次 是谁潜伏了过来 难道是龙通从堡垒之中逃了出来 是的 一定是 走 聪明的马上就腾空而起 逃到了高空之上 愚蠢一些的还在猛逼 不明白怎么回事 咔嚓 张通当然不会放过他们 遇见斩了过去 又斩爆了三人 其余人才醒悟过来 逃到了高空 于是 这九人一次次去献出来 但又被张通一次次地斩爆 根本就逃不掉 因为翻天印全力地吸住了他们 天哪 龙通太牛逼了 竟然又从末日堡垒之中逃了出来 又缠住了九人 其中六个巨波都是超级天才 若再次被龙通杀死 那神秘门的实力就暴跌了 想要收割龙通 几乎就不可能做到了 起码这次不能做到 神秘门这次踢到了铁板 他们凄惨了 古往今来 终于出了一个龙通这样的人物 让神秘门吃饼了 众多观战的超级天才 都兴奋激动起来 爽啊 古天鹊也是鼓掌大笑 满脸欢喜 其实从张通的修炼幻觉 他就判断 张通有惊无险 果然如此啊 现在的张通 已经强大到 连神秘门也收割不动的地步了 杀 秘义却是气得鼻子都歪了 也愤怒到极致 都已经牺牲了五个超级天才 现在又要损失九个巨波 龙通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底牌 竟然能从末日堡垒之中逃出来 现在他也想不出好的办法了 只能指挥全部巨波 继续疯狂地攻击 远程攻击 虽然效果差一些 但却是也能达到目的 迟早能打爆翻天印 那龙通还是死路一条 绝对逃不掉 轰轰轰 恐怖的攻击再一次降临 打得翻天印不停地颤动 表面也是出现了无数的裂痕 但张通全部理会 继续全心全意地攻击这九个巨波 一次次打爆他们 密二密三密四 神七神八神九都很不简单 都具现了七次 也被杀死了七次 然后就彻底地陨落了 他们的法宝 他们的空间戒指 都成了张通的战利品 哈哈 爽啊 张通兴奋地大笑起来 因为他们空间戒指中的宝物太多了 功法和秘籍也太多了 绝对是天大的财富 毕竟 他们都是神秘门最顶级的巨波 也是神秘门的高层 龙峰 你别高兴得太早 今天你必死无疑 秘仪一边疯狂地攻击 一边怨毒地大喊 呵呵 有本事 我们就血拼到底 你们不要逃走 张通满脸讥笑 心念一动 翻天印就施展了神通 高空之中 就有十个巨波控制不住自己 如同陨石一样的坠落了下来 砸在翻天印上 爬都爬不起来 翻天印被阵法限制 被众多巨波攻击 但现在情况好了很多 因为神秘门损失了十四个超级巨波 所以可以远程攻击了 杀 张通毫不犹豫 就遇见斩下了他们的头颅 又斩杀了他们的元神 就如同杀石之计一样轻松 啊 快想办法救我们 有个巨波无比的恐惧 临死前大喊道 他心中血量 他们就是带载羔羊 若没人拯救 他们都必死无疑 根本逃不出去 也抵挡不了 啊 气死我了 秘遗气的速速发抖 愤怒至极 但他还是很清醒 带着众人腾上了更高的空中 就是担心 再次被翻天印吸下去 那龙通完全可以一次次地 把他们都杀掉 哈哈 有本事别逃啊 来收购我了 张通一边杀人 一边畅快的怪笑